裂成羽之波所住 可你并没有第一时间毁灭整个木叶村 反而不停地在挖掘历带火影的坟墓 原因是你觉醒了灵魂监狱系统 只要将灵魂收容在监狱之中 不但能掌握其灵魂生前的所有人数 还可以掌握着灵魂所拥有的血统和血迹线解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所监狱只有十个监视 也就是说最多只能吸收十个灵魂 而你的首要目标就是收容波峰水门 此刻在羽之波足地的大宅中 刚穿越过来的你还是羽之波所住婴儿时候 可是抱着你的却是年仅四五岁的羽之波幼 而熟读剧情的你知道自己这一世的父母以及族人 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统统被消灭 下手的正是你这一世的哥哥羽之波幼 你想着就把奈何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但是你知道这问题的根源并非羽之波幼 而是家族和村子常年下来的积怨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使又不动手 长期对村子积怨的羽之波也会被迫发动政变 背后的团藏也会推波助澜 不管怎么样羽之波一族必须就 哪怕劝说他们叛逃也总比列祖好 就在这时羽之波幼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猛地站起来盯着牧业中心处凭空出现的一只巨大生物 你睁开双眸顺着右的目光方向看去 没成想竟然是九尾 也就是说今晚就是九尾之夜 见此你心中顿时狂喜 这时足地中传来喧闹的声音 快走 九尾出现了 非战斗人员速度前往避难所 可年仅五岁还没上忍者学校的羽之波又并不认识九尾 他紧了紧包被单手扶吻怀中的 而后脚下发力简单几下跃动便来到了足地的主干道上 在深深地看了一眼远处的九尾后 就转身向着避难所的方向奔去 如今的羽之波足地还没有搬至村子的边缘 距离所谓的陈以避难所也并不是很远 只是羽之波又为了避开九尾不得不绕路前景 不一会你两人来到陈以避难所附近 这时已经有不少村民赶到 而且还有不少羽之波的人者已经在指挥 再来到陈以避难所中 羽之波全剑又走了进来便凑过来问道 哟 你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佐助 很皮的 那可以抱抱吗 挺可爱的 不行 他不喜欢别人抱 抱抱又有什么所谓吗 说完他直接将你抱了起来 又见状已经料想到你会生气正准备接回来 但等了好一回料想中的画面并没有发生 看嘛 佑君 小佐助还是挺乖的嘛 你是不是把他看得太死了 下一秒又只见羽之波全用脸蛋和你贴贴 你也并没有任何生气的迹象 有小美女贴贴不比一个男的抱着舒服 不更加赏心悦目 再说现在的身为佐助的你也没有将心思放在这 早在进入避难所不久 你就看见九尾被原非日展使用金箍棒捅出了木叶 此时你的意识已经连通了灵魂空间 正不停地默念着收容波峰水门 收容波峰水门 尽管不断有提示音提醒波峰水门还没死 你依然乐此不疲地一直重复收容波峰水门 因为你不知道灵魂空间 到底能不能从死神手中抢过波峰水门灵魂 但凡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你都不愿意放我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距离村里十数公里处 波峰水门和九星奈把握着最后的时刻 像躺在封印祭坛上熟睡的名人做着最后的告别 随着最后一句话落下 波峰水门截起应试 八卦封印 瞬间强大的九尾查克拉进入名人体内 黑色的符文在熟睡中的名人腹部浮现 随即施鬼封禁的契约完成 死神张开了恐怖的大口 正要将波峰水门作为契约祭品的灵魂吞入腹中 突然在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下 波峰水门的灵魂居然凭空消失了 被虎口夺食的死神顿时震怒 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 最后受规则影响不得不离开现实 这时围困九尾的结界也因波峰水门的死亡而消失 而原本被拦在结界外的人者安部 也迅速来到了四代夫妇的身旁 原非日展则抱起了祭台上的名人 这时九星奈睁开了双眸 三代 这孩子就拜托你照顾了 名人是吗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负责照顾好他 至此得到保证的九星奈的生命彻底走到了尽头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 丁 波峰水门的灵魂收容成功 这时你扶灵心智快速默念了一声 收容悬我九星奈 丁 悬我九星奈的灵魂收容成功 听到灵魂空间反馈的信息 你心中狠狠地挥了挥拳表示庆祝 有悬我九星奈在手就不用担心波峰水门不配合了 此刻在灵魂空间中 监狱中的一号监视和二号监视 波峰水门和九星奈不约而同地露出疑惑之色 打量着这如木叶监狱相似的环境 难道这就是死神囚禁灵魂的地方 波峰水门如此想着 九星奈却是以为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净土 但净土为什么会是监狱的样子 难道是我生前做的坏事太多 不对 我连人都没杀多少 怎么可能吓到净土还要被囚禁起来 想到此他尝试着朝外喊去 可惜回应的他的只有一片忌解 相比于九星奈 波峰水门倒是平静得多 他盘坐在冰凉的地面之上 一双臂同不断闪烁着 诗鬼封禁的原理是和死神定下契约 将自己的灵魂作为祭品出卖给死神 在死神吞成功试掉目标的灵魂完成契约内容后 自己的灵魂也将会被死神吞噬 最后自己和敌人的灵魂 就会在死神的肚子里永远的互相憎恨和斗争下去 并且永世不得超生 随即波峰水门心中一动 左手下摸向腹中 不由瞳孔一锁 竟然还在这里 他已然意识到什么 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看向四周 不愧是四大火影 看来你已经意识到什么了 看着凭空出现 被一片迷雾笼罩着的人影缓步走了 波峰水门微微眯起眼睛 目光拧起 难道是袭击木叶的蒙面人 不对 声音和外形不像 从他身上也没有感应到 你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有什么目的 来人自然是一直暗中观察着两人的你 这时你已然来到尖门之外 这里是我的灵魂空间 至于我你可以叫我监狱长 也就是说我的灵魂被你囚禁起来了 而且能够从死神手中夺取我的灵魂并囚禁起来 你这个监狱长不简单啊 那你囚禁我有什么目的呢 先不说这个 你就不想先关心一下其他东西 旋即波峰水门瞳孔一缩 九星奈 看来你已经猜到了 你到底将九星奈怎么了 文言你笑意更盛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随之二号监视的画面出现 只见画面中九星奈正使用金刚封锁不断轰击着尖门 嘴里还大喊着放我出去 只是不论他如何轰击尖门依然纹丝不动 你到底对九星奈做了什么 水门 你也不想你的妻子怎么样吧 话语落下波峰水门陡然出现在你的身后 手里一柄三叉戟苦无顶着你的相簿 放了九星奈 见词你又打了个响指 只见画面中九星奈仿佛遭受了什么 身体一个根腔瘫软在地上 疼苦地捂着不断起伏的胸口 水门随即杀意凝成实质 手中苦无用力一滑 化作灵力寒芒 检测到波峰水门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阳属性 是否提取融合 阳属性嘛 那也不错 虽然不同可以后天开发的火风为水土物种常规属性 但拥有阴阳属性的人者基本都是通过先天获取 毕竟后天开发的条件极为苛刻 一般只能采取科学的手段 而圆柱中的佐柱出师属性只有阴火雷属性 但现在获得了一个阳属性 即使不修炼医疗忍术 也能够增强自身的体质和自愈能力 只是你并没有急着提取融合 现实中你还被宇智波全抱着 身边还有着又和一堆宇智波的人者 你担心要是融合会被看出端倪 与此同时那苦无划出的寒芒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止 直接透过你的相波 仿佛划在空气之中 这个发现不由波峰水门心中一沉 这时你伸出手扣住了水门的右手腕 要不再试试 见此水门依然左手一番 一柄苦雾出现在手中 再次划出凌厉寒芒 只见划过你相波的苦雾 依然没有受到任何阻止 而水门却是真切感受到 它的右手腕依然被你紧紧扣住 死心了没水门 无论你再怎么攻击也对我没用的 你对九星奈做了什么 做什么 你多虑了 我只是限制了它运行查克拉而已 文言水门松了一口气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九星奈 而你有九星奈在手 根本不需要担心拨冲水门不就范 只是现在的你还不想采用过击的手段 毕竟你这一世的身体也只有三个月大 有着充足的时间 水门见你并没有回答稍作成因道 只要你愿意将九星奈放了 在不危害木叶的前提下 我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 文言你笑了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只是一定的代价了 那你先说出你的要求 我要你身上的三样东西 说完你瞥了一眼 刚刚水门进行空间跳跃的飞雷神标记 以及水门的腹部九尾 至于第三个虽然并没有任何提示 但水门也能从前面两样判断出 这是和树印或收根力量相关的东西 像你这种能够从死神手中抢下灵魂的人 也需要这种东西 这不是你需要关心的问题 你就说愿不愿意吧 螺旋王我可以给你 不不不 四代火影的招牌忍述 我可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 连这个我并不熟练的数你都知道 看来你很清楚我的情报 好了火影大人 无谓的试探结束了 我喜欢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你愿意交出来 我就可以答应你将九心奈放回镜头 当然你要是想和他见面也可以 继续待在这里过二人世界也行 甚至让你夫妇一起见证名人的成长 也不是不可能哦 说完你打了个响指 打开了九心奈的查克拉限制 而后身影缓缓消失不见 和九心奈见面 见证名人的生长 这些话语一直徘徊在波峰水门脑海里 另一边刚被解开限制的九心奈正不断咆哮着 是谁 你到底是谁 显然他已经确定了有人正暗中操控着一切 这让他的暴脾气哪里受得了 检测到漩涡九心奈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漩涡血脉 是否提取融合 文言你也没有这么快去融合 再回到现实世界中 又正一脸无奈地劝着你 佐助快放开拳吧 拳也要回家了 而抱着你的雨之波拳则有些尴尬 没关系的佑君 佐助睡得正香 我们还是不要吵他了 我再陪一下他也没有关系 很快你的意识回归 缓缓睁开了双眸 又见你醒来不由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 快松开手 听闻你一愣 什么松开手 而后注意到自己的双手正捉着雨之波拳的衣服 胸前的位置还有着一滩口水的痕迹 见此你立马松了手 同时又也立马带你回了家中 待到深夜 正睡在婴儿床上的你睁开了眼睛 微确定床上的雨之波又已经熟睡后便一念一动 提取阳属性和漩涡血脉融合 丁正在融合中 随着提示音的响起 让你意识到自身的基因正缓缓地改造着 没一会就融合成功 你也能感觉到自身基因得到了明显的优化 生命的层次获得了提升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的同时 你发现了体内有骨特殊的能量 而骨能量之中有着某种意志 正不断入侵你的精神世界 试图前一默化地改变自己的意志 只是可惜被灵魂空间阻挡在外始终不得寸击 你下意识皱眉 这是什么 难道是原生尚未健全的心智 虽然这么想着 但你很快又否定下来 因为灵魂空间的存在 让你意识到自己并非夺赦 而是转世重生 只是在灵魂空间的降临前夕 让你恢复了你的前世记忆而已 因此这幅身体中 不可能有着原著左住的灵魂 抖然你灵光一闪 瞳孔微缩 英陀罗 你意识到那股特殊的能量 就是英陀罗转世查克拉 而其中的意志就是所谓的宿命烙印 能够和阿修罗的转世查克拉的持有者 相互吸引相互争斗 虽然有着灵魂空间的阻隔 这股意志并不能入侵你的精神世界 对你做出影响 但体内有这么一个东西 在终归不能让你安心 而恰好灵魂空间 就有着抹出这种意志的能力 毕竟你作为灵魂空间的宿主 灵魂空间自然不能让 任何来历不明的意志影响到你 随即你意念移动 控制着灵魂空间的力量 集中在英陀罗查克拉上的宿命意志 瞬间就将这宿命意志给抹出了 你顿时有一种压在身上的重弹消失一样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 紧接着你意念移动 灵魂空间中的画面 马上浮现在脑海之中 只见九星奈似乎已经放弃 他双眸无神暴戏 靠在墙角不知在想着什么 另一边波风水门则满脸忧色 仿佛九星奈的一瓶一笑 一撑一脑都在牵动着他的神经 啊 果然是个情种 明明有很多办法解决九尾 却偏偏扯一堆家国大义 恐怕也是为了殉情吧 想到这里你意念移动 身影进入到一号监视 察觉到什么的波风水门双眸 从画面的一开 看向再次造访的你 打扰到你真是非常抱歉 我这次过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个情报 水门很是疑惑 什么情报 这是关于任助力的 任助力吗 监狱长你继续 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伟兽被抽出任助力的体内 只要赶在任助力生命彻底流失之前封印回去 那么任助力就不会死 闻言波风水门骤然呼吸一致 只封印回去 任助力就不会死了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你腹中的九尾翁 说完你便消失在原地 其实这个情报也只有伟兽自己知道 任助力诞生至今也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 当初木叶的第一代任助力 漩涡水护士生命走到了尽头 才抽出伟兽更换任助力 自然没有重新封印的必要 但是村子的人没有实验过 自然也不相信这方面的情报 而伟兽抽出体内就会死亡的情报 也只是别的村子流传出来 他们的人助力并非漩涡一族 没有强大的生生命力 伟兽完全离体的瞬间就会死 即使一两个没有当场死亡 受前面的案例影响 担心伟兽跟随任助力死亡 导致村子的震慑力下降 村内高层自然也不会冒着失去伟兽的风险 进行重新封印的尝试 对于他们来说伟兽才是根本 而任助力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工具 没有过多经验的木叶 也只能凭借别人的经验 硬套在自家任助力身上 结果导致了九星奈自己都以为他自己死定了 同样担心伟兽的缺失 而倒是村子震慑力下降的波风水门 阴差阳错下错过了救下妻子性命的唯一机会 该死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知道 这时水门便想起九星奈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要求将九尾封印回体内 却被自己拒绝的场景 这一刻他的心犹如死灰一般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 检测到波风水门情绪剧烈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阴九尾 文言你顿时猛啊 呼吸都不由急促了起来 你知道这个情报一定会对波风水门打击极大 从而令它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爆出技能 但没有想到爆出的竟然是鹰九尾 要知道波风水门身上最珍贵的 也就前面提及的三样 而其中你最想要的就是这半只九尾 很快九尾之间的差异信息也涌入了你的脑海 首先这只鹰九尾百分百中于你 查克拉气息也和原来的九尾迥然不同 单听气息的话 即便是熟悉九尾人者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关联 同时这只九尾也不需要封印在体内 只需要在灵魂空间中开辟出专门的伟兽空间 就能取代人助力的封印空间 做到予取予求随意索取 也因为九尾呆在灵魂空间的缘故 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伟兽查克拉外泄 或被强大的感知型忍者发现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查克拉气息和原版九尾迥然不同的缘故 即使放在外面也不是不行 只要不露出九条尾巴并通过灵魂空间的遮掩 即使是精通感知的人者 也无法感知其身上庞大的查克拉 也就是说这只九尾完全可以当作 普通通灵兽一样放在外面 在了解完这只鹰九尾的详细信息后 你自然是不免欣喜若狂 你已经有点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这只专属于你的九尾了 于是你先开辟出专属的伟兽空间 毕竟九尾袭击木叶才刚刚过去几个小时 村子高层恐怕都已经怀疑与之波异足 要是足地里再出现一只九尾那就麻烦了 然后你链接上灵魂空间后一面一动 随之只见灵魂空间中除了一至十号监视外 就凭空多出了一个带有宠字标识的空间 你的意识也进入到该空间当中 可你左右看了一眼却没有发现九尾的身影 这时只见一只橙粉红色的小九尾正蹲坐在你的脚边 见此你半蹲在地上 伸出手比了比小九尾的体型 你没想到这九尾竟然如此之小 可下一刻这小九尾顷刻间已然化作数十米之高 原来会变大 你暗松了一口气 比起原版那只野性未讯画风粗犷的九尾 眼前这只带有粉红绒毛画风精良的九尾实在是太优雅了 而且还能听你口令随时变大变小 还可以抱在手上撸 不得不说这种成就感根本就不是什么猫猫狗狗能够比你的 你看着它绿洞般摆动的尾巴下意识伸出手一拙 玄机九尾瞪大眼睛 惬意的神态化作修愤 猛的一个挣扎 九条尾巴成扇形啪的一抽 抽在了你的右手上 不要乱摸人家的尾巴要混蛋主人 你看了看毛发炸起的九尾 才想起动物的尾巴确实是不能乱摸 你也只能尴尬到 抱歉抱歉 下次不会 一日木叶猎尸目的这里 原非日展座主持致词 昨晚木叶遭受袭击 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 但事情的具体原因尚且不明 文言在场众人回忆起 昨晚的壮烈都在热泪盈眶 而只有五岁的雨之波处 却已经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忽然被你命名九尾的血奈 有些窃窃的声音从你脑海中响起 主人 不知怎么的 你前面的座墓碑下面传来恶意 不会是鬼吧 文言你一愣 墓碑吗 难道是白绝 你确定要血奈 嗯 确定 血奈不会感应错的 就在主人正前面第三个墓碑下面 随即你将目光放到该墓碑上 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白绝 白绝 我还以为是鬼或诈尸呢 这货貌似没有灵魂吧 要是能干掉它的话 也不知道能不能将它囚禁在灵魂空间 这么想对你一时链接上了血奈 然后通过九尾特有的善恶感知 感应到了白绝的位置 血奈 如果可以的话 看能不能将它引回宇智波族地 主人的意思是让我吸引它跟着我们是吗 对 能做到吗 我也不清楚 我试试吧 不一会白绝突然感觉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盯住了 顺着这种感觉 它将目光放在了宇智波幼的身上 但无论怎么看又都不像发现它的样子 到底是谁呢 难道闲传是错觉 至于身为婴儿的你直接被白绝给无视了 不一会哀悼会结束 待父母离开 又抱着你缓步走出烈士墓碑 见它离开白绝果断跟了上去 主人 它蹲上来了 嗯 我知道了 先吸引住它 找机会下手 而整个木业的重建工作正如火炉茶的进行中 走在回族地的路上 到处都能听到工人的吆喝和敲击木板的声音 喧闹的环境倒是给了你很好的机会 但又走到转角位 刚刚转过弯的一刻 你立马让雪奈动手 随即雪奈凭空从右的身后出现 身体一窜瞬间来到了白绝的上方 右爪迅速膨胀猛地向着地面一刺 风锐的胡爪瞬间刺穿地面 里面的白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直接刺穿 一击得手的雪奈身体再次一窜消失在原地 你随即意念一动 收容白绝 收容白绝成功 听着脑海中响起的提示音 你似乎有些意外 这时走出两步的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就在他想要转身的一刻 你挣扎起来 呜哇哇 又顿时被你的哭声吸引 是附近太吵了吗 好了好了 马上就到家了 别哭了 说着他也放弃了转身查看的想法 继续迈步向着雨之波足地的方向走去 走出几百米雪奈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然后身影消失进入到了灵魂空间 又疑惑地转过头自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奇怪难道是受昨天酒尾袭击影响太敏感了 可他见你还在哭着也只能继续安慰 继续向着雨之波足地的方向走去 突然一声又均在右耳边响起 听到声音又转过身 你也是心中一动 雨之波全吗 然后你哭得更厉害了 那个昨晚真是谢谢你了 多亏你我才得救 没事 昨天不是谢过了吗 嗯 我只是觉得应该更正式地感谢一下 这么说着全注意到在哭的你 佐助做什么了 为什么哭那么厉害 应该是昨天受了点惊吓 平时佐助很好哄不会这样的 受了惊吓吗 那为了感谢右军 我帮你哄哄小佐助 不用了 刚刚爸爸妈妈叮嘱了我 一定好好照顾佐助 全神色一僵 什么意思 我照顾就没有好好照顾 说不定他比较喜欢女孩子抱呢 这时你挣扎了一下 向着宇智波拳伸出手 全看见你的动作笑眼弯弯道 看吗 果然佐助还是更喜欢女孩子 说完他绕到右的身前 伸出手将你抱了过来 嘻嘻小佐助 还记得我吗 我是宇智波拳呀 虽然你还不能说话 但你顿时不哭了还露出满脸笑容 右面无表情直勾勾的盯着宇智波拳 右军你看 小孩子还是更喜欢女生的 马上不哭了 可下一秒拳的身体脸色一降 你好像做了什么不该做 穿越成宇智波本部 可你放着最强的虚左能护不练 却挽起了实力拉胯的阴九尾 那些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屠杀整个木叶村 反而每天不是在东边挖坟就是西边挖坟 其目的竟是为了吸取历代火影的灵魂 只因你觉醒了灵魂监狱系统 只要将灵魂收容在监狱之中 不但能掌握其灵魂生前的所有忍术 还可以掌握着灵魂所拥有的血统和血迹仙剑 此刻在灵魂空间的三号监视内 白爵正满头问号的疑惑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他只隐隐记得自己跟着一个少年 然后隐约看见一只狐狸状的通灵兽 直接刺穿了他的身体 想不明白的白爵发动浮游之术 尝试离开这个尖仓 只是可惜术明明发动成功 却无法和这里的环境融为一体 这时你的意识体来到了三号监视 白爵发现来人便好奇道 是你将我关进来的 真的厉害呢 竟然连我都无法脱困 确实是我将你关进来的 而白爵并没注意到你回答 反而又打量了一圈监视 奇怪 这里连个厕所都没有 被关在这里的人要是想大便怎么办 拉地上吗 那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闻言白爵满脸期待 你能告诉我 当然 我这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只要你将你的能力给我 我就告诉你 你要我的能力 我要怎么给你 很简单 只需要内心想着 将全部能力给我就行 闻言白爵心里想了一遍 然后脑海中响起声音 听 是否将能力全部给予灵魂之主 白爵一脸惊奇 然后内心想了一个事 恭喜属主获得白爵体制 和白爵掌握的所有忍数 听闻你也是猛啊 没想到这就行了 你知道白爵单纯 但不知道这么单纯 白爵隐约意识到自己的能力 真的给予了所谓的灵魂之主 这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让他不由一惊 给你了 能告诉我了吗 来这里的都是灵魂 所以他们不需要大便 白爵猛吗 就这而已 而你并没有理会猛逼中的白爵 等价的交换既然完成 你自然不会再留它 释放白爵 叮 白爵释放成功 见白爵彻底消失 在三号监视你摇头是笑 还好这只白爵的智商不怎么高 不然就白爵阵脑回物 要想他们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恐怕有点难 收起思绪你的意识回归现实 此时天色已晚 又将你放在婴儿床上 见你睡着后便静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不一会你通过学耐的感知能力 确定又已经走远后才睁开了眼睛 随即你一念一动 提取白爵能力 在成功融合后 你只觉精神器都提升了不少 生命力和自愈能力 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白爵士陷入无限阅读的人类化身 经过了逐间细胞唤醒 也不知道这点细胞中 还有梅阿修罗查克拉 从而引导出六道仙人的力量 开启轮回眼 念头生起 连你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 太过一想天开了 护士二力相语为一德森罗万象 再差怎么也需要两种查克拉 达到一定比例 才能转化引导出六道查克拉 开启轮回眼 曾经半夜获得了一大块助肩血肉 也是等到生命即将结束 才将自身查克拉转化成六道查克拉 从而开启轮回眼 然后通灵出外道魔像 序了一波命 而剩下的一丁点助肩细胞 还通过不断分裂培育了一大堆白爵 你获得的这个白爵身上 都不知道是分裂了多少遍的N代细胞 再说阿修罗的查克拉 已经转世成名人了 这丁点N代细胞中 还有没有阿修罗查克拉还另说 即使有含量 也只有那么一丁丁点吧 这个比例想要转化成功 不是一想天开是什么 没有多纠结这个问题 你思绪一转 本来还以为需要过个三五年 等身体发育些许 才能暗中为雨之波一族做些谋划 但现在你有了白爵的能力 就不用受限于身体 有些谋划也可以提前启动了 还有水门九星奈 明月这张牌也可以摆上牌桌了 随即你一面连接灵魂空间 雪奈 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查克拉 原因是你的本体才三月大还未发育 自然是无法从身体内提取查克拉 即使能经络也没有生长完成 根本无法让查克拉在体内运行 要是正常情况 你连九尾查克拉都无法借用 毕竟使用伟兽查克拉 想要完成施术 也必须经过体内的经脉 但如今你拥有白爵体质 白爵是没有人体经脉的 白爵的术也不需要游走经脉 此刻伟兽专属空间中 雪奈听到你的话便让你随便用 你先是抽了一点查克拉发动浮游之术 气息随即和自然融合为一体 接着你再次抽取雪奈的查克拉 发动袍子之术 而在专属空间中正追着 蝴蝶刚刚跃起的雪奈 只觉查克拉瞬间被抽空 身体一软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混蛋主人 你到底抽了我多少查克拉呀 雪奈 刚刚不是给你过打招呼了吗 混蛋 你可没说抽这么多呀 你这是要毁灭木叶吗 行了行了 等下有牛奶我分你一点 呵 一点牛奶就想收买我 当我雪奈是什么狐 起码要半瓶才行 行半瓶 不准反悔 话音刚落一颗颗庞大查克拉 豹子从它的身上分裂出来 不断膨胀长大 长成了左猪婴儿的样子 豹子之术是白绝的分裂体 体型形态什么的 并不影响它们的行动 普通白绝受限于自身查克拉 并不能分裂出多少豹子 但你有着雪奈排充电宝 确实可以分裂出 数十个上百个甚至是上千个 只是考虑到 使用的是雪奈的查克拉 豹子分身并不完整 无法自动生成和恢复查克拉 婴儿只分裂出了五个 五个孢子分身之中 其中三个拥有雪奈10%的查克拉 两个拥有雪奈20%的查克拉 届时五个分身一下 抽了雪奈70%的查克拉 只要不战斗 淡淡维持浮游之术潜伏的话 足够这五个孢子分身 维持个一年半载 吸住一下普通下忍中忍 什么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 即使到时候查克拉不多了 找个几个下忍中忍 什么的慢慢吸就是了 在收起思绪后你一年一动 随即五个孢子分身 发动浮游之术四散而去 其中两个还离开了木叶 朝着风之国的方向急速前进 接着你再回到 灵魂空间的一号监仓中 在其中一个孢子的监视下 你将正在木叶办公室 协商的高层画面直播给水门看 水门看着画面中的 四位木叶高层 以及一个个熟悉的人族组长 心里不由暗自震惊 整个木叶权力阶层 和最高战力基本都在这里了 却连被人直播都没有发现 这让曾经作为活影的 他如何能不心惊 你这次来就是为了 展露你对木叶的监控能力 不不不 你继续看下去先 一个重新规划村子的会议而已 难道接下来还有什么重要一题 波松水门按捺住心中的疑问 将目光重新放在画面之上 由女一族请搬到这个区域 只见至孙团葬拿着长叫棍 点在木叶地图上的某个区域 然后向其他族长解释到 表示希望能够拥有一片森林 这次的安排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由女一族族族长 由女之威点了点头 算是为团藏的话佐证 也是对这次的安排表示满意 他们一族以自身查克拉 喂养虫子驱使虫子为主 因而对足地的要求 更倾向于靠近自然环境 其余忍者族长见状 也点了点头表示没有意义 毕竟划分给有女一族的足地 只是村子边缘 并非什么牧业中心 他们自然不会反对 这个议题算是就此通过团藏继续的 奈良一族的足地并没有受到损伤 保持不变 在连对几个忍族足地做出了安排后 众人族组长都没有的太大的抗拒 表示接受安排 会议室中闭目养神的 宇智波复月睁开双眸 在灵魂空间内 你嘴角一勾透出嘲弄之色 剑撞波风水门心中微动 只见团藏的轿棍落在了村子的边缘区域 在这里重建 与此同时宇智波一族也 见此宇智波复月站了起来皱着眉道 宇智波是维护村中治安的警务部队 这个地方距离村子的中心实在太远了 难以应对紧急任务 有紧急情况是暗部会出动 宇智波复月顿时意识到 这是要削弱警务部队的知觉 这是一直沉默的原飞日展开口 警务部队经常往来与演习场训练 这地方正提灵适合的训练场地 可以将那里作为宇智波的专用演习场 见原飞日展开口 其余牧业高层和各大人族组长沉默 再回想起昨晚禁止宇智波参战的命令 宇智波复月深呼吸一口气重新坐了下来 见状你忍不住鼓起掌来 将宇智波一族原来的足地化给村民 从而让他们产生对立转移矛盾 不愧为左牧业之案 果然好手段 水门文言愣了一下 你是宇智波一族的人 猜对了 我就是宇智波的人 水门有些愕然 见你这么疼快承认又不免心生怀疑 你不会以为我会担心被你获悉身份吧 水门瞳孔微微一缩而后缓缓吐出一口气 虽然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 即使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连灵魂都被囚禁起来的 他又能做什么 所以你就是想给我看你们宇智波一族遭遇的不公 那么作为牧业第四代火影的你 有没兴趣就牧业高层的做法做个评价 我已经死了 但我相信三代大人和几位顾问这样做 一定有他们的考量 不疑会 村子重新规划的会议完毕 个人族组长离开 会议室内只剩下四位牧业高层 与此同时九星奈所在的二号监视 也浮现起会议室内的画面 原本意志消沉的他随即一愣 这是牧业高层吗 下一秒只见画面中的转情小春开口道 好了 现在该谈谈任助力的事了 任助力 波峰水门皱眉 九星奈瞳孔一缩 单从任助力这三个字就透露出非常多的信息 其中就包括了高层打从心底对名人的看法 九星奈打起精神一双眸子紧紧地盯着画面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也不知道画面的内容是否真实 但是关他刚出生的孩子 每一帧画面每一句话都不想错误 波峰水门此时也注意到九星奈那边的情况 再加上高层脱口而出的任助力三字 令他心中不由浮现出强烈的不安 而你脸上玩味之色愈发浓烈 只要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 那么永远都不可能感同身受 不是相信牧业高层的考量吗 怎么就担心起来了 将任助力交给我们根部吧 见此没有你让失望 团堂就如战场上的一个急先锋 率先表态 我会将任助力培养成只会忠于牧业的一把尖刀 水门忍不住沉谋 九星奈却是勃然大怒 根部是什么地方 他们夫妇都非常清楚 这是要将他们的孩子培育成毫无感情 只会听从命令行尸走肉般的杀人机器啊 这让九星奈如何不怒 检测到九星奈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五行封印 倒是水门不愧是曾经当过火影的人 现在还沉得住气 原非日展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名人是四代夫妇的遗孤 我们不能这样对待英雄的孩子 文言团藏吃笑一声 他们是英雄 数次大战中为木叶抛头颅撒热血 最后战死沙场的人者就不是英雄 昨晚因九尾而牺牲的人者 他们就不是英雄吗 他们当然是英雄 但团藏你到底想说什么 既然如此 那么日展你告诉我 昨晚牺牲的这些人者中 又有谁不是英雄的后代 听闻原非日展语色 团藏继续质问 你再告诉我 这些作为英雄后代的他们 为什么要为四代夫妇的过失而牺牲 过失 原非日展忍不住皱眉 团藏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昨晚的事故难道不是因为 四代夫妇的过失所致 在我看来 四代夫妇不但需要为这次事故负上全责 更应该为所有英九尾而牺牲的人者 村民他们的父辈 甚至是后代都一一谢罪 就这么死了倒是便宜他们了 但却苦了我们因此而支离破碎的 无数个家庭 检测到漩涡九星奈 波松水门产生剧烈情绪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 影分身之术和手里剑影分身之术 咦 这就沉不住气了 显然团藏的话对水门打击极大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活影 即使到死的一刻他都是这么认为 甚至希望名人能够作为英雄之子的身份活下去 但没有想到他死后 牧业高层对他的评价却是这样的 仿佛就是牧业的罪人 反观九星奈则是一头红发因怒火生腾而无风飘扬了起来 脸色阴沉得令人可怕 会议室中 转请小春也开口道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无论是非公过四代夫妇都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 作为老同学他非常清楚团堂的性格 和他争论只会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见状九星奈心中怒气爆火 转请老太婆你这话什么意思 水门有什么错 什么叫做只能以英雄的名义传送 察觉到漩涡九星奈产生剧烈情绪波动 恭喜宿主获得契约封印 果然还是水门沉得住气啊 与此同时会议室中的至村团葬冷哼道 当初我就说应该选择大蛇丸作为第四代火影 要是他当火影木叶也不用蒙受大难 好了好了 过去的是暂且不谈 我们继续讨论任助力的安置问题 文言水门河九星奈心中一沉 他们也知道名人接下来的安排好不到哪里去 任助力交给我们根部 不行 九星奈临终前我答应了他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后代 所以我不能将名人交到你们根部 水门河九星奈文言暗松了一口气 而你却笑了笑 行了不用担心了 任助力只能掌握在火影手中这是惯例 三代再老糊涂也不会交给团藏的 作为一个政客不要以为他的诺言能有多可惜 水门河九星奈听完你的话知道这是刻意理解 但不得不承认 水门刚升起的感动确实是被他的一句话无情击碎 与此同时只见团藏脱口而出 非奸老师临终前 你也答应过会将木叶托付给值得托付的人手上 现在呢 大半个木叶毁于一旦 还成了五大国最短命令 好了团藏 不要拿非奸老师开玩笑 任助力也不要想了 那不是你能染指的 有什么就提吧 团藏惯用的破天窗套路他们怎么可能不清楚 无非就是想借任助力做砝码谈条件而已 没错 任助力只能掌握在活影手中 这点你也应该清楚 日展会将他亲手交托给下任活影的 就不劳烦你们根部了 这下转请小春直接给说出来了 原非日展也没有否认的意思 这让原本感动的水门和九星奈也不由一致 我们根部愿意为木叶分担 照顾因九尾牺牲的忍足后代 可以 先将名单交上来 我们再确定批复 灵魂空间中 你完威地看向水门 布置我们的活影大人 有没有因当初将九尾封印在孩子身上的举动而感到庆幸 水门沉没片刻 脑袋已经乱麻了 这时团藏又开口道 因为需要照顾他们 我们根部的支出加大 啊 刚刚还说为木叶分担 现在又伸手要钱 不要太过分了团藏 第三次人界大战结束不久 木叶还没缓过起来 现在又遭受大难 方方面面都需要营两支出 如今财政已经是亏空状态了 团藏略有深意道 那就不从木叶财政支出 不从木叶财政支出 两位顾问相识一眼 他们已经明白团藏的意思了 这也是无奈之举 他们都是继承火之意志 甘愿为木叶牺牲的英雄 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们的苦心 况且留着不取 难道还便宜火治国银行吗 水门见此不经皱眉 便宜火治国银行 这是什么意思 牺牲人者的遗产啊 真不懂啊 水门瞳孔一缩 他实在不敢相信 木叶高层竟然还做这样的事 甚至从他们的话中来看 还不是第一次 他们都是保护木叶而牺牲的呀 怎么可以这样 水门深呼吸一口气 缓缓合上了双眸 这就是木叶吗 私底下将夺人家 才说得如此轻松 而九心奈以为 自己非常了解木叶了解政治 但这一刻他才明白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 会议适中 一提经过一番曲折 终究还是回来了名人的身上 不管是水门的后代 还是任助力的身份都太敏感 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决定让名人跟九心奈性漩涡 然后交给失去孩子的 普通家庭赞为照顾 看到名人最后的安排结果 这一刻九心奈 无比庆幸自己的孩子 是任助力 即使不能成为 受人敬仰的英雄后代活着 但至少不用送到根部 至少可以作为普通人活着 水门对于名人安排 也可以坦然接受 但看到九心奈的画面 他却无比地揪心 他知道政治 必然伴随着血腥和黑暗 一直以来 他都刻意不让他 接触政治黑暗的一面 就是担心他抵触 但如今连他自己觉得 看不清木叶 看不懂所谓的政治 更看不懂他一直 敬重有加的三代活影 你给我看这些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只是有趣吗 你是想让我对木叶 失望从而给予你力量是吗 太聪明不会是一件好事 你说你是羽智波一族 我和傅月 他话没说完就被你打断了 不要跟我攀关系 相信你如果有能力回到现实 你也不会看在 组长的面子上放过我不是吗 确实 如果他有能力回到现实 他一定会将眼前的人揪出来 好 羽智波一族 一直都有夺权的想法 所以你的目的也是这个 相信眼你看到 也明白我们羽智波一族的处境 你要触碰权力上的皇冠 讲究就是师出有名 要想愚弄民众需要的 就是光正的理由和口号 你不会不懂吧 你这样和团藏又有什么区别 你认为这样能够说服我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过重要 你不会认为我的选择只有你吧 或者说你不会认为 我这是在祈求你吧 我愿意心平气和地和你谈条件 一是对曾经四代火影的敬重 二是就当下而言 你的能力对我还有价值 但你要明白价值和耐心 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 对能够求尽灵魂的我来说 我希望你能摆清楚你的位置 也希望你明白真正被拿捏在手中的到底是谁 说完你打了响指 一个金发婴儿的画面随之出现 看着画面中的名人婴儿 波峰水门瞳孔猛然一锁 瞬间色变 怎么样 我们的四代火影大人 相信谁为刀阻谁为鱼肉 你应该清楚了吧 波峰水门和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 而后缓缓吐出 九尾不能给你 他明白真要将全部能力交付出去 那才是真正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彻底失去价值 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他必须留下足够的筹码 而九尾就是最大的筹码 九尾 我已经不需要了 那你不能伤害名人 还有你说过可以让我们见证名人的成长 可以 但我需要除九尾外的一切 这么爽快 波峰水门不由宁谋 还有必要事帮助我们保护名人 小问题这简单 举手之劳而已 我该如何相信你会信守诺言 你只能相信我 现在你别无他选 文言波峰水门默然直勾勾的盯着 你要的能力我怎么给你 心里默念将除了九尾外的一切交给我 得到确定波峰水门算是彻底明白你前面的话 是否将除九尾外的能力全部给予灵魂之主 灵魂之主 波峰水门心中一动 是 随之提示音在你脑海响起 恭喜鼠主获得波峰水门掌握的所有忍数 很好 不愧是四代火影够果断 你也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放心 我会信守诺言 但需要一些时间 请稍等 说完你的身影消失 随之消失的还有九星奈的画面 见此波峰水门有些无奈地吐出一口浊气 他已经明白这位所谓的监狱长 所谓的灵魂之主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正靠在墙角的九星奈猛地站了起来 一脸警惕地看着陡然出现的左柱 你好 九星奈阿姨 阿姨 九星奈先是一愣 而后怒道 混蛋 我才二十四岁你叫谁阿姨啊 确实没称呼错 左柱笑道 阿姨还没死之前 还摸过我的脸啊 还摸过他的脸 从迷雾下的身刀体型来看 对方显然已经成年了 九星奈怎么也想不起来 还有什么 还没死之前 听着就觉得隔音 没有纠结阿姨这个问题 他转而发出质问 你到底是谁 叫我囚禁起来是什么目的 还有为什么要给我看刚刚那些 你告诉我 那是不是真的 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 不急 左柱并没有回答的意思 他打了响指 要不你先看看这个 一幅画面随之出现 看着画面中正熟睡的金发婴儿 九星奈瞳孔一缩 明远 而后猛地转头紧张道 不管你想做什么都行 但请你不要伤害明远 放心 我是不会伤害她的 但请九星奈阿姨不要急哦 左柱再次打了个响指 只见一号监视中 波峰水门的画面出现 水门 九星奈再次瞳孔一缩 震惊到 你竟然把水门也囚禁起来了 虽然水门所出的环境 看似非常不错 但画面的角度 是从尖门出向内呈现 因此他明白水门 也是被囚禁了起来 不对 水门使用了诗鬼风景 灵魂应该在死神父中才对 但注意到画面中 水门的身前也有着明人的画面 他不可置信道 你竟然能从死神手中 夺下水门的灵魂 这不是重点 左柱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他竖起一根手指 直入主题一个条件 将你生前掌握的所有能力 和相应的知识交给我 我可以让你和水门重聚 并亲自见证明人的成长 将能力交给他就能 九星奈呼吸一致 相比于水门 他对能力并没有看得那么重 再结合刚刚看到的高层会议 担心明人无法得到善待的他 心动了 再看了一眼水门的画面 他随即心中一动 试探到 水门答应了吗 左柱再次打了个响指 只见前面水门答应的片段 以画面的形式呈现 九尾不能给你 要求 不能伤害明人 还有你说过 可以让我和九星奈 亲眼见证明人的成长 可以 但我需要出九尾外的一切 还有必要是 你要帮助我们出手保护明人 小问题 我该如何相信你会信守默言 你只能相信我 你要的能力 我怎么给你 心里默念 将出了九尾外的一切交给我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很好 不愧是四代火影 够果断够爽快 该履行你的沉默啊 画面看完九星奈怒道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水门 为什么还要找我要 左柱笑道 这是双赢 双赢 九星奈怡了 这是哪门子双赢 陡然他灵光一闪 震惊道 你的双赢就是赢两次 左柱面露赞许 一副如此可教的模样 然后做了个情的手势 他知道九星奈不会拒绝 拒绝则可能意味着水门的付出 打水漂 沉默成本太大了 他不敢赌 只见九星奈面色不断变换 而后有些自暴自弃地开口道 给你给你 你这个贪婪的小鬼 正如左柱心中所想 他不敢赌 对比起水门 他的能力显得微不足道 他愿意相信 且尊重水门的决定 不管对方使用什么手段 说服了水门 他也只能选择接受 听 是否将所有能力 全部给予灵魂之主 灵魂之主吗 难怪能从死神手中 抢下水门的灵魂 没有多想 九星奈心中一动 是 随机提示音在左柱毛海响起 叮 恭喜书主获得九星奈的所有能力 同样 一种玄妙的感觉 让九星奈意识到 他的能力已经交付出去 他开口道 好了小鬼满意了没有 可女人 不就叫了一句阿姨吗 还小鬼小鬼的 当然 左柱打了个响指 随机他和九星奈的身影 出现在一号监视之中 而二号监视则彻底灰暗下来 水门 九星奈 终于得以相见 九星奈眼眶泛红 激动地扑入水门的怀中 两人紧紧双拥 仿佛要将对方融入自己的身体里 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那是激动的泪水 也是重逢的喜悦 即使他们分别不久 但死后的相逢 让他们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真的是你吗 水门 九星奈抬起头 捧着的水门脸庞 是我 水门紧紧握住九星奈的手背 点了道 九星奈 真的是我 太好了 九星奈终于忍不住 喜极而泣 对不起 九星奈 是我害了你 轻轻抹去 九星奈眼角滑落的泪水 想起左珠的话 水门满脸愧疚 不 你听我说 其实水门将人助力的事说了一遍 不 过去了水门 九星奈摇摇头 我不在意 我知道你也不用死的 是因为我 而且 现在我们不是很好吗 九星奈 水门 看着旁若无人腻歪在一起互诉忠肠 还差点就要亲在一起的两人 靠在墙边的左珠咳了两声 两人一个机灵猛地分开开来 混蛋小鬼 你怎么还在这里 九星奈脑目地挥了挥拳头 小鬼 水门一愣 水门 你知不知道 他竟然叫我阿姨还说九星奈 马上声色并茂地控诉起来 听完后水门目光闪烁转头道 你想要的都已经得到 现在能满足一下我们夫妻的好奇心 介绍下你在现实中的身份吗 就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 左珠笑了笑 而后点头 可以 只是在这之前 未来两位都要在这里生活 日子未免会有些枯燥 为了感谢两位的能力 我可以给你们换个环境 说完他打了个响指 随即水门和九星奈 只觉眼前画面一转 身影出现在一处家具齐全 布局温馨的房屋之中 左珠走到窗边 示意了一下窗外的环境 这里方圆虽然只有十来公里的范围 但动植物应俱全 时间和季节变化和外界一样 两位完全可以当作在这里度假 算是感谢两位的能力 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阳光 玉直琥珀 听着隐约传来的鸟虫鸣叫声 四代夫妇心中触动 两人相识一笑 简单参观过后 三人坐在了会客厅中 宇智波左珠 左珠并没有再继续隐瞒的意思 宇智波左珠 九星奈一愣 想起对方叫他阿姨 还说摸过他脸 随即灵光一闪 当初临盘前 我与宇智波美琴的画面 马上浮现在脑海 他下意识无嘴 震惊到 你就是美琴那个 长得跟女孩子一样的孩子 什么叫长得跟女孩子一样 左珠 脸色一黑 不对 紧接着 看着左珠迷雾中的身形 九星奈又惊呼起来 你怎么可能这么大了 左珠 水门也不由皱眉 宇智波族长二公子出生 作为活影的他还安排 暗部送过贺礼 应该比名人大不了多少才对 怎么可能 左珠耸了耸肩道 查克拉转世而已 有什么好奇怪的 查克拉转世 四代夫妇相识一眼 难怪 查克拉转世的传说 他们也听过 本以为是神话故事 但想起这个奇怪的地方 左珠奇怪的能力 灵魂之主的称号 似乎查克拉转世 也不是不能接受 陡然 查克拉转世 水门腹中的九尾 突然惊呼道 你是阿修罗还是樱陀罗 不对 他们可没有这种 奇奇怪怪的能力 也不可能拥有转世记忆 你到底是谁 九尾下意识地惊呼 更是证实了 查克拉转世的真实性 而且 水门还听出了 转世的还不止一个 他不由看向左珠 差点忘了 还有你这只笨狐狸仔 作为灵魂空间的主宰 九尾即使是封印在 水门的灵魂当中 但也逃不过左珠的监控 只是我是谁和你无关 我九喇嘛 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你到底是谁 听到左珠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九尾更是心中一震 要知道 除了伟兽外 九喇嘛的名字 也只有有限的几人知道 他们无意不是数百 近千年前的人物 但这些人中 九尾没有听说过 他们拥有这样奇怪的能力 难道 想起某个密文 他瞳孔一锁 但很快 他就否定下来 不对 那个人在我诞生前 就已经消失 是否真实存在都不知道 他不应该知道我的名字 有人知道 水门轻声嘻喃 原来九尾的名字是 九喇嘛嘛 九心奈确实疑惑道 你们在打什么哑咪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 什么笨狐狸 什么九喇嘛 是 九尾水门稍作解释 九心奈随即恍然 而后两人看向左柱 能夺准确说出九尾的名字 更是正视了 他查克拉转世的说法 但想想就知道 能夺查克拉不灭 带着记忆轮回转世 那么他生前 必然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人 这样一个人 转世到当下的牧业 也不知道是福是活 可以说说你转世的目的吗 波峰水门 忍不住试探 左柱摇头 这不是你们需要关心的问题 那你对牧业水门 忍不住继续发问 当开始他只知道 左柱是宇智波族人 哪怕知道左柱意图 帮助宇智波夺权 他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再怎么争 都是牧业内部的问题 高层的博弈和权力变迁 不会影响到村子的根基 但如今得知 对方是带着记忆的查克拉转世 对方对牧业的感官如何尚且不知 那他就不得不村子的未来担忧了 明白水门心中的忧虑 左柱笑道 放心 我不会伤害牧业 不会伤害牧业 水门暗松一口气 而后猜测道 你需要牧业帮你达成某种目的 通明 左柱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句 而后是有深意道 你愿意帮我吗 帮你 我封水门 瞳孔微缩随即明眸 这是什么意思 好了 聊得差不多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左柱并没有解释 感觉到一个孢子分身已经在猎势墓园 找到了他们俩的坟墓 且 这一世的母亲进入了他本体所在的房间 他站了起来 室友深意地看了一眼名人的画面 好好享受未来的日子吧 说完他身影虚化缓缓消失不见 水门看着水门满脸忧色 九星奈温柔轻柔着他的手 别想那么多 我们都已经死了 牧业的事就留给现实的人吧 顿了顿他看向名人的画面 我们只要看着名人长大就够了 是啊 我们都已经死了 只要名人能够健康成长就行了 水门反捉着九星奈的手 微笑道 好 灵魂空间中时间由我掌控 保存好他们的尸体 未来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 宇智波足地 足掌大宅 左柱 来 喝牛奶了 见左柱醒来 宇智波美情将装着鲜牛奶的奶瓶 递到他的嘴边 还好不是母乳 不然太干大了 先吃饱再说 已经有点饿的左柱张开嘴 蹲蹲蹲地吸吮着 很快 一瓶鲜牛奶就见底 糟糕 剑再也吸不出来 左柱想起了什么 随即一乐 左柱真乖美情 眉眼弯弯 正要将奶瓶拿起 不行 不能就这么让他走 他还欠血奈半瓶吗 左柱马上抱着奶瓶 咿咿咿咿起来 怎么了 左柱 是拉了吗 美情下意识伸手摸去 然后奇怪起来 没有啊 你才拉了 左柱只能一边吸着奶嘴 一边咿咿咿的叫着 还好美情很快就明白了 左柱的意思 是还没饱吗 无奈 只能继续吸着奶嘴 继续撒娇 他太难了 还好美情虽然不知道 有没有猜对 但还是再次装满了一瓶过来 来喝吧 左柱暗松了一口气 只是被他一直盯着 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 他只能紧紧抱着奶瓶 含着奶嘴 缓缓闭上了眼睛 困了 左柱 见左柱呼吸平缓 美情尝试将奶瓶拿起来 但感觉到他抱得紧紧的 也就放弃了 轻轻走出了房间 为受空间 这下没个几天都恢复不过来 差点被抽空的雪奈 没有了继续细细的心情 烂泥一样软趴在草地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嘴里叙叙叨叨地 控诉着真是混蛋啊 左柱的声音响起 我们的小雪奈在说 谁是混蛋啊 当然是我的主人 雪奈一副 你好意思问的样子 满脸怨气地转过头 随即注意到 左柱手中的奶瓶 他硬生生地指住话语 你的主 左柱笑音音地 晃了荒手中的奶瓶 然后高高举起 看了看地下 啊 没了 不要 仿佛看见了奶瓶 摔到地上的画面 雪奈惊呼一声 马上集中生智 一脸狗腿的样子 混蛋 当然是主人最爱的小雪奈娃 说完还屁颠屁颠地 跑到左柱脚边 讨好般蹭了蹭 他的小腿 左柱差点笑喷 见状 那雪直接顺着左柱的身体 蹬蹬蹬地爬到他的肩膀上 轻地舔了舔他的脸蛋 然后在他耳畔 喝了喝气 爹声道 主人可以给小雪奈吗 左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直接将奶嘴塞入她口中 给你给你 别给我夹着声音说话啊 嘟嘴被堵住的雪奈呜了几声 而后抱着奶瓶 从嘴巴中一开 看着满满当当的一瓶牛奶 她眨了眨眼睛吃一道 都是我的吗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主人最好了 得到确定 雪奈满心欢喜地眯着眼睛 含着奶嘴蹲蹲蹲地吸吮起来 将她从肩膀中捧起放到地下 左柱目光闪烁 我要放点东西在这里 放被雪奈随口打着 随即两副棺材 被某个包子分身 送进了尾兽空间 出现在左柱和雪奈的身侧 关关关材 吐 雪奈瞪大眼睛直接喷了出来 而后怒道 混蛋 人家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干嘛弄两个棺材进来啊 我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吗 看着左柱一脸无辜的样子 雪奈只觉牙痒痒的 无奈她也只能冷哼一声哼 然后别过头 蹲蹲蹲地快速将牛奶喝进肚子里 一瓶牛奶下肚 她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皮 转头看见左柱已经将两副棺材板揭开 她好奇地爬上了她的肩膀往里看去 随即一愣 拨风水门 再转头看向另一个 漩涡酒心奈 她眨了眨眼睛 奇怪道 主人 你干嘛居然加坟 只见左柱伸出手触碰在两人的尸体上 一脸满意的样子 不错 死了十多个小时了 身体都还没降硬 还没降硬 看着已经被入殓室整理好 一容宛如陷入沉睡中的两人 雪奈不由生起某个念头 身体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她怯声道 主人妮妮 你不会是想 想什么呢 左柱伸出食指 蹦了一下雪奈的额头 天 灵魂空间的时间都在我的操控之中 我只是想保存好这两具尸体 未来说不定 能够派上用场 雪奈顿势恍然 将棺材板合上 两副棺材内的空间 随即停止了时间的流逝 再通过一年控制弄出两个大坑 将两副棺材放在大坑中买好 立上墓碑以做区分 自此大功告成 欠一族地 可恶 数天后 南河川神社 得知族地要欠一道村子的边缘 族人纷纷表示不愤 九尾事件发生时 高层没有安排我们对付九尾 明显就是担心我们与制波一族 能用血轮眼来操控九尾 不仅如此 现在甚至有人说引发九尾事件的 就是我们与制波一族 把我们赶到村子郊区 就是要限制我们的行动 说起来 从二代火影开始 我们一族就被集中到了村子的角落 简直就等于把我们隔离起来嘛 这次把我们赶到了更远处 村子是在怀疑我们 族长 这时 一名族人看向一只和尚 双眼沉默着的与制波复月 这种迁移我们不认同 应该向高层强烈抗议 族长 你说句话 与制波复月睁开眼睛 你们的部分 我能理解 但迁移的命令 其他人族都接受 我们与制波一族不能一一鼓行 但是族长 复月做了个庭的手势道 具体的条件 我会去向高层交涉 但千亿我们只能接受 也必须接受 你们去通知下其他人 就这样啊 解散 暗处 这一世的父亲有点软弱了 所住的包子分身叹息一声 新足地的建设工作 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期间三大火影 原非日展重新执掌权柄 数个月后 与制波一族搬到了新的足地 原本外嫁后 并没有在足地居住的 与制波夜月也搬回了足地 当然 随着母亲搬回足地的 还有与制波全 暮夜四十九年四月 早晨 组长大人美晴早上好 宋又上学 对 夜月 你也是宋小全上学吧 是的 忍者学校第一天开学 家长都要到场 这是惯例 那我们一起走 好 今天是忍者学校开学的日子 路上遇见了 宋与制波全上学的 与制波夜月 双方家长打过招呼后 一同向的忍者学校走去 全姐姐 早上好 已经近九个月大的佐助 已经能够自己走路 且能够相对发音标准地 说一些简单的话 不但如此 他还展露出敏儿好学的一面 每天都在认真识字 一些简单的字都已经会写 成为宇制波一族有名的 神童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嗯 叔叔阿姨 佐助庇军 早上好 宇制波全打过招呼后 主动上前 牵住了佐助的另一只小手 稍稍弯下腰道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上忍者学校啊 不能每天都陪你啊 你在家要听话哦 知道了 终于能够相对独立 佐助心里不提多高兴 只是不能表达出来就是了 我会想你的 就只会想全到底谁才是你的家人啊 拉着佐助另一手的宇制波 又鼓了鼓着脸的 气 怪全 眉眼弯弯 晚上我有点时间 可以去找你哦 只是上了忍者学校 我要努力训练 不能陪你玩太久 嗯 佐助点了点头 放心 我会督促你修炼的 都督促我修炼 全美皱起穷鼻 捏了捏他小手道 人小鬼大 健壮赋月和美情相识一笑 转头对叶月道 叶月 这段时间真是谢谢你家小全 帮我们照顾和教导佐助了 在他们心中 佐助能够这么早会说话走路 除了天赋义禀 勤勉好学外 还有着很大部分 是与之波全的公傲 毕竟自从千亿足地后 很大部分时间 都是全在负责照顾和教导佐助 主要是佐助少爷聪明 看了一眼 说着悄悄话的女儿和佐助 叶月也是忍不住露出笑容 对于全能够通过佐助 跟组长一家搞好关系 他是非常欣慰的 重新回到一族后 至少能让血统 并不纯正的全 忍者学测试成功进入忍者学校 但进入了忍者学校 并不代表成为成为忍者 各位要努力学习 勤奋修炼 开学典礼 走累了的佐助正抱着 母亲与之波美情的小腿 维持着站立姿势 听着三代火影的致词 心里自然是无聊的很 抖然 无妖啊 灵魂空间中 传来九星奈的惊呼 胡妖佐助嘴角一勾 意识放在灵魂空间中 只见通过包子分身 传递到灵魂空间的画面中 一名路过的人者 注意到了被某个村民 抱在怀里的名媛 随即瞳孔一缩 胡妖二字脱口而出 可无九星奈挥了挥拳头不奋道 他为什么要说名人是胡妖 水门也忍不住皱眉 水门 我记得那名忍者 是你曾经的部下吧 没错 他是三井之人 第三次连接大战时 曾经并肩作战 并肩作战 我看你是救过他吧 水门默然 可恶 只见画面中 什么 胡妖又出来了 不会吧 胡妖二字 顿时勾起了附近的居民的痛苦回忆 纷纷惊惧地四处张望 胡妖 抱着名人的村民 注意到该人者紧盯着他怀中婴儿 他机械般低下头 随即紧盯着名人脸上 那酷似胡须的条纹 他瞳孔猛的一锁 不会的不会的 名人只是一个婴儿 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他抬起头看向三井之人 你你 说的胡妖是 没错 三井之人冷漠地看向名人 你怀中的就是胡妖的化身 我建议你还是杀了他 不然再次发起狂癌 杀了他 水门和九星奈呼吸一致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曾经毕恭毕敬的不暇 竟然能够如此平淡地 说出这种狠毒的话 他只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啊 我抱着的就是胡妖 村民再次低下头 名人的形象和数个月 袭击木叶的狐狸形象重合 心智尚未成熟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 名人见他的妈妈紧盯着自己 下意识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村民呼吸一致 名人的面庞和数月之前的胡妖重合 纯真 强烈的恐惧下 让他下意识将名人扔了出去转身而投 名人 灵魂空间中水门和九星奈顿时色变 轻呼 快跑 附近居民如梦初醒若慌而投 机会 三井之人双眸凶光一闪 右手一闪 随之一禀苦 我挟着灵类的杀意及时而出 怎么会 他怎么敢 他怎么下得了手 接连的变故让四代夫妇心脏骤停 目自欲裂 千军一发间 水门大喝一声佐助 放心吧 有暗部在 不会让他出事的 对 暗部 关系则乱 两人差点忘了暗部的存在 外界 盯的一声 铁气交际的声音响起 火星飞溅 只见一名暗部接住名人 手中致视长刀将苦物披落 可惜了 三井之人心中一阵失望 暗部怒道 三井之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非常清楚 面对暗部的质问 三井之人脸色猙獰地盯着嚎啕大哭的名人 我的父母家人 同伴 都是因为狐妖而死 这种怪物就不应该生活在木叶之中 暗部中美 你应该知道 它不单单是狐妖 名人的身份 当晚参与对付九尾的人者都知道 那又如何 即使没有狐妖数次大战 我们都赢下来了 我们木叶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怪物 你是在质疑三代火影大人的决定 听到三代 三井之人冷哼一声 压抑住内心的情绪 所以你要将我拘押到三代处受审 这是我会如是汇报给三代 你好自为之 留下一句 暗部抱着名人消失 左住的这句包子分身 只负责传递名人的画面 自然是迅速跟上 灵魂空间中 五妖狐妖 水门脸色铁青 紧盯着抱着名人的暗部 单听声音 他就认出对方的身份 那是当初负责保护他的专属暗部之一 这时暗部仿佛嫌弃正嚎啕大哭的名人太长 直接一个手刀劈在了他的相簿 年仅六个月大的名人眼睛一番昏了过去 水门清惊暴吐 九星在勃然大梦 该死为什么要这样对名人 这时暗部已然来到了仁者学校 隐藏在暗处 示意了一下怀中的名人 还在滔滔不绝地 说照火之一之的三代目光微微一沉 而后再匆匆几句结尾 在一众学生和家长的掌声下结束了至此 仁者学校附近某处 颜飞日展沉矛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三井之人 暗部事无巨细向三代汇报 颜飞日展皱了皱眉 而后缓缓吐出一口气道 行了 将名人交给我吧 是 暗部将名人交给三代 而后身影消失 火影楼 为什么还要留着狐妖 我们要见火影大人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对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狐妖变成了婴儿的消息 很快就在木叶之中传开 此时已经有着大批村民聚集在火影楼前抗议 喊着整戏话一的口号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刚刚回到火影楼的原飞日展 不得不直昧汹涌的群情 大家听我说 我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消息 但请不要被蒙蔽 名人不是狐妖 不是狐妖 不是狐妖 那他脸上的狐妖条文是什么 就是 三代大人 请不要为狐妖辩解了 即使是变成婴儿 他倒还是狐妖啊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不管原飞日展如何解释如何否认 村民就是不信 数个月的九尾袭经木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可能 村民们都不愿意留这个定式炸弹活在身边 三代火影大人 你说他不是狐妖 我们愿意相信 但请说出他的生父母证明他的身份 原飞日展沉默 名人是水门后代的使 他不可能说出 而他的沉默 更是佐证了狐妖的身份 一个人 不可能无父无母 更何况 这个人就在九尾袭经木叶的时候出生 他不是狐妖 谁是狐妖 原本内心摇摆 愿意相信原飞日展的村民彻底倒戈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请火影大人将狐妖逐出木叶 面对汹涌的名义 原飞日展只能以火影的身份做出保证 才勉强平气众目 灵魂空间中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针对名人 三代为什么不说出名人的身份 村民都认为他是狐妖的化身 任助力的身份就等于在忍戒公开了 为什么三代还不说出来 为什么不为名人证明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的孩子 九昔那眼眶通红 只觉心脏仿佛被什么紧紧揪着 明明前几个月一切还好 为什么就急转直下 前面的名人者明明知道名人是任助力 但为什么要给他关以狐妖的称号 愚弄不明真相的村子 三代火影为什么不为不说出名人的身份 为他们的孩子证明 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他不明白 对不起 看着失魂落魄的妻子 水门一脸不忍满是愧疚 当初不是他一意孤行 九昔那就不会死 名人就不会成为任助力 没用的 即使他们知道名人是你们的孩子 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左助出现 为什么 九昔那猛地转过头 满是不解 左助撇了一眼水门 水门作为火影 对于人性他应该很清楚才对 水门沉默 见状九昔那只能看向左助 那我就说几句我的见解 左助开口道 村民不是忍者 他们一直在忍者的保护下 数次忍戒大战的青亚木叶 都没有遭受破坏 生活的相对和平的环境 没有真正经历过 战争惨烈的他们愚昧且自私 他们认为忍者就应该保护他们 更不会理解什么是人助力 只会记得令他们 家破人亡的九尾 即使知道名人的身份 他们也只会认为 四代将九尾封印在名人身上 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九尾的力量 罔顾了他们的安全 愚昧的人是不会承认 自己的错误的 他们只会找各种借口 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战争和他们无关 他们关心的只会是 九尾会不会再次暴走 自己的生命 会不会再次受到威胁 这就是人性 最终的结果 不但有可能引来四代的敌人暗杀 还会影响四代在村民中的威胁 导致木叶的人者 对所谓的火之意志产生质疑 不明白 见酒心奈似乎不解 左助孝道 现在知道名人是 任助力身份的人者有不少 当晚参与对付九尾的 基本都知道 但知道他是你们后代的 确实不多 大家都不知道 一个人助力而已 孙明唾弃了就唾弃了 但要是公开了情况 却得不到改善 那么前车之鉴 你说木叶忍者会不会心寒 他们还会愿意 真心实意地保护木叶吗 酒心奈 痛苦微缩 显然 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不但如此 左助继续道 九尾人是憎恨的集合体 名人作为任助力 他的个人情绪很重要 真以为自己是 无父无母的孤儿就算了 孤儿骂受歧视很正常 但要是知道 自己是四代火影的孩子 却要遭遇不公的对待 你认为他还能 克制自己的情绪 你认为他还会 接受木叶高层的摆布 以上无论哪一点 都是原非日展 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名人的身份 注定不可能获得公开 况且不公开 还有着不公开好处 酒尾袭击过去不久 孙明需要一个宣泄点 只要把握机会 在关键的时候 给予一点微不足道的关心 酒心奈瞳孔一缩 虽今怒气生疼 该死原非日展 佐助确实看向 水门四代火影大人 不知道我对人性的 几点余见如何 你确实是很了解人性 这不是水门 第一次这么想 当初第一次见面 佐助就故意留下 酒心奈兼师的画面 还让两人的环境 造成鲜明的对比 后面更是一步步 直击软肋 让他们不得不 将能力交付出去 只是手段 不怎么光彩就舍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赞我了 这是画面中 原非日展再次召集了 当初参与 九尾之战的人者 重审了一遍 关于任助力的封口令 甚至将妖狐两字 也纳入禁忌之中 严禁对任何人提起 特别是明人 无视封口令 更是对任助力下手的 三井职人 自然是免不了 接受严厉的惩罚 这无关明人 木叶建立至今近50年 为了维持村子的秩序 自然有一套 严格的讲诚制度 有功赏有错法 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最后英村民 已经知道 明人狐妖的身份 已经不再适合 交托给村民照顾 原非日展 只能安排暗部待为照料 只是让一群 只会杀人的暗部照顾婴儿 该死 他们会不会照顾人 可恶 能不能温柔点 他已经喝不下去了 不要再阴慰啊 明人再哭都听不见吗 酒心难日常咆哮 七月 忍者学校第一学期结束 因为这是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 美情带着佐助 一起来到了忍者学校 街友放学 至于学期成绩有 毫无意外 自然是各科第一 然而与之拨拳 拳将 你的成绩单呢 别藏起来 给我瞧瞧 已经近一岁的佐助 已经可以相对流利地说话 将成绩单藏在身后的全脸颊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的 我可以给你看 但你不能笑 我不笑 佐助保证 对 各科综合 班级第十 年级前三十 突 四佐助笑了 佐助 全怒了 乃凶乃凶地掐住了佐助的脸颊 你说过不笑的 全家 这样成绩估计毕业都难熬 忍者学校每个班级大概三十人 能够成功毕业的 基本都是个位数 虽然佐助不知道那么多忍者 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了 但班级第十基本就没有毕业可能了 我也知道 但我已经很努力了 全有些失落 佐助也知道他努力 毕竟每天晚上他都会督促全修炼 佐助倒是探到 在你前面的都是忍族吧 全点头 基本是 佐助恍然 这无关天赋 忍者学校中有很多忍族或平民忍二代忍三代 他们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开始接受父母或族内的指导进行修炼 就连宇志波又他也是三十四岁就开始修炼 不但有身为宇志波一族组长的爸爸亲自知道 最近还有宇志波止水的陪练 四岁那年还上过战场 见识过战争的惨烈 但宇志波全父母都不是忍者 小时候 也就玩过下国家家班的人者游戏 进入忍者学校后 才开始接受系统的训练 除了上课时间 课外完全没有人知道 即使是开启了血轮业 但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能够获得终上的成绩已经是天赋一柄了 那就行已经很不错了 佐助安慰了一举 想起族内一名长老病重即将离世 他拍了拍拳的大腿道 接下来 我帮你想想办法 五岁就开启血轮业 未来最多十三岁就能开三沟玉的天才 却在带徒手上走不过一回合 太浪费天赋了 想办法 你 全有些恶然 他实在是想不到佐助怎么想办法帮他 数天后下午 本来已经出门的宇志波赋月 回到家中对美琴道 信念长老差不多了 我们去见他最后一面吧 差不多了吗 美琴心中叹气 而后点了点头道 好 正在认字的佐助听到动静拉着拳跑出来 爸爸妈妈是看信念长老吗 我们也觉得 信念长老 拳低声急道 佐助 他本来还以为佐助有什么话和父母说 但没有想到竟然是想跟着去见信念长老 信念长老最后的弥留时刻 肯定是要留给家人和族内高层的 哪有时间见他们这种小孩子 贸然过去只会显得非常没有礼貌 不知轻重 赋月深深地看了佐助一眼 而后点头道 走吧 一起去 小拳也跟着来吧 说完又转头看向美琴道 信念长老看到族内的小天才 或许会高兴 走得安详一点 也好 真一起去 他也去 全也是猛啊 来到信念长老的家中 他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房间中 信念长老 我的小儿子 佐助想见你 信念长老契若福斯 佐助 对于族内的小神童佐助的名字 他也是听过 作为出生的战国末期 信念见证了牵手和宇智波的最终之战 到放下仇怨建立木叶 再到班族长离开 见证了宇智波一族如何遭受打压 又如何逐渐走向示威的老古董 他在宇智波一族有着超然的地位 一生最大遗憾的就是 没能见到宇智波的复兴 如今即使有景灯窟 他依然关注着族内的天才 依然渴望着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 能够看到宇智波一族的希望 只是佐助太年轻了 现在表现出来的也只是早会而已 作为忍族 终究讲究的还是忍树天赋 只是可惜 佐助的天赋他是看不见了 见信念长老似乎并没有见佐助的意思 傅月双眸一臂一睁 化作一双万花筒 信念长老瞇了眯眼睛面露疑惑 只见傅月开口道 自从佐助出生后 我这双眼睛就再也看不清 宇智波一族的未来了 信念长老瞳孔一缩 傅月的拥有万花筒的事 包括是什么能力 他都知道 那是在心中做出抉择后 可以看清未来脉络的禁忌之眼 如今竟然 难道宇智波一族的复兴 即将落在他的身上 这么一想 他仿佛回光反照般 宇智流利急促 傅月 你会不会搞错了 傅月摇了摇头 我开始也没有怀疑 佐助 但我看到的未来中 只要涉及佐助画面就会中断 因此 我尝试着去看佐助的未来 但一无所获 甚至和他接触的人 未来也会愈发迷茫 甚至连木叶的未来 我也看不清了 为此 我的失利 竟然连木叶的未来都看不到 信念马上击到 什么时候的是 九尾之夜 所以你将佐助带来了 不 是他主动要见你 还带来了宇智波业约的女儿 宇智波拳 而他正是未来愈发迷茫的人 看不清楚未来 能够影响身边的人的未来 信念呼吸急促 马上开口道 快 带他们进来 是 房间外 一堆足内高层不时地撇向佐助和拳 佐助倒是一脸坦然 拳却是如坐针毡 这时傅月走了出来 佐助拳进来 文言美情乐然拳大脑当机 就连佐助也不由遗愣 怎么让他们进去了 他只是想确定 信念长老什么时候死而已 毕竟他只留了三个孢子分身在木叶 现在都各有任务 傅月 这是一名长老顿时训斥的 小孩子不懂事就算了 作为组长的你也不懂事 话语刚落 让他们进来 信念长老中气十足 略带不满的声音从房间中传出 那名长老神色一致 其余听到信念长老声音的人 纷纷心中一沉 他们明白 信念长老已经 但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会将生命最后的时刻 留给了两个小孩 走吧 拳降 佐助拉着拳走进了房间 信念长老 二 信念长老先是上下打量一眼佐助 单从精神气 他就看出佐助的与众不同 至于拳 扑扑通通吧 受回目光 信念长老向雨智波 傅月摆了白手 傅月退出了房间 竟然还是单独接见两人 外面的族人纷纷侧目 房间中 信念长老开口道 佐助是吧 直说吧 我已经时间无多 听傅月说你要见我 说出你的来意 单刀直入 这是最直接的试探 佐助心中微动 他明白 贸然拘禁别人的灵魂 即使是族人 也不免会心生贤心 能够生前说服 最好还是生前说服 至少打个预防针 心里有了准备 更容易接手 因而他也没有跟信念长老 多圈的意思 说实话 其实我也没想到您会见我们 我这次跟来 也只是想确定一下 您什么时候死 也不知道我爸爸和您说什么 竟然让您亲自接见我们 但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在这里说吧 说到这里 他拉了拉身边的雨智波拳 拳 先给长老看看你的血轮眼 什么 确定一下您什么时候死啊 全心里狠狠吐槽 只是吐槽归吐槽 此情此景 他也不敢置疑 只能听话赵左 眼睛瞬间化作星红 左出道 这是他五岁的时候开启 在雨智波一族之中 应该算是天字卓越了吧 五岁这么年轻 就开了血轮眼 确实难得 信念长老也没在意左出的话 他面路赞许表示肯定 而后又摇了摇头 但不够 要是再早十年二十年 说不定 我还可以亲自知道一下 甚至受为关门弟子 也不是不可能 但现在这个理由还不够 信念长老您现在不行 但死后可以啊 左出露出含蓄 而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不知道您死后 有没兴趣继续为雨智波一族 发光发热指导权修炼 什么死后发光发热啊 什么死后指导 左出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雨智波拳 感觉他的大脑都快转不过来了 死后还能指导 信念长老则您谋 你确定 确定 左出伸出手 手中您现出查克拉 随即高速旋转 化作一颗蓝色查克拉球 整个房间顿时狂风大作 我悬完 信念长老瞪大眼睛 四代的招牌忍术 他还不到一岁 这个年纪查克拉经脉都没有生长完成 根本不可能提炼和运行查克拉 一旁的犬 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你是怎么提炼查克拉的 对比起螺旋丸 信念长老更在意这一点 九尾左注做了个口型 九尾 信念长老惊异道 他不是已经被 木叶如今只剩下半只 半只 也就是说 还有半只在左注身上 信念长老有些惊异不定 随即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 好 哈哈 好啊 一个一岁不到的人 不可能提炼出查克拉 也不可能使用出螺旋丸 更不可能知道九尾的情报 单凭这无法解释的三点 他就愿意相信左注 房间外 这 听到信念长老的笑声 一个个 与之波族人神色恶然面媚相聚 傅月则暗松了一口气 他堵对了 房间中 小左注我现在可以死吗 已然止住了笑声的信念长老 陡然容光焕发 仿佛对死亡充满了期待 那不行 左注摇了摇头 至少 让我们走了再死 好 信念长老爽朗的 我这副老骨头还能撑得几分钟 你先走吧 让他们都进来 好 信念长老 再见 拉着大脑已经当机的羽制不全 左注离开了房间 见他们出来 一众足内高层七舌八嘴地围了上来 发生了什么事 信念长老怎么 你们谈了什么 信念长老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左注对着房间稍作示意 信念长老说 他还能撑几分钟 叫我请各位进去 文言知道信念长老 临终前还有要事向他们交代 众人也就没有了询问的意思 统统走进了房间 其中拨在最后的傅月 有些复杂地看了一眼左注 见状左注一脸纯真的挥有挥手 爸爸 妈妈 我和全就先走了 是啊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我的儿子 傅月示然 脸上升起笑容微微点头 好 先回去吧 说完又看向羽制播全 小全 左注就拜托你了 全回过神来慌忙点头 哦 好 组长大人请放心 房间中 长老 让我说 信念长老摆了摆手的 我时间不多了 众人面露沉重默然 只见信念长老开口道 首先 左注和全见了我的事 仅限于你们之道 不能和任何人提及族人也不行 明白吗 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但众人还是点头 是 还有 我知道你们对傅月无法替羽制播一族 顶住高层压力而有所不满 但你们要明白我们一族的处境 被高层怀疑成控制九尾的凶手 我们与制播一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想要渡过难关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以后事关一族未来的重大决策 你们必须听傅月的 不能有意义 明白了吗 一众族内高层长老瞥了一眼傅月 随后丁眉顺眼是 明白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 信念 长老用了一拍床板冷横道 你们不要认为我即将离世就可以随意敷衍了事 我是不会真正死去的 即使是死 我的意志也会继续延续下去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依然会看在眼内 今后 如果你们对傅月的决策应奉扬为 那就不要怪我 与制播信念不念及同族的旧情 这 意志延续 众人想起某种禁忌 想起刚当的权和佐助 难道信念长老 他要 美琴有些不忍长老 放心信 念长老摆了白手 而后目光凌厉 环视了在场众人一眼 刚当的话你们听明白没有 明白 好 见状信念长老满意点头 而后精神一直开始缓缓溃散 他艰难地摆了白手 气若福斯 你们散了吧 傅月你留下 是 众人心中悲疼 最后再深深地看了一眼信念长老 怀着沉重的心情退出了房间 待他们离开 信念长老颤颤巍巍地拿出一个瓶子 我的眼睛交给佐助 注意到瓶子中被特殊药水浸泡 有着特殊花纹的眼球 覆月瞳孔一缩 另一边 佐助 你就一句都不和我解释一下 回到组长大宅 宇智波拳插着腰 乃凶乃凶地盯着佐助 嘘 佐助做了个净声的手势道 要是错过了信念长老的灵魂 就前功尽弃了 灵魂 天啊 难道佐助还有勾魂的能力 宇智波拳一脸震惊 下意识无嘴 简单结合前面的话 这其实并不难分析 虽然他有很多疑问 但见佐助一脸震惊的样子 他也只好暂时将心中的疑问压下 不一回 叮 恭喜属主成功受容宇智波心宴的灵魂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提示音 佐助嘴角轻扬 行了 走 走 走去哪里 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佐助拉到了房间之中 拳 不要反抗 不要反抗 还没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宇智波拳就感觉到某种力量想要将他的意识抽离身体之中 这让他下意识一慌 但想起佐助的话 他并没有选择抵抗 随即画面一转 他的意识体变来到了某处陌生的脚印 眼前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星焰长老 他慌忙打了声招呼 心中一片震撼 正打量着附近的环境的星焰长老轻人了一声 而后感慨道 太神奇了 这是什么能力 他记得自己生命走到尽头 灵魂即将进入尽土时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 随即就来到了这处 紧接着佐助和拳就出现在身侧 佐助解释 这里是灵魂空间 也叫灵魂监狱 可以囚禁刚死之人的灵魂 灵魂监狱 这里风和利日 鸟语花香 可一点监狱的样子都没有 佐助笑道 这里的环境可以随着我一年而做出改变 星焰长老不是外人 未来还有甚多仰仗长老的地方 自然不能住在牢房之中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能力 厉害 星焰长老感慨了一句 然后想起螺旋丸 他看向佐助这么神奇的空间 相信除了囚禁灵魂外 还有其他能力吧 当然 只要被囚禁的灵魂愿意主动赋予 我就可以获得他赋予的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忍树血脉 血迹 这 这也太逆天了吧 星焰长老和宇智拨全都不由心中一振 随即星焰长老意识到什么 语气急促 佐助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怎么可以随意泄露 说这的同时 他瞥了一眼 宇智拨全 话中一丝不言而喻 全荒芒道 佐助星焰长老 我会保守秘密的 请相信我 不是我不相信你 星焰长老沉默道 人界有不少数都能强行入侵脑海获取情报 你又如何保证你不会被有心之人俘虏 我与之拨全顿势与色 星焰长老这时佐助开口道 我既然带他进来 自然是心中有数 请放心吧 这星焰长老稍作成因 然后捋了捋胡须道 本来佐助你心中有数 我这副老骨头就不应该再智慧 但灵魂空间的能力实在是太逆天 相信全会知道轻重 对 单纯的全重重点头 佐助 这个秘密于你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有什么限制的方法 请尽管用在我身上 佐助瞥了一眼星焰长老 只见他暗中打了个眼色 显然 他通过全前面的表现 确定 他也是第一次窒息这个秘密 虽然不知道佐助确保情报不外泄的方法是什么 但眼光局限于忍戒 他也只认为是类似根部的蛇 或根绝之术之类的咒音 担心与之拨全会因此对佐助生起 所以故意开口做这个恶人 信焰长老多虑了 因为没有刻意幻化意识体 身高感人的佐助 只能轻拍着拳的大腿以示安慰 并解释到 所有进入到这里的灵魂意识 都会受灵魂空间的机制影响 无法说出这里的秘密 人界也没有数能从脑海中探知这里的秘密 所以拳将 信焰长老 放心吧 那就好 与之拨全文言马上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还有这种机制 信焰长老暗暗扎实了 然后虚出一口气道 看来是我多虑了 这恰恰证明了长老对后辈的爱护之心 所以 佐助笑盈盈道 如此爱护后辈的信焰长老 相信不会吝啬自己的能力吧 你小子 手指了指佐助 信焰长老 似乎有些不难 能够将力量完整地传承给族内新生代 一直是老朽我求之不得的心愿 如今机会摆在眼前 我怎么可能吝啬 这对这个全心全意味 与之拨一族奉献的长老 佐助不得不肃然起敬 是小子我格局太小了 好了佐助 你说吧 我应该如何将能力赋予给你 信焰长老心里默念即可 竟然如此简单 信焰长老再次心中一震 随即点头 好 没有犹豫 他意念一动 丁 是否将所有能力赋予给灵魂之主 灵魂之主 这里的灵魂指的是灵魂空间 还是所有灵魂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 信焰长老意念一动 是 随即提示应在佐助脑海相起 丁 恭喜 属主获得与之拨信焰的所有能力 是否提取融合 担心融合后无法开启自己的血闻眼 因而佐助并没有急着提取 与此同时 信焰长老生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让他意识到他的能力已经给予出去 但却是发现自身并没有失去这些能力 这让他再次震撼于灵魂空间的强大 火然 上天并没有放弃我们与之波一族 佐助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与之波一族将会在佐助的手中迎来伟大复兴 而我 与之波信焰将见证这历史性一刻的降临 再次确定了这个想法 信焰长老只觉上天待他不薄 难掩兴奋激动之色 随即又想起了什么 他开口道 佐助你的螺旋丸难道是 明白他的意思 佐助点头 确实是 你是如何说服他的 对此 信焰长老非常好奇 无非是拿他孩子威胁而已 孩子 信焰长老知道水门的妻子生前已经怀孕 但并不知道孩子是否顺利生下来 对 佐助点头道 当今牧业的九尾人助理 也就是村民口中的狐妖就是他们的孩子 四代无法对付整治九尾 只能使用禁忌之术试鬼风景 将自己的灵魂和半治九尾献祭给了死神 而剩下的半治九尾则封印在了他们的孩子身上 多多转转 最终半治九尾 也被我通过灵魂空间所得 荡兰竟然还有这等曲折故事 信焰长老心中微动 只是四代牺牲的时候 佐助才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生在宇智波 姓宇智波 流淌的是我宇智波一族的血脉 简单略过这个问题 信焰长老转而好奇到 那半治九尾 经过灵魂空间的改造 这半治九尾 不管从外在还是内在 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简单解释了一句 佐助打了个响指 随即雪奈的身影出现 主人怎么了吗 突然被传送过来的雪奈有些梦 而后又有些好奇地看向两个陌生人 他们是 看着这只表情有些呆萌的小狐狸 信焰长老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这真是九尾 佐助点头 只是 他现在的名字叫雪奈 说完他又看向两人介绍道 雪奈 这位是我家族的大长老 雨智波信焰 这位是雨智波拳 贴了两人一眼 雪奈哼哼两声道 信焰大长老和拳是吧 你们可以称呼我为雪奈大人 还有你们给我记住 请不要将高贵的雪奈大人 和那只粗犷的野兽相提并问 知道了吗 自称高贵雪奈大人 这也太可爱了吧 雨智波拳眼睛一闪一闪了 雪奈大人 信焰长老无力吐槽 但此时的雪奈并没有刻意压制身上的查克拉 单听其体内庞大的查克拉来看 雪是伟兽没有错 身后也是九条尾巴没错 虽然外貌和性格似乎不对 但前面佐助已经提前说明 她也只能顺着雪奈的话开口道 雪奈大人 你好 毕竟是伟兽 叫声大人不丢人 她开心就好 竟然真叫了 雪奈意外地瞪大双眸 哈哈 随即 她意识到自己的神色似乎不妥 她倾咳了两声 然后一副赞许的样子看向新燕长老 九条尾巴 也随之轻快地左右摇摆着 她这是在愉悦 看着雪奈的摆动的尾巴 语之波全试探般叫一声 雪奈大人 你好 嗯 轻实地轻了一声 雪奈暂许地瞥了全一眼 只是嘴角都快里到耳朵上了 尾巴摇得更欢快了 真的太萌太可爱了 语之波全心都萌化了 所住不由摇头失笑 而后开口 好了 信燕长老 语之波全自小生活在族外 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人者训练 因而刚上人者学校的她成绩并不理想 但长老你也知道 五岁开启写文言 证明她的天赋极佳 不知 文言 语之波全收回放在雪奈身上的目光 紧张地看向信燕长老 那就将她交给我吧 只见信燕长老屡了屡苍白的胡须 我必定竭尽所能将她培育成强大的女人者 语之波全脸色一喜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竟然真的能够得到信燕长老的指导 要知道信燕长老可是语之波一族中最受族人敬仰的长老 除了因为她辈分最大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外 更重要的是她自牧业建立以来就一直执掌族内的族学和忍述库 数十年来一直字字不倦地给予年轻的语之波族人帮助和指导 因而才能获得族人的敬重 其他长老包括族长在她面前也只有乖乖哀训的份 能够获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指导修炼 这让语之波全如何不欣喜 当然 惊喜之余心里也难免有些压力 担心自己愚钝 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 担心自己辜负佐助和长老的期待 看出全此事有些患得患失还有些坠坠不安 佐助轻轻拍了拍她的大腿以示安慰 而后握拳做个加油的手势给她鼓劲 拳降 相信自己 你行的 加油 内心被触动的语之波全 陡然紧紧地将佐助拥入怀中 谢谢谢谢你 佐助 她知道都是因为佐助的缘故 信念长老才会答应 才有机会给她知道 不然 她一个血统并不纯正 不受族内重视 就连同龄族人都不愿意接触的边缘人 何得何能够获得信念长老的知道 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交道 要不然她也不需要整天往族长家跑 和佐助这个开始连话都不会说得小婴儿玩了 能够不受冷眼和欺凌 也因为佐助的缘故 以致她经常出入族长家中 才能令族内的同龄人不敢造次 看似是她在照顾佐助 但不得不承认 在照顾佐助的同时 她也因此获得了不少隐性的报酬 如今更是为了她 佐助不惜将自己最大秘密共享给她 找来最好老师 这让她的内心如何不被触动 等等 她突然灵光一闪 前面佐助说过灵魂空间只能将当死之人的灵魂 在收容信念长老的灵魂前 也需要专门上门确定过她什么时候断气 事后一直专心致志 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 四代 不但如此 近段时间更是经常一起洗澡 一起睡觉 睡着的时候还 在想起之前美琴阿姨的调侃 与之波全顿感脸颊一片火辣辣的 以今天佐助展露出来的成熟 她已经不能再将她当作一个小孩了 但偏偏她不管是外貌身高还是年龄 都确实是一个小孩子 感觉到拳的身体开始发烫 被抱在怀里的佐助抬起头道 拳 你怎么身体越来越烫啊 是不是发烧了 正胡思乱想的拳顿是一个机灵 迅速松开佐助后退一步 然后捏着拳头乃胸 乃胸道 你才发烧了 看着她红彤彤的翘脸 佐助愣道 那你干嘛脸那么红 要你管 与之波全恼怒 你这个人小鬼大的小鬼 一头雾水的佐助嘴角一抽 不得不感慨女人真是善变的 没有理会佐助全拍了拍脸 但整了整思绪 而后一脸坚定地看向一旁 不知何时开始欣赏起风景的信念 长老长老 如果可以的话 请马上开始我的修行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您的期盼 成为一个强大的女人者 信念长老捋着胡须转过身 笑音迎道 已经迫不及大了 但想要成为强大的人者 光有天赋可不行 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的信念 你做好觉悟了吗 嗯 好 开始修炼之前 我需要先了解你的身体情况 说着信念长老看向佐助小全的本体 能够进入这里吗 活人不行 佐助摇摇头 只能是灵魂和死物 信念长老皱眉 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啊 身体无法进来 他也就无法确定 女智波全的身体情况 那就无法制定高效的训练方案 这时佐助确实笑道 虽安全的身体进不来 但我可以啊 信念长老叫我怎么检查就行 不错 信念长老目光一亮 女智波全却是下意识惊呼出声 什么 佐助你 检查身体无非就是摸根骨 通俗点就是上下七手摸摸捏捏 但是想想 这就让已经无法将佐助当小孩子的他感到羞涩 嗯 信念长老疑惑 有问题 不全慌忙摆手 他哪里敢说有问题 拳架 你到底怎么了 反应这么大 明明刚刚还好好的 现在却不知道怎么了 佐助有些奇怪 看着他一脸无辜的样子 全有些牙痒痒的 好了 信念长老眼角带笑 那我们开始吧 现世 通过和信念长老交流 佐助对一旁的宇智波全道 全 你先躺下 闻言 宇智波全咬了咬下唇 躺在了佐助的床上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似乎些紧张 紧紧地合上了双眸 佐助也只以为他担心自己的根骨不好 所以也没有多想 在信念长老的指导下 佐助先是掐住了拳的小腿 只是触碰的瞬间 他肌肉随即僵硬了起来 佐助皱了皱没到 别紧张 放松 这让人怎么放松的下来 全心中狂寒 只能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心中纷乱的思绪 而后他本想轻了一声做回应 准备好了 但没有想到佐助突然轻捏了一下 吐出的声音也变成了低沉悠长的一声 佐助一愣 意识到什么的他瞬间红了脸 并下意识无嘴 心中大喊 天啊 我在干什么 这是 信念长老笑音迎道 看来小泉确实是有些紧张放不开 要不这样吧 佐助 你将他的全部意识都拉入灵魂空间 再慢慢检查 将他的全部意识都拉入灵魂空间 佐助目光一亮 这主意不错 什么 与之波泉确实瞪大了眼睛 而后猛地坐了起来 双手交叉抱胸部不要 好了好了 他拳架很快地走你 佐助已经懒得理会 突然神经细细与制波拳了 直接一念一动 将他的意识全部拉入了灵魂空间 看着已经完全放松下来的身体 他黑黑一笑 食指成爪 终于可以好好的检查身体了 对于检查身体 佐助也是第一次上手 并不熟悉 还要不时地和信念长老交流 因而 整个检查过程持续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灵魂空间中 与制波拳一副被玩坏的样子 虽然他没有感觉 但他可是通过佐助共享的画面 看得一清二楚 自己看自己呗 这种视觉上冲击更为致命 以至信念长老制定好训练方案后 他一直都不敢和佐助对视 只能化修难为动力 狠狠地操练着自己 外界的本体仅留下小部分意识控制 一丝不苟 且机械地做着体能训练 大部分意识体则进入了灵魂空间 接受信念长老指导 进行忍术的修行 大致相同于分出了一个 分身做着不同的修行 但又有些不同 普通人受限于查克拉 并不能长时间进行忍术的修炼 以原著中的卡卡西为例 剧情开始时 他曾明确说过 他的查克拉只够释放四次雷切 这就意味着他想要修炼雷切 亦或是优化雷切这数 他最多只能进行四次修炼常识 四次之后他就要停下休息恢复查克拉 这也是普通忍者修炼忍术 静静太慢的根本原因 但有着佐助的帮助 与之拨拳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却 我的查克拉耗尽了 雪耐大人 拜托您 雪耐 好嘞 没错 他有雪耐排充电宝 只是在新燕长老要求下 雪耐并没有一次性给予 直播权太多的查克拉 而是消耗完了 再按照全自身的查克拉量 给补充满 目的是为了让他保持 对自身的查克拉量的清晰认知 以免产生错觉 当然 雪耐也是乐此不疲 在一句句雪耐大人中迷失了自我 至于佐助 他也开始了他的修行 能够通过灵魂空间获得能力 并不代表他就不需要修炼 也并不代表他就和赋予他能力的人 达到了一样的高度 简单来说 他只是通过灵魂空间 获得了一个高级游戏人物 所掌握的所有技能 但本质上 他还是一个刚刚接触 这个游戏的一级菜鸟 操作上自然是无法和原号主 相提并论 每个技能忍数对应的按键手印 他也只是简单停留在 知道在什么位置的阶段 还没形成肌肉 记忆无法做到快速反应 打怪的经验更是为零 妥妥就是一个买了顶级号的萌新 因此 经验系统还没完全生长完成的 他开始了基础的手印练习 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做到三秒两印 瞧 临近天黑 膝下的斜阳 将天边染的一片赤红 咚咚咚 左柱房间的敲门声响起 随之傅月的声音传来 左柱在吗 爸爸 我在 进来吧 推开门 看见左柱正揉着手指 傅月便明白了什么 在练手印 左柱点头有些傲恼地甩了甩发胀手指 只是药油用完了 爸爸你那里还有吗 我这里还有一点 明天再给你买点回来 说着的同时 傅月从随身的医疗包中拿出药油 来到了左柱的身前 但蹲下 捉起他稚嫩的小手涂上 抒筋活络的药油 而后动作轻柔地帮他揉搓着 你年纪还小 练习的时长不能太久 明白吗 知道了 爸爸真是啰嗦 啊 傅月笑了笑 而后转头看了一眼 正在房间外的小花园中 修炼的羽制拨拳 即使是放假 小泉依然很勤奋了 左柱点头 爸爸你也知道 他这次期末考核的成绩并不理想 再这样下去的话 未来就有可能达不到毕业的标准了 毕竟他从小生活在族外 父母又顿了顿 傅月画风一转 需要爸爸安排人给小泉指导吗 这左柱含蓄一笑 不用了吧 毕竟因血脉的原因 全降在族内本就有些肝大 我担心会出现不好的声音 傅月深深地看了左柱一眼 而后点了点头 行 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他转而道 信念长老带着笑容走得很安详 遵循他生前的意愿 把他安葬在了南河川神社附近 这种事 完全没有必要跟我一个小孩子说吧 左柱一愣 隐约明白父亲猜到什么 或许在试探 或许是借他之耳 说对某些人听 他便好奇道 怎么这么快就下葬了 大把没有组织族人开追悼会 傅月摇了摇头 这是信念长老生前的意思 他认为没有意义 我也这么认为 有心的话 自然会主动送上花束 就像你的一位已经牺牲的族人前辈 他的队友每天都会到魏林碑悼念 说的就是带土和卡卡戏吧 左柱 心中微动 这时信念长老的声音响起 左柱帮我问问 有没有人自发悼念我这个老头子 左柱无语 生前要求不搞追悼会 此后却又担心自己有没有人悼念 真是一个不坦率的老头 默默吐槽了一句 他吃一道 那族内有没有人 这不像是左柱的本意 傅月心中微动 似乎在确定了什么 他点头道 当然 信念长老可是最受族人尊敬的长老 有不少族人知道这个消息后 都自发前往了南河川 就连一些在驻守边境的族人 也都传信向三代大人申请 希望回来进行哀悼 第三次忍戒大战虽然结束了两年 但边境还是不时发生小规模冲突 因而不单单是羽之波一族 木叶大部分的人者都还在镇守边疆 左柱默然点头心里对信念长老道 满意了吧 傅月说不少族人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没去 左柱 你帮我再问问到底谁没去 左柱不由吐槽 信念长老 你无私的青刀人射崩了 我为与之波一族担惊劫 血是不完全为了一族 也是为了落个受人敬仰的好名声 但这并不冲突 信念长老毫不在意地捋了捋须 况且我现在都已经死了 我倒是要看谈到底哪个是白眼狼 冲名者为名所类 最大的无私就是自私 当然 对于一辈子都在为一族操劳的信念长老来说 这句话并不存在任何贬义 只要实实在在地做了善事 让普通人受益 那他就是做善人 不能以别人为了名声做善事为借口 从而否定别人的善举 论计不论心 论心世上少玩人 行 就聪明这么够坦率 我就帮你问问 左柱开口道 爸爸不是说信念长老非常受族人尊敬吗 为什么只是一部分族人 火然 左柱的问题并非出自本意 更像是有人提醒 而会关心这个问题的 也是有 见左柱沉默了一会才问出这个问题 傅月已然确定了什么 他揉了揉左柱的头笑道 当然 信念长老是非常受族人尊敬的长辈 还有少部分族 或许只是沉溺于哀伤之中 亦或是希望人少的时候 再单独跟信念族长说说心事吧 这些事左柱你就不要关心了 好吧 左柱也只能点头心理对信念长老道 长老爱莫能住了 信念长老吹胡子瞪眼道 傅月当族长这些年 好的没学会 倒是学会了打圆场耍太极 真是气死老头子我了 对了 这时傅月拿出一个瓶子地给左柱 这是信念长老临终前让我交给你的 还有东西交给我 怎么没听他说过 左柱疑了 而后目光投向瓶子之中 随即瞳孔一缩 意识到自己的神色有异 左柱开口 这是什么眼睛 也是血轮眼吗 你不知道 傅月有些乐人 左柱愣道 我应该知道 傅月一负我已经知道 你不要再装的样子 提示道 信念长老 果然父亲大人已经猜到了 信念长老在我身上左柱直接摊牌 他没说 没说 傅月也是疑了 一是没有想到左柱会这么简单的成人 二是奇怪 信念长老怎么不说 他还在好奇这双眼睛的能力呢 是的 严作为族长的 他也不知道这双眼睛的能力 甚至连信念长老拥有万花筒都不知道 这个情报估计连族内都没有人知道 灵魂空间中的信念长老也是猛了 左柱 你不是说你连血迹都能获得 难道没有我的万花筒 竟然真有万花筒 左柱语色 我能说我有点看不上宁老的能力 所以没急着融合吗 鬼知道你有万花筒啊 心里默默吐槽 他憋出一句 我以为是三沟玉 所以还没融合 信念长老听明白了 这是看不上三沟玉 左柱也意识到自己似乎说得过于明显 马上又补了一句 我只是担心融合后无法开启自己的血沟玉 所以才 别说了 我已经明白了 太伤人了 信念长老有些心塞 倒知道即使是血沟玉 在宇智波一族之中也是极少族人能够开启 更不用说三沟玉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拥有灵魂空间的左柱 确实有看不上三沟玉的资格 只是 左柱 您该知道 确实知道 说说你的见解 信念长老 略带期待 我认为宇智波一族是爱之一族 左柱道 只有懂得爱的族人 在疼是爱的时候 大脑会分泌出特殊查克拉刺激双眼进化 爱 爱之一族 信念长老心中一阵 他没想到左柱对于宇智波一族的见解 以他们千年的经验更为透彻 是的 宇智波传承千年 怎么可能不去分析总结血沦眼的进化条件 只是千年下来经验累计 族内也只是总结出当失去 至有亲朋时能够刺激双眼进化 这个结论一出 不少族人为了获得血沦眼的力量手足相残 丧心病狂地向亲人挥起了屠刀 只是可惜即便如此 能开启血沦眼的族人也是少之又少 后来族内也只是将其归纳为血脉不纯资质不够 为了防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 族内高层将这个秘密彻底封存 只留在高层之间口口相传 因而就连宇智波一族自己 都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一族 却没有想到 如今竟然在左柱口中 听到截然相反 却是更为透彻的见解 好一个爱之一族 原来我们都错了 只有懂得爱 失去爱 才能真正地开启血沦眼 但即便关于爱之一族的名号 却无法否认 他们 与之波一族确实是畸形的一族 那么左柱心宴族常宁谋 做出灵魂发问 你认为你懂得爱吗 未来又会失去这份爱吗 拥有这样能力的你 真的无法保护吗 如果这份爱可以为了血沦眼 亦或是万花筒而舍弃 那么这份爱 真的算得上的爱吗 左柱默然 这个问题他也考虑过 因而他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个世界 不管是父母还是族人 他一直都敞开着心扉 真心真意地相处 但正如信念长老所说 他真的懂得爱吗 如果真的爱 他又舍得失去吗 能够因力量而舍弃的爱 真的算得上是爱吗 不 这不是爱 如果真这么做 那只是证明他真正爱的是力量 是自己而已 左柱长长虚出一口气道 信念长老 我明白了 你能明白就好 信念族长吕了吕胡须道 于智波一族 过去的历史上 为了血轮眼的力量 而手刃亲朋的族人不少 但因此而成功开启血轮眼的 却是少之又少 能够开启万花筒的 更是一个都没有 左柱 拥有灵魂空间的你 拥有无限的可能 没必要执着于是否自己的万花筒 而迷失自我走上歧途 相信借助灵魂空间的能力 是否自己的万花筒 都不会有区别吧 左柱点头 确实 借助灵魂空间的能力 可以自由关闭 不存在任何排意 只是信念长老 我挺好奇的 不知你万花筒的同数是 信念长女者胡须 笑吟吟道 你融合之后 不就知道吗 显然信念长老是担心 我为了自己的万花筒走上歧途 逼我融合啊 左柱善善一笑 确实 左柱他还是不甘心 虽然已经放弃通过 失去爱这个条件来促成血轮眼进化 但他还想进行其他的尝试 开启出真正属于 自己心灵血招的万花筒 毕竟现在他才一岁 并不急着做抉择不是吗 等等 陡然左柱灵光一闪 或许灵魂空间能够有办法 在融合后 还能开启属于自己的血轮眼 这么一想 他马上一时链接上灵魂空间 查掘起血迹融合的机制 随即他发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眼睛融合 可以覆盖 也可以不覆盖自己的眼睛 也就是说 他可以拥有两双眼睛 随时进行切换 发现了这个机制 左柱不再犹豫 正要融合 但想起他的父亲还在 便将意识回归本体 爸爸 你应该还有事忙吧 这双眼睛交给我就行了 要赶人就直说 什么叫我应该有事忙 与之波赴月嘴角一抽 没有多想 只认为是信念长老 不让左柱透露这双眼睛的能力 他将眼睛递给左柱 那好眼睛就交给你了 好好保存 我会好好保管的 左柱乖巧点头挥手欢送 爸爸慢走 等会记得回家吃饭哦 带他的父亲走出房间 左柱再一念一动 随即提示音响起 正在融合中融合成功 随着融合成功的提示音响起 左柱眼睛一闭一睁 双目化作星红 万花筒的铜树能力 也随之了然于胸 伊贤纳奇 以铜力代替诗名 伊贤纳奇 这个树原本是 与之波一族的禁术 用血轮眼记录下自身的状态 在树的有效时间之内 将受到的任何伤害 甚至是死亡 都可以恢复到 血轮眼记录的状态 消耗的查克拉和铜力不能恢复 代价是 使用伊贤纳奇的那只眼睛 会永久失去光明 而信焰长老的万花筒铜树 伊贤纳奇 却是以铜力为代价 左眼可以记录自身状态 树的有效时间结束后 再次发动需要间隔十分钟 而右眼则可以记录 其他人的状态 对同一个人 二次发动和左眼相同 需要间隔十分钟 而单纯的记录 而发动铜树 则无时间限制 这就意味着 只要铜力足够的话 每十分钟就拥有一次无敌状态 信焰长老 这个万花筒铜树也太逆天了吧 文言信焰长老 笑盈盈地捋着胡须 怎么料到左猪又补了一句 难怪您老能从战国意志活到今天 信焰长老顿时神色一僵 而后吹胡子瞪眼道 臭小子 会不会说话 不会就给我闭嘴 左猪含蓄一笑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差不多得了 信焰长老恼怒道 不要给我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左猪 显然 确实是被说中了 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他明白左猪是通过视力判断了出来 便开口道 万花筒铜树有着严重的后遗症 每一次使用视力都会严重地下降 从我开启这双眼睛至今 左眼的铜树也就用过三次 而右眼只用过一次 我有预感 再使用多一两次 这双眼睛就会完全失明 再加上年龄的问题 身体机能下降 我在足一的的帮助下 换上了普通的眼睛 也就是只能使用五次 最多六次 铜树 左猪试探道 虚左 你果然很了解万花筒 性验长老眉头一条道 虚左我当然也用了不少 甚至使用一次虚左消耗的铜力 也不及使用一次铜树消耗的大 所以这双眼睛 左猪你要慎重使用 左猪心中微动 这么一天的铜树消耗大也是正常 再说 性验长老用来对比的虚左门户 也不知道是第几阶段 况且左猪笑了笑 示意了一下手瓶子 我这里不是还有一双吗 难道 意识到什么 性验长老瞳孔一缩 语气急促到 你的意思是 没错 左猪点头 有了这双眼睛 我对未来的设想 也就更加完善了 只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说着他目光头像 还在灵魂空间中 修炼好火球术的宇智拨拳 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这双眼睛就先暂时留着 过几年给他熟悉熟悉 性验长老顺的左猪的目光 瞥了一眼 宇智拨拳道 你认为他能够开启万花筒 对 左猪点头 我对他有信心 只是在这之前 他就劳烦宁老知道了 义不容辞 性验长老汗手 而后凝重道 只是左猪你预料中 会出现的敌人是 我不知道 左猪摇头而后道 但我知道 其中某个背叛我们一族的人 未来一定会出现 竟然有人背叛了一族 性验长老下意识沉谋 是谁 一手策划九尾之夜的元凶 叶木降临 火炖好火球之术 一道直径十数米的好火球 从雨至波全的口中喷涌而出 将叶木照得如白昼般明亮 啪啪啪 一旁 正和性验长老闲聊着的左柱鼓起了掌来 不错进步很快 经过一个下午的练习 他从一开始 查克拉只能释放两个直径 只有几米好火球 到现在的满查克拉状态 能够释放三个直径十数米的好火球 明显对查克拉的掌控和树的了解 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当然 和雨至波又还是没得比 毕竟他早早就开始修炼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雨至波全却是从上忍者学校 才开始接受系统训练 基础并不怎么牢固 忍术也是第一次学习 能够将忍术成功释放 并在一个下午就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已经非常难得了 得到夸赞 雨至波全笑眼弯弯 心里觉得一下午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而后他注意天色 哎 已经这么晚了吗 对 左柱点头笑道 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 休息一下吧 已经到晚饭时间了吗 全一愣 随即向性验长老微微距身道 谢谢长老的指导 只是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该回去了 性验长老合手道 好 回去休息吧 嗯 长老再见 全道个别 而后看向左柱 左柱意念一动 两人的意识离开灵魂空间 随即 行 意识回归本体的雨至波全 使觉全身肌肉酸痛 不又猛吸一口气 随之双腿一软身体一个不稳 哎 小心 左柱迅速上前将它扶到一边坐好 不雨至波全顿时松了一口气 全身酸软无力的它喘得粗气 双臂还住左柱的波梗 靠在它的怀里道 左柱让我靠一会休息一下 我有点站不起来了 行 先休息一下 因为刚刚雨至波全 大部分意识都在灵魂空间 留在本体中的小部分意识 只能控制身体做着训练 无法接收身体各处肌肉回馈的疲累 所以才会在全部意识 回归身体的时候无法适应 当然 这也有好处 无法接收身体向大脑反馈的疲累感 人体的惰性就不会作祟 那就可以轻易突破身体的极限 毕竟阻挡人类进步的 就是意志力的不足 当然 前提下是科学的训练 看着大寒淋漓气喘吁吁的雨至波全 左珠伸出手帮他擦了擦了上的汗水 感觉到他的动作 雨至波全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道 左珠我会不会有汗位 汗位 没轮道 说着左珠下意识低头凑过去 雨至波全马上捏住了他的鼻子脑目道 不能闻 不闻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汗位 反正就是不能 看着奶兄奶兄地瞪着眼的雨至波全 左珠翻了的白眼吐槽道 你变了 我以前温柔的拳匠呢 听到我的拳匠 雨至波全脸颊一红 而后又恶狠狠地刮了左珠一眼 谁让你是小屁孩 跟小屁孩有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有 左珠无语了 这时 雨至波全突然双手捧着他的脸 轻声喃喃道 左珠你快点长大好不好 左珠一了 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内心触动 他微微一笑点头 好 闻言 雨至波全展颜一笑 他扭了一下身体 换了个舒服的动作 双臂再次还住左珠的波格 头靠在他的肩膀 嘴角带着笑意合上了眼睛 左珠小泉吃饭了 房间门被雨至波美琴拉开 映入眼帘的画面顿时令他一愣 与此同时 因为皮泪尔刚当睡着不久的雨至波全 下意识无的一声身体扭动了一下 搂着左珠向波的双臂紧了紧 再次换了舒服的姿势后 嘴角带着笑容再次入睡 左珠 雨至波美琴嘴角勾起笑容 一声漆黑的双眸略带深意地 在两人身上来回转动 他隐约感觉到 他们相处的氛围 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左珠闪闪一笑轻轻拍了拍 雨至波全的背 在他耳盼道 全家 起来吃饭了 感受到耳朵上传来的气息 雨至波全的身体下意识一锁 来在左珠向波上的脑袋蹭了蹭他的脸颊 喃喃道 呀 别闹 左珠无语只能再次开口道 别睡了 吃饭了 终于醒过来的雨至波全抬起头 先是揉了揉的眼睛 而后睡眼惺忪的他动作自然地再次将手放回左珠向波上 吃饭了 嗯 左珠点头 而后示意了一下身后 妈妈在等我们了 妈妈 缓缓转头 这见雨至波美琴正站在门口嘴角带笑 雨至波全先是一愣 随即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一个机灵 他迅速地松开搂着左珠向波的双臂 站起来慌张道 美美美琴阿姨 看见小泉面红耳赤手足无措的样子 更是印证了美琴心中的某种想法 他开口道 小泉 今天修炼累了吧 来洗把脸出来吃饭啊 不 不用了 美琴阿姨 雨至波全马上摆了白手道 我回去吃就好 妈妈应该再等我了 没有 美琴笑道 我已经跟你妈妈打过招呼了 这个假期就留在这里吧 啊 雨至波全愣道 留在这里 嗯 美琴歪了歪头笑道 阿姨我不是行思着小泉 你已经放假了吗 所以就拜托你妈妈让你留在这里帮忙照顾左珠 你妈妈答应了 说着他示意了一下手上行李袋 你看 他把你换洗的衣服都帮忙收拾好了 托我拿过来了 小泉 这个假期你就安心留在这里吧 左珠就拜托你哦 啊 待 另一边 风之国 沙忍村 我处十夜密室 刚进行完毒药调陪 正靠在椅子上休息的沙忍村顾问千代婆婆从身旁的架子上拿出一份卷轴 解开卷轴中的封印后 他默然看着里面的内容睁然出神 似乎在回忆什么 也似乎在怀瞒什么 而卷轴上赫然标记着几声转生之数几字 果然在这里 暗处 两个孢子分身目光一亮 为了这个数他们来到沙忍村 已经潜伏近一年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千代的警觉 他们也只在暗处监视 并没有尝试翻动他的任何物品 而这处密室也是千代这近一年来首次进入 在发现这个隐秘且有封印结界的密室时 他们就意识到 想要忍住卷轴就在此处 火不其然 十数分钟后千代婆婆叹息一声回不神来 他将卷轴合上 重新布上封印 放回了架子之中 也不知道些现在在哪里 希望他还活着吧 喵了两句 他走出了密室 一句孢子分身迅速伸上 一句分身则留在了密室之内 通过分身之间的心电感应确定 千代婆婆已经走远 密室中一只婴儿般的手臂从墙壁中伸出 深夜万类聚迹 宇志波族地 族长大宅某房间中 正被宇志波全搂在怀里的左柱陡然睁开了眼睛 终于得手了 灵魂空间中 正趴信念长老身上休息 雪奈察觉到什么默然抬头 只见一份卷轴凭空出现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 雪奈眨了眨双眸 两下跃到凭空出现的卷轴前 好奇地低下头嗅了嗅 能是吗 这么想着 他试探般缓缓张开了嘴 雪奈大人 同样察觉到什么 醒了过来的信念长老见状马上制止 这应该是左柱送进来的卷轴 不能乱咬 雪奈动作一僵 而后脑木转头 我又不是小狗怎么可能乱咬 我不说 你就咬下去了 信念长老暗暗吐槽 这时左柱身影出现 他捡起卷轴道 怎么都没睡 雪奈马上抬起头 一脸好奇的样子 主人这是什么 忍树卷轴而已 主人你还需要忍树卷轴 雪奈惊了 总不能为了一个树就杀人吧 不行吗 左柱一脸无语 在雪奈心中 恐怕杀人就和杀虫子没有区别吧 收起思绪 他大致判断了一下卷轴中的封印 而后借助雪奈的查克拉结印 解 随即封印被轻松解开 信念长老也来到了左柱身边 剑已经将卷轴展开 便好奇地看向里面的内容 几生转生之术 脑袋转了一圈 他都没有找寻到任何情谋 显然 这是一个从没听过的术 这不得不让他更为好奇 这个术是 以生命代价 复活死人的术 信念长老一惊 竟然有人开发出这种禁忌之术 左柱点头道 这是杀人村开发出来的禁术 信念长老迟疑道 左柱你要这个术是 预防万一也是好的 左柱道 即使有了您老的万花筒 我也没有足够的铜力 在身边的人身上全部试上术 只是生命的代价 可以抵消这份代价 但你今天才获得我的眼睛 言下之意 他知道左柱获得这个术 并非临时起义 而是早有准备 确实 在没有获得您老眼睛的之前 我原本是准备控制一些生命 专门使用这个术 左柱似笑非笑道 即使是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 信念长老点了点头 未雨绸缪 总是好的 文言左柱有些意外 你不会以为我会对你说教吧 信念长老调眉道 别忘了 我可是生在命如草芥的战国时代 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但凡有一点侧隐之心 我也不可能活到昨天 当然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我也能看出你并不是为了 一己私欲草菅人命的人 相信你会有着合理的安排 说是不说教 但却是将左柱架了起来 有点以退为进的一位了 放心吧 老头子 当今人皆很多很有趣 生命 他们完全可以替代人命 只是在这之前 我必须先掌握这个术 才能控制他们施术 左柱将卷轴递给信念长老 交给您老了 好好研究一下 学会之后再通过灵魂空间赋予给我吧 谢谢 信念长老嘴角一抽 他见过帮人做作业的帮做家务的 甚至是帮做任务的 但忍术帮别人学 他还是一次见识到 最后他只能憋出一句 真实赖皮的能力 吴左柱生了身懒腰笑道 信念长老你要知道 其实我也不想不劳而活 我也很羡慕那些 可以努力修炼享受变强过程的人 但有灵魂空间 我已经彻底失去了 失去了付出汗水 一步步变强收获成就和喜悦的资格 再说 我的敬拜系统还没生长完成 想学习这个忍术也做不到不是吗 所以 只能拜托您了 三代大人 火影办公室 正处理着正午文件的 袁非日展抬起头 看向正恭敬的 单膝跪地的暗部忍者 忍者失踪的是调查清楚了吗 调查清楚了 暗部点头 而后迟疑的 只是 袁非日展不由眯起眼睛 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说的 暗部迟疑的看了一眼三代 随即又猛地低下头 对于最终的调查结果 却是迟迟说不出口 不好的预感愈发猛欲 袁非日展沉声道说 是 暗部一个机灵迅速开口道 经调查属下确定 造成村子忍者失踪的是大蛇丸大人 大蛇丸 竟然是他 袁非日展顿胆气急攻心 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他知道大蛇丸已经堕入黑暗 但没有想到他变得如此丧心病狂 竟然对村子铜蛋下手 大蛇丸现在在哪里 在木叶附近一处地下密室 带我过去 是 另一边 全家 我要吃这个 因为宇智波全放假 且住在左蛇家的缘故 左蛇算是自由了不少 至少不用天天待在家里 被父母哥哥一直盯着 想去什么地方 只需要让宇智波全带着去就行 即使是想单独行动 他也可以帮忙打掩护 当初分享灵魂空间的秘密给他 除了帮他提升实力外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内 三色丸子 顺着左蛇目光看去 宇智波全一阵一动 但想起什么 他还是拒绝的 不行 你还小牙都没长几个 不能吃太多甜东西 只是 左蛇眨了眨眼睛 拳架 你不想吃吗 我我 经过艰难的心理斗争 宇智波全的理智 还是战胜了欲望 我不想 只是明显言不由衷的回答 下意识滑动的喉咙 还有不适撇向三色丸子垫的目光 都将他真实的想法展露无遗 真是不坦率 左蛇伸出一根手指 我只是一个 一个 闹似也不是不能接受 拳确定道 就一个 显然太易动了 左蛇试探般加码一串 拳 双手插腰道 不要得寸进尺啊 左蛇 陡然 嗖嗖嗖 破空声响起 屋顶上 树道身影快速掠过 两人顿时抬起头 只见领头的身穿一身黑色的老式盔甲 几名暗部紧跟其后 其中一名暗部还顶着白色的歪扫把头 前面的是三代左蛇心中微动 后面的是卡卡西 三代火影全部容装 还有暗部跟随 左蛇顿时意识到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他迅速通过心电感应 联系上负责监视三代的孢子分身 随即明白了原委 原来是大蛇丸事发了 他马上转头道 拳降 你先找个地方带着 我等一下再回来找你 啊 与之波全一愣 刚当三代火影带着暗部经过 他也看见了 如今听见左蛇的话 他不用猜也大概明白了什么 不由担忧到 左蛇不会有危险吧 不会 他们发现不了我 我只是跟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看看 你的分身不是 左蛇语色 他是没有想到 拳会和桌间的女人一样 突然智商上线 啊 这是什么糟糕的比喻 见状 与之波全也没有旁登问到底 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也要看看 显然还是不放心 想实时确定他的情况 好 左蛇也没多说意念一动 将拳的一部分意识带入了灵魂空间 而后拉着拳的本体拐进了巷子 趁着没人注意 发动浮游之术迅速跟上 另一边 哄 木叶地下密室的大门直接轰开 烟尘散去 看着密室左右两侧装着各种人体器官的瓶罐 看着眼前正解剖着尸体的熟悉背影 原非日展瞬间色变 竟然真的是你大蛇丸 终于被发现了吗 大蛇丸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悠然地甩了摔手上的血迹 而后转过身 只是我没有想到 原非老师你竟然亲自出动 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吗 这是一名暗部忍者开口道 最近村里从下人到中人 甚至是暗部的上人都陆续失踪 再加上最近您的行踪可疑 大蛇丸大人 像您这种忍者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另一边暗部忍者不可置信 满是不解 所以大蛇丸这一切 果然都是你做的吗 原非日展目道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大蛇丸舔了舔唇笑道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那么再怎么隐瞒也没用了 我在开发忍术 果然是禁术吗 原非日展陈生道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切 大蛇丸道所有的一切 我要学会所有忍术 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真理 只有彻底了解一切的人 才有资格被称为究极的个体 可是这个世界上的忍术 应该有千百万种 为了学会所有忍术 为了得到真理 就必须投入漫长的时间 但对我而言 肉体的寿命实在太短暂了 也太无常了 就算是活影 只要死亡 就一切都会飞烟灭 原非日展 瞳孔一缩大蛇丸 难道你做人体实验就是 没错你猜对了 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笑道 长生不老之术 让灵魂可以永世留存的术 我早就察觉到 你正逐步堕入黑暗 原非日展通心疾首 但我没想到 已经沉溺在深渊之中 竟然还妄想长生不老 所以呢 你们要杀了我吗 大蛇丸冷笑道 只是你们做得到吗 原非老是你下得了手吗 文言仿佛在证明自己的决心般 原非日展一仰拇指 双手迅速结异 随即右手手掌按在地面 黑色符纹迅速向外蔓延 人法 通明之术 砰的一声烟雾升起 一只虎被熊摇的猿猴 从烟雾中显出身影 原非 单听两边的对峙 原魔就明带了什么 见状大蛇丸双手一合 整个实验室的器皿灯泡随之破碎 一股特殊气体透出 数名暗部和原魔之间 身体一软率先倒下 紧接着原非日展随之跌坐在地上 大蛇丸一个顺身身影 已然突破了众人的风阻 来到了出口处 他脚步一顿回头瞥了一眼原非 跌坐在地上的原非日展 也微微转眸 仿佛一切紧在不言之中 大蛇丸不再犹豫 急速向着外面奔去 察觉到动静的原非日展 心中一松 意识到什么的原魔怒气不争 原非 你到底在做什么 原非日展默然缓缓合上了双眸 没想到作为三代弟子 传说中三人之一的大蛇丸竟然会叛逃 灵魂空间中 信燕长老感慨了一句后 对三代火影故意放过大蛇丸的举动 又有些失望 只是可惜了 在他心中 要是能听得两败俱伤 那才是最符合雨制波的利益 明白信燕长老的意思 左柱的声音响起 三代的身体技能还没大幅度下滑 还勉强算是壮年 实力还在巅峰状态 现在的大蛇丸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十年后 身体技能大幅下降 老太龙中的三代一三 还能封印大蛇丸一双手的壮举就可见一斑 也对信燕长老自然不会知道十年后的事 只凭借记忆中三代的雄姿就认同了左柱的话 另一边 一号监视 大蛇丸叛逃的画面同样上演着 作为一个合格的房东 为了避免房客的生活过于枯燥 这些余性节目必须给安排上 拿同单做人体实验 大蛇丸过了 三代不应该欣然 未来恐成大患 作为曾经的活影 波峰水门不识点评着 左柱的声音响起 是啊 毕竟是他最深爱的弟子 他怎么下的了手 最深爱的弟子 九星乃一愣 要真是如此 那么三代为什么不选他当活影 但如今三代的举动似乎又印证了左柱的话 波峰水门默然 左柱确实说道 爱之深 痛之怯 人类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或许是出于愧疚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房东 不适陪租客聊天姐们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愧疚 九星乃心中一动 你的意思是 没错 两次拒绝他当活影 三代为什么拒绝 因为大蛇丸真的懂得当活影 文言九星乃恶然看向水门 水门深吸一口气道 虽然我现在也对三代的一些行为不满 但左柱 你真的没有必要用恶意揣测三代的全部决策 左柱笑道 所以 我的话是戳中你闹无聊的自尊了 水门语色 面对左柱这种大阴阳事 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九星乃确实有些急到 左柱 你给我讲清楚 你的意思是水门 我可没有这样说 但你可以问问你的水门 他在位时 真的同揽了牧业大权了吗 九星乃看向水门 水门只能解释到 我还年轻经验不足 所以才让三代 是啊 暗部指挥权在三代手中 财政大权在转请小春手中 火之国大明官员的联系渠道 以及外交的大权都在水护门严手中 就连团葬都有一个根部武装 可随时调配沙发自断 水门作为曾经的活跃 你手上还有什么权利 在办公室处理政务 小事勉强能自断 大事却需要请示三代 和顾问团的工具人 这和傀儡又有什么区别 九星瞳孔一缩 不可置信地转头求证 这是真的吗 水门 水门沉默 虽然打从心里 他不认为自己的是一个工具人 但牧业的权力分配 却是正如佐珠所说一字不差 在结合近段时间 佐珠不时安排观看的 于性节目三代火影 重新执掌大权等等事迹来看 这让他不得不产生怀疑 怎么会这样 水门的沉默 在九星那眼中 无疑就是变相承认了佐珠的话 这让一直以水门为荣的 他难以接受 所以你说大蛇丸 真的懂当火影的意思是 没错 大蛇丸是三代弟子 自小就有着天才的美誉 平民的身份 也让他天然能够获得 村民和普通人质的好感 在忍足当道 且把握木业权利的当时 他不但是年轻一代的偶像 更是普通人者的信仰 他懂政治有名望 拥等无数根基稳固 几乎整个木业的忍者 都认为他会当上四代火影 但问题也是出在这里 权利的更替 往往就是老一杯退影 年轻一代上场 只要他当上火影 则意味着木业的权利 阶层进入全面迭代 这是当今把握权势的 木业高层无法接受的 九星那瞳孔一缩 所以 没错 为了稳固地位 那就换意得毫无根基 需要依仗他们的人 当火影就好了 文言九星那 一脸心疼地看向水门 紧握着他的手 水门摇了摇头 虽然他明白左朱的话 多少有点偏颇 但又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合情合理 所以 左朱 你故意给我们看这些 和说这些事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过的 当你吗 水门看了一眼身旁 九星那和另一个画面中的名人 他不由沉默下来 与此同时 外界 守在地下密道出口的卡卡西 前后的卡卡西不会是大蛇丸的对手 现在的他更不会是对手 要不是三代留下的后手 他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 而经过前面的交锋 彻底明白差距的他 即便面对重伤的大蛇丸 却是再次出手拦截的勇气都没有 与此同时 一号监视中 看见眼前的画面 并没有跟随远离的大蛇丸移动 而是定格在卡卡西身上 窝蜂水门顿时心中意紧 左朱你要对卡卡西做什么 被发现了 左朱玩味的声音响起 机会难得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与之波一族的东西而已 血轮眼 窝蜂水门 瞳孔一缩 也就是说 左朱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看什么誓死图笑 而是卡卡西 只是一只三沟玉血轮眼 怎么会值得左朱大飞周章 还没等他想明白过来 接下来的画面 却让他瞬间色变诚然自视 只见左朱的身影陡然出现 或许是认为大蛇丸去而复返 卡卡西猛的一个转身 却没想到对上了一双星红的万花筒 瞬间被强大的同力控制 随即 一只白色狐狸状的通灵兽 凭空出现在他的身后 锐利的右爪花作一点寒芒 狠狠刺入他的后心 刺 穿透心脏的利爪再猛然一脚一臭 烟红的鲜血 混合着心脏的碎块 如泉水般攀涌而出 剧烈的痛楚让卡卡西摆脱了控制 他机械般低下头 看着心脏处的空洞 要死了吗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一双毛子逐渐失去了神采 跌倒在底 带土铃 叮 奇目卡卡西的灵魂收容成功 看着卡卡西死就这样在眼前 九星代不忍地别过头 脸色惨白 波风水门的脸色却是骤然易冷 左柱 你不是说只拿回血轮眼吗 为什么要杀了卡卡西 只见画面中 察觉到三代和暗部即将从地下密实出来的左柱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本体潜入地下的同时一面一动 带着卡卡西的尸体进入到灵魂空间之中 卡卡西 看着卡卡西的尸体 水门和九星那一脸挨色 他们实在想不明白左柱为什么要杀人 即使是要杀人 也明明可以暗中下手 但为什么偏偏要让他们看着这残忍的阴魂 还要将卡卡西的尸体送进来 饿趣味吗 只是很快他们便注意到 卡卡西的血轮眼因死亡而产生了变化 待看清图案后两人随着色扁 这怎么会 见状左柱完卫的 看来这个万花筒的图案勾起了你们的某种回忆 水门紧盯着卡卡的左眼 毛海回忆着当初面具男的右眼 两相对应 他依然不敢相信 不可能的他明明已经死了才是 但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谁知道呢 左柱耸了耸肩 静止来到卡卡西的尸体前蹲下 始终只成找利索地将他的左眼扣了下来 再将这只万花筒放进一只装有特殊药匙的瓶子中 左柱满意地点了点头 九星那回国神来猛然转头嘴唇颤抖着 左柱真的是带土吗 他实在不敢相信 心地善良的带土会做出那种事 这个问题先不说 并没有回答 左柱示意了一下地上的尸体 是有深意的 你们不应该先关心一下卡卡西的死活吗 死活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九星那茫然 水门却是心中一动 详细左柱数次抛出的橄榄枝 他不又明晴目光 你可以将卡卡西复活 左柱笑道 那就看你能不能让他配合 你要我说服他 没错 水门目光闪烁似乎在考虑 稍作成因后他开口道 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但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后 你必须复活卡卡西 并且给我答案 可以 左柱点头 但我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 文言水门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他明白 左柱虽然手段背裂了点 但只要他答应下来的事 那就一定会做到 至少 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四号监视 这里是哪里 我不是死了吗 看见自己被关在冰冷阴暗的监狱之中 卡卡西有种精神错乱的感觉 毕竟案里人死了 不应该被关起来才对 陡然 一道声音响起 卡卡西 你确实已经死了 这个声音是卡卡西 瞳孔一缩 他猛地往声音响起的方向看去 随即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他不可置信道 谁水门老师 是我 水门点头上下地打量了他一眼 笑道 你长大 也变得成熟了 这是怎么回事 水门老师 卡卡西猛地来到尖门前 双手紧紧捉着铁栏杆语气急促道 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 而你现在又是 水门摇了摇头道 卡卡西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 但我不能回答你 我能告诉你的是 有人看上了你的能力了 所以将你杀了 但你还有机会复活 只是对于这点我并不确定 但不管如何 前提都是要你将能力赋予给他 如果你不想就这么死去的话 你可以尝试赌一下 只是你的血轮眼 卡卡西一脸乐然 什么有人看上他的能力 什么只要给他就有可能复活 还有最后的血轮眼 水门老师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一点都听不明白 水门摇头 而后道 做抉择吧 抉择 卡卡西下意识皱眉思绪飞转 当下的情况要不是幻觉的话 那么水门老师的灵魂显然就是被幕后之人囚禁了 对方也是看中了老师的能力 从复活的条件来看 老师应该没有将能力交付出去 所以不能确定复活的真伪 但既然没有交付出去 他又为什么要出现当说客 对了 单凭老师的三言两语 我不可能推断出太多的情报 但我只需要搞清楚老师过来当说客 到底是自愿还是被逼就可以了 想到这里 卡卡西开口道 水门老师你是自愿过来的吗 没错 明白卡卡西的意思 水门点头 而后又补充道 但你不需要在乎我的意见 一切都需要你自己抉择 毕竟我并不能确定你是否能复活 自愿的卡卡西心中一动 也就是说 老师希望我能换取复活的机会 只是又不确定 所以才让我自己抉择 紧接着他疑惑道 我实力平庭 对方拥有秒杀我的实力 为什么会看上我 剑左竹似乎并没有催促的意思 水门深深地看了一眼卡卡西的左眼 道 你的血轮眼是万花筒血轮眼 万花筒血轮眼 卡卡西一愣 现在的他不知道什么是万花筒 但他还是从老师的话中判断出 这是血轮眼的进化或某种变异 随即脑海中浮现出被杀前 对上的那双有着特殊图案的眼睛 难道那也是万花筒 也就是说 幕后之人可能是雨之波 他很想问水门老师 但从他语言不详的态度 也能看出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 随即卡卡西又意识到什么 他有些失魂落魄道 老师你的意思是 即使我复活 我的血轮眼也会被对方夺走是吗 水门沉默 他明白这只眼睛 对于卡卡西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甚至可能比生命更为重要 无奈叹息一声 水门道 戴图可能还活着 啊 什么 卡卡西猛然瞳孔一缩 这怎么可能 见状水门摇了摇头 我也不能确定 好了 时间不多 卡卡西做抉择吧 卡卡西合上眼睛 深呼吸一口气 他想将纷乱的思绪压下 希望冷静下来做判断 但他的大脑却仿佛被定格了一般 满脑子只有戴图还活着 沉默了片刻他睁开双眸 我应该如何相信你就是水门老师 待水门将几个 他们两人才知道 隐秘到处再无疑虑的卡卡西面露坚定 老师 我不想就这样死去 我想 水门微笑点头 我明白 卡卡西 那我该如何 心里默念即可 心里默念吗 卡卡西点了点头 意念一动 丁 是否将所有能力赋予给灵魂之主 灵魂之主 了杀他的实力 强如老师的灵魂 都被肆意玩弄 还有这夺取能力的方式 拥有这等伟力 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卡卡西不敢想象 当然 这一切他也不想关心 如今他只想确定 带土是不是真的还在活着 如果是 他为什么不回来 现在的他到底在做什么 隐瞒活着的真相 又想做什么 带土 如果你还活着 那么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这么想着他面露坚毅 心里默念 是 随即 丁 恭喜书主获得万花铜血轮演一起 木刀树阴阳风火水 雷土查克拉性质变化 忍树雷切 等等卡卡西全部能力 好了 辛苦你了 水门 听到左柱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窝蜂水门便明白 卡卡西已经将能力交付出去 也明白 能够留在这里和卡卡西交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把握时间开口道 卡卡西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顺利复活 也不知道复活后能不能保留这里的记忆 但作为老师 我最后还是给你的忠告 不要试图查他幕后之人 更不要试图将这里的情报透露出去 珍惜这事而复得来自不易的生命 他无处不在 你好自为之 左柱面露完卫 看是在提醒 实则是担心我清除卡卡西的记忆 故意说给我听吧 不能保留记忆 卡卡西恶然 而后双手猛地用力捉紧铁栏杆 语气急促 不 请不要这样 水门老师 我保证不会探查 也不会透露任何情报 请帮帮我 不要清除我的记忆 说到这里 他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仿佛失了魂事 至少至少 至少将带土害活着的消息保留下来 水门有些于心不忍地别过头和上眼睛 这种无力 他在这灵魂空间的这段时间内体会了无数次 不论是木叶的变化 高层的黑暗 还是名人的遭遇 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很想帮卡卡西 只是可惜 他也只是灵魂空间中的阶下球而已 最终能做这个决定的只有佐助 而他们的身上却没有了交换的筹码 除了久尾 有一死 监视着这里的佐助 充满了玩味 保留记忆什么的 对他来 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灵魂空间的特殊机制 注定了这里的秘密不可能被透露出去 但他为什么要保留卡卡西的记忆 即使他本来就没有打翻消除 心里的乐趣 为让他想看看失去知有托付的血轮眼 却又得到知有活着消息的卡卡西 会以怎么样的形式活下来 但他又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 少请 水门睁开双眸 卡卡西已经做出保证 相信你也会有限制的手段 可以的话 请帮卡卡西保留记忆 代托你了 他低头了 如果前面一切都是基于相对平等的交易 那么这一次 他终于放下了 作为曾经的活影 忍见黄色闪光的尊严低下了高贵头颅 锁住完位之色更猛 好 真的可以 听到回应的声音 卡卡西失魂的双眸 骤然焕发出神采 谢谢 水门真诚道谢 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差不多该离开了 最后露出和西的笑龙挥手告别 卡卡西 我可是知道你最近一直在消沉懈怠 如果带土针还活着的话 说不定已经远远将你甩在身后了 老是知道得到这个消息的你 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他 但不要急 先振作起来加油吧 我会一直关注着你的 意识到老是即将离开 卡卡西猛地抬起头 水门老师 未来有一天你也会回来吗 或许吧 水门微笑道 但想要知道未来的事 那么前提就是好好活着 活到那一刻的来临 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已然消失 老是 一号监视 好了 左助看向卡卡西的尸体道 我也该完成我的承诺了 水门点头 好 拜托你啊 他也想监视一下 左助是如何复活卡卡西的 是灵魂空间能力 还是某种竞技的忍数 想必即使能复活 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吧 一旁的九星奈却是目光闪烁 心道 他真的能做到吗 外界 此时三代已经离开 暗部还在四处搜寻大蛇丸的行踪 逆临某处 左助一直潜伏在地下的本体浮出地面 而后意念移动 卡卡西的尸体随之出现在身前 而后一只被逮到灵魂空间 正跟血难玩着捉迷藏的白绝 被他的意念捉了出来 白绝一愣 自获得几生转生之术后 左助就已经开始暗中捕捉白绝 捕捉过程并不困难 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费力 一句话的是 因为有着白绝体质 左助可以感应附近白绝的位置 白绝也只会当他是同类 轻易的心电感应就能招呼过来自动送上门 而白绝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体 左助便将它们囚禁在了灵魂空间 宫血耐玩乐姐们 左助笑盈盈道 兄弟 看这里 白绝转头随即对上了一双星红的双眸 神色一致 双眼化作了万花筒的图案 在左助的控制下 几生转生之术 只见一圈蓝色的查克拉光芒在白绝手中明显 卡卡西胸膛上血肉正快速如动愈合 叮 发现卡卡西的灵魂正被某种力量抽离灵魂空间 是否释放 这是灵魂空间的机制 不管是以生转生 绘土转生 甚至是轮回天生 在没有左助的允许下 都无法将被囚禁的灵魂抽离 是 随着左助意念一动 灵魂空间中的卡卡西乐然看着自己正缓缓化作虚幻的身体 看来我真的是要复活了 一股旋之又旋的感觉令他意识到 他的灵魂要离开这里了 他要复活啊 外界 卡卡西的伤口已然全部恢复 身体焕发了生机 心脏恢复了跳动 而彻底失去生机的白绝则软倒在地上 变成了一堆白色的烂泥 瘦绒白绝 叮 白绝瘦绒成功 白绝身上可是有着柱间细胞 虽然不多 但左助可没有浪费的意思 意识到卡卡西即将醒来 他收起白绝的尸体 发动浮游之术前落了地下 少请 卡卡西睫毛一颤悠悠醒爱 左眼上的刺痛让他露出痛苦的表情 右手下意识按在眼眶上 随之他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左眼 这 茫然低头 他看着被冻穿的知识盔甲 伸手后背轻抚着背上被冻穿的位置 是真的 知识盔甲的这个位置被前后冻穿 意味着连通心脏也被刺穿 他不可能活下来 更不可能没有任何伤口 我刚刚真的死了 我现在确实是复活了 刚当的一切都是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水门老师 带土 一号监视 竟然真的能久 心难一脸震惊 随即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他紧咬着下唇 缓缓转头看向另一个画面中的名人 眼色不断变幻 见状 水门心中一叹 这也是你的算计之一吗 佐助 这确实是佐助这次算计中的最后一环 借助大蛇丸叛逃引出水门是傀儡的观点 再次降低他对木叶高层的好感 然后暗杀卡卡西 刻意让他们看到万花筒的图案引出带土 以复活卡卡西和带土的情报为条件 让水门帮忙说服卡卡西 最后 让他们亲眼见证死者苏生 在九星奈心里种下复活的希望 让一直没有接下橄榄枝的水门左右为难 对妻子心生愧疚 当然 这最后一环并未完全结束 刚刚那个人是 剑佐助再次出现 水门提出疑惑 你是说 以生命为代价复活卡卡西的类人形生物 只是一种类人形生物 水门不解九星奈却是目光闪烁的 对 左柱点头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 他们确实并非人类 而是上古时代陷入某种竞技幻术 沉溺在幻境之中死亡的人类变异而成 再通过某种媒介唤醒 某种意义上 他们算是人为制作的人形士兵 被称作为白诀 白诀 竟然是人为制作的人形士兵 制作这种士兵的目的是什么 水门下意识皱眉 九星奈却是安松了一口气 没错 最后一环的算计中 是要让他们知道复活的代价 消除他们心理因道德而产生的抗拒和顾虑 这时 水门皱了皱眉 似乎想起了什么 有些不确定的 我应该见过这种东西 哦 左柱四笑非笑道 愿闻其想 水门宁谋道 解放九尾袭击木叶的神秘人 他的一条手臂似乎就是这种东西 当初他曾经用螺旋丸击中对方被捕 以致对方的一条手臂溃烂 变成树枝的粘液一样落在了地面 神秘人离开后 他曾经检查过那种组成手臂的粘液 只是当时的他并没有头绪 但如今回忆起 竟发现和刚当白菊复活卡卡西后 瘫软成的白色烂泥极度相似 你确定只是手臂 左柱玩味道 要不你再想想 结合某位你怀疑的人再想想 波峰水门先是一愣 随即瞳孔一缩不敢相信的 他真的是带土 作战记录中 带土就是被巨石砸烂的右边身体 而当天晚上 再结合他和卡卡西的血轮演 怎么会 九星奈惊呼一声 而后紧咬着下唇带土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他依然不敢相信 心地善良的带土会做出这样的事 左柱耸了耸肩 人是会变的 特别是我们宇智波一族 好吧自己一族都黑 水门也是对宇智波一族有所了解 他看向左柱 你刚刚说宇智波 所以他真的就是带土 左柱点头确定 不用怀疑了 确实就是你的好弟子 宇智波带土 真是带土 九星奈 瞳孔一锁 左柱道 没错 他就到了蛊惑 并亲眼看见了卡卡西击杀野员灵的画面 内心已经完全扭曲 他的万花筒也是由此开启 顺带将卡卡西的野 两人瞳孔一锁 沉默两久 水门虚出一口气面露沉重 亲眼看见自己只有杀死自己的爱人 这种滋味一定不好受吧 左柱玩味道 所以呢 你打算用爱将他唤醒吗 我已经死了 就交对卡卡西吧 相信你也不会放过他不是吗 说完水门似乎有些不忍的和尚双眸 当然 他的不忍自然不会是带土 我然还是拒绝吗 左柱并没有在意 只轻飘飘地瞥了一眼 正惊咬着下唇面露挣扎的九星奈 外界 水门老师说带土已经追上 我不要急着找他要加腰 还要好好活着 这是在暗示 如果我去找带土的话 会有危险 甚至可能是死亡是吗 回忆起当时水门老师 说出这些花时的凝重表情 卡卡西的内心也不由沉重起来 带土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连老师也对你 偶然 你们再到那边搜查 听到远处传来暗部的声音 卡卡西回过神来 看着身上被冻穿的致氏盔甲 她心中一动 不能让他们发现 我曾经遭受致命伤的事 这么想着 她迅速拿出一份卷轴单手结印 且 随即卷轴上冒起浓烟 一副完整的致氏盔甲出现 这是暗部的标配 以应对在外长时间战斗 盔甲受损的情况下 可以及时更换 卡卡西迅速脱下身上的盔甲 换上将受损的封印在卷轴之中 收起卷轴 而后主动迎上附近搜索的暗部 谁 察觉到动静 暗部迅速转身警戒 只见卡卡西捂着眼睛现身道 胡 是我 是你 认出卡卡西 大号为虎的暗部先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注意到她的动作 你的眼睛受伤了 不只是受伤 卡卡西道 在追捕大蛇丸的过程中 我遭遇了神秘人的拦截 他夺了我的眼睛 我怀疑是接音大蛇丸的人 竟然还有接音 暗部一惊 三代大人啊 卡卡西则语气急促道 这件事必须尽快向三代大人汇报 火影大人已经回木叶了 暗部道 你既然已经受伤 而且失去的是 你先赶回木叶向火影大人汇报 卡卡西的战斗风格 都需要依赖血轮眼的动态势力 失去血轮眼 暗部也清楚的 他的实力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 因而决定让他先回木叶 好 卡卡西自然不会退驼 搜索大蛇丸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只是情报必须尽快通报给他们 以免做出误判 放心 我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卡卡西左眼 你也是 这里距离木叶虽不远 但一路上依然需要小心谨慎 好 待暗部离开 卡卡西暗松了一口气 而后依然转身向着木叶方向奔去 你瞒刚刚发生的事 虚构情报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但不管是为了信守沉默 为了遵守水门老师的忠告 亦或是他都必须这样做 没想到 你的血轮眼竟然被夺走了 对于卡卡西的话 颜飞日展并没有怀疑 亦是他对卡卡西有着足够的信任 二是大蛇丸确实是有作案的动机 三是即使不是大蛇丸 也会有别人 不管是宇智波还是他的老朋友 甚至是别的忍村 都有下黑手的可能 早在卡卡西获得血轮眼的一刻 颜飞日展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但不管怎么样该安抚的还是该安抚 失去了血轮眼 你的实力 卡卡西到三代 我会尽快调整好的 颜飞日展试探道 需要我为你 向宇智波 卡卡西抚摸着左眼眶道 谢谢三代大人 只是我 明白这是在拒绝 颜飞日展点了点头 他知道那只眼睛对卡卡西有着特殊的意义 但没有血纹眼 卡卡西单单一个反应能力就要大幅下降 战斗风格更是需要全面更白 这需要大量时间 要是一个 改不好 那整个人就废了 而作为暗部 就要长时间执行高强度的作战任务 心里盈盈有了决定 颜飞日展道 卡卡西 你进入暗部多长时间了 来了卡卡西低头到三代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颜飞日展道 水门当初让你加入暗部 希望借助连续不断的高强度任务转移你注意力 一改颓废的状态 但显然 这些年的暗部生活并没有让你成功做出改变 说到这里他目光宁起 卡卡西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暗部 三代 我卡卡西猛然抬头 颜飞日展摆了白手道 短时间你已经无法胜任暗部的工作了 借助这次机会 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相信水门也不愿意看到你一直沉溺在暗部的黑暗之中 卡卡西有些默契沉沉地自嘲道 三代离开暗部 并非只有任务 更不要过于沉醉在过去当中 想想依然陪在身边的人 值得珍重的人 身边的人 值得珍重的人 卡卡西轻声呢喃着 而后似乎想了什么 他抬起头道 三代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让我照顾水门老师的孩子 灵魂空间中 水门一愣 随即心中一叹 他明白卡卡西这是在报答自己 但 九星奈却是一喜 满怀期待 如果是卡卡西的话 宁人就 宁人 颜飞日展随即皱眉 不行 卡卡西你不适合照顾他 七代落空 九星奈咬牙怒道 该死的元飞日展 三代为什么 卡卡西不解 水门的敌人太多 元飞日展意味深长道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已经将让他跟随九星奈性玄武 但卡卡西你的身份名单 要是你陪在他的身边 结合村子里的留言 这很容易会让人产生联想 这对名人的安全不利 因此 在名人彻底长大之前 你也尽量不要跟他接触 你有这份心意 我很欣慰 即使不能亲自照顾好他们的遗孤 水门和九星奈也会理解的 灵魂空间 九星奈怒道 可恶 说得大意凛然 句句为了名人 元飞日展就是担心 卡卡西会取代他未来 要在名人心中的位置 担心卡卡西不小心 透露出名人的身份 才故意不让卡卡西接触名人 甚至还故意安排一些 对名人有偏见的暗部来他 该死的元飞日展 本来准备开始表现的 大阴阳是左助遗了 这不应该是我的对白吗 但看见 就连一向理性阳光的波风水门 也变得阴沉下来 左助明白他们已经对元飞日展 逐渐失去好感了 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他就连呼吸都是错的 火影办公室 我明白了 卡卡西无奈低头而厚道 只是能够压制尾兽的 只有血轮眼和目盾 为了老师的孩子 我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三代能够将根部的目盾忍者 调到您的直属暗部之下 哦 元飞日展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 糟糕 卡卡西心中意紧 心道知识表现得太过 引起三大怀疑了吗 怎料到 元飞日展日展却是笑盈盈道 卡卡西 看来没有了血轮眼的影响 让你的心态恢复了正常 已经开始懂得 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 这是好事 文言卡卡西暗松了一口气 下意识抚摸着左眼光 真的是血轮眼 一直在影响他的心智吗 还是因为刚当仿若梦境的际遇 令他的心态做出了改变 他不知道 没有多纠结这个问题 他迟疑道 那三代的意思是 正如你所说 能够压制尾兽的 只有血轮眼和目盾 说着元飞日展 偏了一眼卡卡西的眼光 原本我心中的人选 一直是你 只是可惜 如今也确实是 应该为未来做准备了 只是贸然像团藏药人 我担心他会成为 团藏安插在暗部 借机接近名人的案子 卡卡西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是 卡卡西点头 我会负责说服假的 好 元飞日展面路赞许 那这就作为长期任务交给你了 说完他摆了白手道 去吧 先去沐浴医院 移植个眼睛 假的事不用急 先好好休息 借助这次机会好好想想 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 再也不止 是 离开火影办公室 水门老师 对不起 我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 卡卡西心中一叹 然后拍了拍脸颊 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带土蜜等着我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灵魂空间 水门和九星蛋相视一眼 露出微笑 他们明白 卡卡西尽力了 能够做到这样 他们已经非常欣慰 同时他们也为卡卡西走出黑暗 重新振作感到高兴 加油吧 卡卡西 作为老师师母的他们 只能在心中默默地送上祝福 人和人的情感是不能相通的 坐在一旁的佐助打了个哈欠 他只觉得缩然无味 毕竟费杀苦心准备的愚性节目 却一点上场的机会没有 算了算了 佐助也没有了继续带着这里的想法 一念一动离开了一号监视 来到了星雁长老所在的三号监视 佐助那只望花筒的铜树式 看见佐助出现 星雁长老便急不急待地询问起来 神威 佐助并没有隐瞒 简单概括道 这是一个可以扭曲空间的铜树 竟然是空间类的铜树 星雁长老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还没亲眼看见铜树的威力 但仅凭扭曲空间这几个字 他就能轻易判断出这个铜树的恐怖 佐助这个铜树能保留吗 星雁长老知道佐助已经融合了他的万花筒 但不知道 只是以第二眼睛的形式融合 还以为是覆盖 因而有这份担心 当然没问题 通过灵魂空间获取的能力 融合后 能保留其中铜树 对于这点佐助已经进行过了解 那就好 星雁长老顿时松了一口气 要是不能 那当初他让佐助融合他眼睛的举动 无疑就成罪人了 左眼以同力替代失明的一鲜奈器铜树 看似美好 但逼轻扭曲空间的神威铜树 却是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毕竟眼光受限于当下人间 并未见识过六道模式 和大统木外星人的星雁长老 可不相信未来有人能杀得了佐助 没有再理会信念长老 佐助来到这处的目的就是为了融合能力 因而他意念一动 提取融合卡卡西的能力 叮 正在融合融合成功 佐助双眸一臂一针 玄机化作星红的万花筒 其中左眼的万花筒图案已然出现了变化 很好 我这也算单眼永恒了吧 感受到左眼的磅礴同力 他明白 这只眼睛已经进化成永恒万花筒 想起 身上 还有一只从卡卡西眼眶中抠下的神威 他目光闪烁 那只眼睛也是左眼 且并非通过灵魂空间获取 没有带土的亲属血脉连继续融合到左眼当中也做不到 时间飞逝 暮夜五十一年 灵魂空间中 已经近八岁 隐藏在树上的羽质拨拳骤然跃下 手中长刀猛然向下展落寒芒一闪 你的动作太大了 听到身后传来划破空气的声音 正双手后背的星雁长老 轻描淡写地点评一句 又如闲停性步般右脚向左后 侧部身体微微向右一侧 糟糕看得长刀 贴着星雁长老的身体掌握 就立一去 心力未生 以至无法变招的羽质拨拳瞳孔一锁 随即 一道全影闪电般由下往上袭来 哭得 腹部遭受重击 羽质拨拳表情痛苦地攻起身子 随之砰的一声化作烟雾 迎分身 星雁组长挑了挑眉 心里明白 这只是阳攻 下部攻势还快就会到来 他一双毛子不断左右转动 少情 他似乎察觉到什么 脚下猛然发力一灯向后跳跃的同时 右手一翻 树柄苦无化作点点寒芒急射而出 将他原本站立位置上破土而出的手臂射成了刺猬 这是土盾 心中斩首之术做出精准预判的信雁长老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只见手臂再次碰得一声化作烟雾 一股强烈危机感从头顶传来令他不由头皮发马 上面 他猛地抬头 小泉能够分出两个影分身 那么这个一定就是本体 只见 与之拨拳不知何时跃至他的正常方 双手硬是已然完成 火盾 龙岩放割之术 潜力既穷啊 明知道实力差距的情况下 竟然还将本体放在无法借力的半空释放人数 看着树到龙岩如拖着尾烟的流星般悍然坠落 信雁长老透着布满双手化作幻影 火盾豪火灭 眨眼间最后一个五应结束 他猛吸一口气胸腔鼓起 在身体即将被烈焰吞没的前一颗赤红色火焰喷涌而出 哄 强悍毫火灭 却瞬间将天上坠落的龙岩吞没 但信雁长老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此时一柄锋利的长刀已然架在了他的脖子之上 见与之拨拳笑盈盈地收回了长刀 信雁长老 你输了 不错 信雁长老也不忙 贴了一眼上空化作烟雾的与之拨拳 他停下了忍树的释放 与着胡须 笑盈盈道 借助对我了解 隐瞒下第三影分身并故意放在空中 诱导我作为错误判断 出其至上 小泉 你很不错 作为每天指导与之拨拳修炼的老师 他非常了解与之拨拳 与之拨拳自然也非常了解他的性格 要不是以为与之拨拳只能分出两个影分身 最后他不会做出忍树对拼 毕竟一个小小的龙岩放歌而已 对他来说轻易就能避开 做出忍树对拼 也只是对拳将本体放在空中的这个举动不满 本想着教训一下他 倒没想到他的这个心理反被全利用了 谢谢信燕长老的夸奖 切磋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赢的 与之拨拳笑得没眼光了 只是很快又懊恼起来 可惜这种小聪明也只能用一次而已 信燕长老点了点头 下次 他可不会再这样大意 再说 这次切磋的木也只是检验 与之拨拳的实战能力 要不是有着不能使用血轮眼 不能主动释放忍树 只能被动反击等等限制 十个拳也不可能战胜他 毕竟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 再好的战术也没有施展的余地 忍者之间的战斗不就只有一次吗 一旁观战的左柱却是走了上来 竖起大拇指道 厉害了我的拳架 竟然连信燕长老都被斩首了 什么你的拳架 信燕长老还在呢 与之拨拳双眸向上一番赏了左柱一个白眼 但得到夸奖 心里自然是不免有些雀跃 这种待羞涩中带着雀跃的动作 确实有点妩媚世人啊 诶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我可不是练同术士啊 左柱心里一惊 脑海中马上想了几个大姐姐 其中就有与之拨拳长大后的样子 诶 貌似这也是13岁吧 左柱放弃治疗啊 什么忍者的战斗只有一次 什么斩首 为了红小女朋友 前面近百次的切磋 却是一次都不提啊 左柱信燕长老一副免好气的样子 当然 这些话也只能心里说说了 他可没有被左柱的教育的想法 如今已经两岁半多点的左柱 体内的经络系统已经基本生长完成 能够自由运转查克拉 虽然身体素质不行 战斗经验什么的还很浅薄 但真要火力全开 单眼永恒秒入仙虎模式 再一个虚左套血奈 他就只有干瞪眼的分 回忆起最近和左柱几次切磋的经历 他是一次都没赢过 只要每次快赢的时候 左柱就是一个虚左套血奈 一副完不起的样子 就是心累 信燕长老左柱 现在的我 应该可以提前毕业了吧 对于毕业与之拨拳有些期待 自从得到信燕长老的指导 并学会影分身后 他每天都是用影分身上学 本体修炼体能 亦是进入灵魂空间修炼忍术 如今仅仅一年多过去 实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但掌握了众多忍术 精通了体术与之拨建树 血轮炎也开启到了二国域 成绩更是从原来 班级第十年级 第三十多一路 飙升到碾压性的年级第一 成了忍者学校有名的天才 当然 这是与之拨幼已经毕业后的结果 但他相信 现在的他比起与之拨幼 也不会太差 甚至有一定的信心 可以战胜现在都还没有 开启血纹眼的用 因而他已经不想在 人质学校浪费时间了 信念长老看向佐助 原则上他是同意的 但真正能做决定是还佐助 与之拨拳也是满怀期待的 看向佐助 提前毕业吗 佐助心中微动 现在已经三月份了 过几天就是期末 显然 与之拨拳这次隐瞒下 已经能分出三个影分身的事实 就是为了能够出气不易 击败信念长老为提前毕业做铺垫 原本他的想法是让拳再苟着发育两年 到十岁时达到终上任的实力 再毕业 但如今见他如此煞费苦心也不好拒绝 便点头道 好吧拳将 那你就先去申请吧 至于能不能获得批准还是要看三代 太好了 与之拨拳脸色一喜 激动地抱着佐助原地转起了拳 而后一双阴唇更是凑在他的脸颊狠狠地亲一口 谢谢你佐助 忍者学校 申请毕业 班主任船也大黑稍稍一冷 但并没有意外 现在的与之拨拳可是比当初又毕业的时候厉害多了 申请提前毕业也实属正常 是的 与之拨拳一本正经道 大黑老师 我认为我已经达到了毕业的标准 希望能够提前毕业为村子奉献出我的力量 嗯 什么村子奉献跟得佐助多啊 这种话他也能张嘴就来了 嗯 不错 他 传野大黑听了就不由露出了笑容 带着赞许的点头道 你能有这份觉悟非常不错 我会将你的申请上报给火影 相信很快就能获得批准 毕业火影办公室 原非日展也是一乐 他记得传野大黑是二年级的班主任 新到他们班又出一个天才了 是的 火影大人 传野大黑将档案递给三代 并开口道 这次申请提前毕业的事 与之拨拳 他是自与之拨佑之后班年级第一 属下认为他如今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当初毕业时的佑 达到了提前毕业的标准 哦 已经超过了当初毕业的与之拨佑了吗 原非日展来了兴趣 借过与之拨拳的档案翻阅了起来 是的 传野大黑趁着三代 查阅档案的空隙补充道 而且他也说了 希望更快地为村子奉献力量 结合驴域满分的政治成绩 属下认为他已经很好的继承了火之意志 原非日展兴趣更浓 心中不佑一动 政治客满分 已经继承火之意志 而且是与之拨 想到村子和与之拨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 他不由心道 这种继承火之意志的与之拨族人 都值得村子争取 随即他注意到与之拨 全开始的成绩并不好 只是接下来的每个学期都有着明显的进步 到二年级就成了年级第一 并一直保持 他不由开口道 这个与之拨拳进步很快啊 看是感慨 实则是疑问 是的 传野大黑自然是听懂了三代的意思 开口道 与之拨拳非常努力 只是父亲是平民 母亲也并非人者 所以并没有接受过训练 在久尾袭击木叶时父亲死亡 之后才搬回了与之拨一族 应该是得到了族人的指导 哦 原来是他的女儿 袁非日展恍然 与之拨一月 作为少数外嫁的与之拨族人 当时在牧业可是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袁非日展自然是印象深刻 同时 作为一月女儿的与之拨拳 虽然不是很记得名字 但他也是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再加上基本都住在族长家 自然是不关注都不行 只是 年龄还不大 作为活影的他还没有开始重视而已 倒是没有想到 血统并不纯正的他竟然是一个小天才 不能不承认 他是看走眼了 想起某个小道消息什么 他开口道 据说这个与之拨拳成了 傅岳族长家二公子的 传也大黑点头道 是的 属下认为 正是因此 与之拨拳获得了族内的看重 甚至是得到了傅岳族长的亲自指导 才能进步这么快 什么同养席的传闻 他也是略有所闻 只是没想到作为活影的原非日展 也会对这种小道消息感兴趣 当然 这也不是什么大新闻 在基本都是族内通婚的家族中 什么同养席 同养父之类的都算是很普遍的现象 与之拨还算好的 只要是族内基本都可以自由恋爱 即使是外娶外嫁 都不会受到族内太大的阻力 只是长期下来的观念和教育 让他们普遍族内通婚而已 而日向 不要说外嫁外娶 大部分族人连族内自由恋爱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接受族内的婚派安排 当然 有能耐 找到诸如活影忍接救世主之类的对象 也不是不能商量 简单向传野大黑了解了一下情况 与之拨全政治试卷后满意的在毕业申请上写上了批准两个大字 麻烦活影大人啊 让与之拨全准备一下 下午接受毕业考核 是 虽然毕业申请已经批准下来 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该走 该考核的还是要考核 而且 提前毕业的考核内容也比正常的毕业考核更为严格 不会是什么国家加班的三申术 只是这个与之拨全的分班的问题 带船野大黑离开 与之拨拿起桌面上的烟枪深深地吸了一口 思绪飞转 忍者学校高年级毕业 以低年级的期末早几天 因而高年级毕业生已经完成了分班 并接受了代班老师的考核 再安插一个人进去 似乎不怎么合适 同时 能够继承伙之一致的与之拨足人 都是村子需要极力争取的对象 而每位迈出象牙塔走向残酷忍者世界的人者 都会发生极大的心理变化 因而对于代班老师和同伴的安排必须甚至又甚 最好都是深爱着村子忍者 能够在这段时期对他进行心理引导 造成深远影响 宇智波族长大公子 宇智波又已经展现出足够的火之意志 并由宇智波止水持续对他做出影响 而宇智波家族长二公子 宇智波佐助还年幼 宇智波全又是他未来的妻子 身份特殊 他的思想能够有效直接地影响到心智尚未健全的佐助 有着哥哥和未来妻子的双重影响 想到这里原飞日展更加不得不慎重安排 很快他想起了什么 拿出一份忍者小队的档案 一边查阅着的同时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这是前两年毕业组成的忍者小队 只是近期一名成员在任务中牺牲 本来他并没想补充成员 毕竟小队中已经有一名成员通过了中人的考核 并递交了进入案部的申请 正接受考察中 只要该名成员通过考察并考核成功 智力魄散的忍者小队也就面临着解散 但如今这个宇智波全正好安排进去 即使是案部的候选人 能接受考察 说明最基本的政审过关思想政治合格 拥有足够的活之意志 同时在牧业没有人比某个群体更有目性 按部 再 给我通知日向日差过来 是 不一会 日向日差来到火影当公室 火影大人 嗯 原非日展微微汗手 而后将宇智波全的资料递出 日差 你先看看 好 日差并没有提出疑问 借过资料认真查阅的同时心中微动 又一个的宇智波天才 要是我们日向也 要是日向一族没有分家制度 人人都能修炼家族高级拳法的话 他相信日向一族不会比宇智波一族差 虽然他明白这不可能 这种传承千年已经根深蒂固的制度 不可能轻易改变 但他依然忍不住去想 也只能是想 心中无奈 叹息一声 他收起思绪 带资料看完 他开口道 火影大人是想将这名宇智波族人 并入我们的人这小队 没错 原非日展点头道 他是继承火之意志的宇智波族人 是村子必须争取的对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 日向日差重重点头 属下一定会好好对他做出引导 好 那就拜托你了 日差 竟然安排到日向日差的小队了 两年前 监视着原非日展的佐助 就曾对于这个小队的组成奇怪了一回 毕竟他可没有听说过这个小队的存在 只是奇怪归奇怪 一个小队的变化 他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只当是他的出现引起了蝴蝶效应 很快就抛住脑后 而如今原非日展将宇智波全安排到这个小队之中 再结合他们之间的对话 那就不得不让他重视起来 忍者学校 宇智波全 你的毕业考核内容已经下来 因为高年级的忍校生已经完成了分班 所以你只能安排到别的忍者小队 这次你的毕业考核将会连同该忍者小队的入队考验同时进行 要是不能通过他们的入队考验 则意味着你无法毕业 你了解了吗 听完班主任传野大黑的话 宇智波全试探道 大黑老师不知道小队的老师和成员是 很可惜 明白他是想先获悉小队成员的名单 好提前做出准备 传野大黑有些暗默能助 因为该小队的特殊性 即使是老师也不知道小队的名单 火影大人也只给出了老师是上人成员中一名中人和一名下人的模糊答复 但你要明白 普通人者小队都是中人单人老师 能够有特别上人作为带队老师已经非常不错 这次有着上人的老师和中人的同伴 说明了火影大人对你的重视 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上人和中人吗 既然老师这里没有答案 那就问问佐助吧 这么想着 宇智波全重重点头道 嗯 我知道了大黑老师请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获得他们认同的 他可是知道佐助24小时监视着火影整个木页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火影的决策 要不是今天需要申请毕业来忍者学校的是本体的话 估计他自己都知道分班内容了 嗯 很好 船也大黑微笑着摆了白手道 去吧 现在你可以离开学校了 回去 准备好相应的忍据 下午5点准时到达第一训练场等候 是 离开忍者学校 宇智波全集匆匆地赶回了佐助家中 佐助我小队分配室 对 已经准备好了 佐助直接甩出一份资料自己看 看完烧了 太好了 借过资料看见上面还未完全干透的笔记 宇智波全便知道 这是佐助亲自写下来 资料之详细足足有近十页纸那么多 内心触动的他 直接捧着佐助的脑袋狠狠地亲了一口 谢谢你佐助 就这 佐助挑了挑眉 而后指了指令一边脸蛋 见状 宇智波全妩媚地翻了个白眼 阴唇再次硬了去下 满意了没 对于这种小轻易的动作 他已经习惯 只要没人在的话 就不会感到太大羞涩 见佐助满意点头 他才认真地查阅起资料 随即看到老师的名字 他有些惊讶道 老师是日向日查 一直待在佐助和新燕长老身边 耳目如染下 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位日向家族的分家家主 是的 只是他不重要 暂时不需要了解 这么说着佐助伸手翻开资料中的另一眼 点了点上面的名字道 下午对你进行入队考验的是他 时尚考验 只需要在他手上撑过五分钟就能通过 五分钟 明白佐助已经帮他偷听了小队对他的考核安排 宇智波全便先略过日向日查 认真地查阅起该人指的资料 且心中微动 11岁的女中忍精通剑术 已经五点钟了 怎么还不见有人过来 第一训练场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 但早在四点半 宇智波全便早早地赶到了训练场中等候 一同过来的还有对宇智波全 未来的人者小队成员感兴趣的宇智波佐助 两人看似随意地闲聊着 应该被什么事耽误了吧 毕竟是精英忍者小队 知道老师又是上人 已经来了 听到佐助装作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样子 宇智波全心中微动 而后隐约察觉到有被窥视的感觉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长刀压抑住转头的冲动 随即佐助刻意压低的声音传来 不必伪装 会被对方看穿的 文言他便遵循身体的本意 下意识地转过头 佐助顺势疑惑地开口 拳降 怎么了 没 只是有种被目光注视的感觉 目光注视 会不会是你未来的队友 我也不清楚 两年多近千的日日夜夜待在一起 佐助和拳已经能够配合无间啊 训练场不远处的密林某大树上 一名身穿女仆装有着墨绿色期间短发的日向族人眼角青筋暴突 正盯着宇智波全和佐助的方向 身旁一名有着紫色长发 身穿木叶忍者马甲的少女 正抱着双臂开口道 下 这个 宇智波全怎么样 日向下宁摩道 体内查克拉 你同龄人强大数倍 甚至比我还强 体内器官跳动有力 细胞中蕴含庞大的力量 警惕性也非常高 他已经发现我了 发现的一瞬 他全身肌肉紧绷 我能看出 他肉体中蕴含着强大爆发力 从察觉被窥视后下意识手握长刀的动作来看 说明他对自己剑术有信心 因而必然精通剑术 最后他双眼中蕴含特殊的查克拉 结合与制波族人的身份 应该是开启了血轮眼 综合以上 我认为他是一名人体患三精通的人者 血轮眼 还精通剑术 人体患三精通 此发少女一脸味然 他记得忍者学校的学生档案上指标注了 体术出众 手里剑完的溜 掌握基础的三身术和两个火盾忍术而已 剑术和血轮眼的信息 根本就没有提及 身扛一直沉默靠在大树上闭目养神的日向日查 听完日向下的分析 也不由睁开了双眸 而后单手结印 白眼 果然 日查发现他目光头去的一刻 宇治波拳身上的肌肉再次下意识紧绷蓄力 钥匙爆发出来破坏力必然不俗 其余情况也和日向下判断的一点都不差 他关闭白眼面路赞许道 不错 下 你使用白眼搜集情报的能力愈发精准了 日向日查的这番话 无疑就是认同了日向下的判断 此发少女不由伦道 也就是说这个宇治波拳在忍者学期期间 根本就没有出权力就已经可以碾压铜镜了 应该是这样 没错 日查点头只认为 宇治波拳有这样的实力 是宇治波一族之人善查英才施教下的结果 心中不由羡慕他们一族为财事举的制度 并在对比自己一族的宗分加奴隶制度后 形成严重的心理落差 并不知道日查老师心中所想 得到夸赞的日向下有些小雀缘 而后关闭了白眼转头看向子发少女 宁仲道 戏言 我还没见过这个年龄的人者拥有这么忧郁的身体素质和庞大的查克拉 而且还有写文言 你要小心啊 至于剑术 他没提 因为他认为宇治波拳剑术再好 也不可能有他的同伴卯越西岩的好 他越优秀不就对我们小队越有利吗 卯越西岩却是并没有在意 反而对于宇治波拳来的兴趣 战役高涨有些急不急待到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会一会他 扔下一局 他发动顺身术身影消失 怎么这样日向下有些无奈 在他心中卯越西岩就是一个战斗狂 特别是在遇上剑术高手的时候 不然也不会申请加入暗部 只是可惜 这次小队补充人员 也就意味着他加入暗部的时间变得遥遥无期起来 走吧下日插道 我们也过去 可别让他们误伤到宇治波家的二少爷了 日向下微微居身道 是的 日插大人 来了 探见目光传来 未知的树叶摇曳了起来 仿佛被什么东西擦过 宇治波拳迅速挡在了左柱的身前 长刀争声出鞘横在胸前浇喝一声水 并没有得到回应 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宇治波拳的身前 手中长刀化作凌厉寒芒 宇治波拳并没有选择正面硬碰 担心伤到左柱 他迅速踢起左柱的衣服 向后一跃 躲过对方攻势的同时双眸一臂一针 化作星红的二勾玉 血轮眼幻术发动 只是对方显然早有准备 并没有宇治对视 脚下发力迅速追击 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啊 宇治波拳心理吐槽 不得不分心保护左柱边退边挥舞着手中长刀 被动防守 金铁交机的声音不断响起火星刺剑 身后的左柱也是无奈做出惊慌失措的表情 这是日向日差和日向下现身 左柱将绝境中看见曙光的神色表演的酣畅淋漓 舅舅救命 老演员了 日向日差一个顺身来到左柱的身后 直接提起他再三两下跃动 来到了数十米外 不得救啊 左柱松了一口气 而后见日差两人都没有出手的意思 马上急到 你们怎么不去帮忙 宇治波的二少爷 日向下礼貌的微微居身 而后解释道 我们是对宇治波拳进行毕业考核的人员 左柱先是一愣而后故作松口气道 那就好 当然 因为西岩的乱来而导致您受到惊吓 作为队友的我必须为他向您道歉 抱歉 希望您能原谅我们 说完日向下再次居身 这妹子这么有礼貌的吗 还您 左柱再次一愣 而后故作慌忙摆手道 不不用 应对特殊情况也是考核的一种吧 我能理解的 真的不需要道歉 文言日向下松了一口气 而后歪了歪头 眉眼弯弯地微笑道 谢谢您的理解 另一边 激烈交手中的卯月 西岩见宇智波拳并没有阻拦 任由左柱被提走 便开口道 你就不怕他们绑架你们家族的二少爷 没有了左柱这个累赘 从被动防守转变为主动攻击的宇智波拳傲然道 任何伪装都不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左柱身份特殊 瑞向家族的人不可能对他动手 哦 一箭批出 卯月西岩挑美道 你就这么信任日向家族 当然 宇智波拳毫不犹豫的声音响起 卯月西岩本以为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信任日向家族或认出日差身份 甚至是猜出他们就是考核人员之类的话 却唯独没有想到 他在猛然反攻的同时 尽一副理所当然的道 因为日向家族承受不起我们宇智波一族的怒火 啊 挺拽的啊 不愧是宇智波 卯月 西岩挑了挑没 但嘴角的笑意却是怎么也压不下去 借助在交手的间隙 他偏向日向日差和日向下 显然是想看老师和队友的笑话 不远处听到这话的日向下有些甘大 日向日差却是笑道 小女孩倒是挺傲的 脾气也不小 作为见惯大场面的日向分家家主 自然不会被一个小女孩的话惊弄 更不会仅停一个句话就上当上限 毕竟是天才嘛 有傲气正常 没有傲气才有问题 更何况 对方可是与之不安 能理解 日向下有些疑惑 日差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他应该是猜到我们的身份 所以对我们一言不合就出手 惊吓到左朱少爷儿抱有怨气 说着还瞥了一眼左朱 啊 抱有什么怨气 这是一不小心说了大实话而已 察觉到目光马上切换成一脸紧张的左朱 心里默默吐槽 只是待日差收回了目光 他又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两个妹子身上 嗯 不得不说 那身黑色和服外套女仆装 一副乖巧田径端庄的日向下 和小校年纪就涂了个烈焰红唇 清冷中又隐约透着些许狂野的卯月西眼 这两个风格迥然不同的妹子 给了他非常不错的视觉享受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 日差的声音响起 好了 停下吧 西眼 这 最后一下 冰冷交际的声音响起 两人分别借助反正的力量向后乐曲 停下了攻势 显然日差小队在前面都有些小看语直播拳了 什么撑过五分钟 他甚至连忍数都没有释放 仅凭剑术就和卯月西眼斗得难分难解 虽然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防备血轮眼的缘故 导致西眼有些束手束脚 并没能发挥出全部实力 但这显然不能作为借口 毕竟血迹界限也是实力的一种表现 西眼走了上前微笑道 恭喜你 宇治波拳通过了我们的考核 同时我也为刚刚鲁莽向你道歉 说完微微俱身 对不起 宇治波拳一浪 心道眼前这个卯月 西眼道并非是那种不好相遇的人 随即故作惊一道 耶 刚刚的不是考核内容之一吗 警惕性测试 保护任务对象 抵我判断 还有最后的实战 是我理解的不对吗 托刺看着他一副杀有其事 还掰着手指细数的可爱的模样 卯月西眼鸣嘴一笑 也不忧心道 这个宇治波拳也并非那种 傲到目中无人的宇治波族人吗 他微笑着伸出手道 以后就要成为一个小队的队员了 互相认识一下 我叫卯月 西眼是比你大两届的学姐 精通牧业流剑术 嗯 宇治波拳伸出手自我介绍道 我叫宇治波拳 精通火盾和宇治波剑术 还有血轮眼幻术 很高兴认识你西眼前辈 未来的日子也请西眼前辈多多指教 果然是人体患三精通了 卯月西眼心中一动 而后微笑道 好去理后就是同伴了 有空一起交流剑术 嗯 宇治波拳重重点头微笑道 好 很好 看着融洽起来的两人 日向日差微笑道 看来你们两人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说着他向宇治波拳伸出手道 我是日向日差 也是你的指导老师 精通日向柔拳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人者小队 日向日差 宇治波拳捂着嘴姑做惊喜 而后一副才反应过来的样子 连忙伸出双手道 没想到竟然是我的指导老师 竟然是日差大人宁 真是非常荣幸 竟然也是个小演员 作为一名忍者 对于伪装这个必备的基本素质 已经算是如火纯青了 老月西眼和日向下相视一笑 回忆起当初知道指导老师 是日差老师的时候 他们也是惊喜万分了 倒没想到作为大族的 宇治波拳也不能幸免 当当可是大放厥词 说什么日向受不起宇治波的幕伙了 估计是没有想到 其中一的是作为分家家主日差老师吧 这时日向下也走了上去 带着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甜美笑容 伸出手拳你好 我叫日向下 嗯 算是勉强精通柔拳吧 因为实力不高 所以在小队中主要负责侦查任务 而你的实力我看到了 很高兴你能加入到我们的小队 未来的攻坚任务就要拜托你和西眼了 说到自身实力的时候 它显得有些甘大 而说起宇治波拳的实力时又是双眼发光 带着些许小崇拜 最后更是双手和十一副 拜托你了的样子 每一个辅助都有一颗输出的心 显然这个女补小姐姐日向下也是如此 嗯 宇治波拳伸出手重重点头道 夏前辈请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同时 也请夏前辈不要妄自菲薄 白眼的侦查能力忍戒无双 不但能够料敌先机 提升任务的成功率 更是可以提高小队的生存能力 夏前辈的存在可是给我这种 刚出象牙塔的菜鸟 顿感兴安了不少呢 我猜一定是日查老师 在侦查任务中 每每为夏前辈查漏补缺的良苦用心 让夏前辈对自己能力和重要性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吧 相信我夏前辈 不管再怎么实力平平 木叶之中 也没有仁者小队能够拒绝一名日向族人 请务必自信起来 那听完语之波拳的话 日向下一脸惊讶地捂着嘴 心到自己竟然这么重要 他的存在 竟然还能让人心安 真的是因为日查老师的良苦用心 所以才对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 做出错误判断 作为一名日向族人 真的能够自信起来 几句话说得他运呼呼轻飘飘的 对于智波拳的好感更是直线飙升 就连日向日差和莽月 吸眼也是一脸震惊呆滞的模样 天啊 这种话真是一个宇智波能够说出的 人体换三精通 且已经开启二沟玉血文眼 拥有中人的实力 只是掌握的火盾树类尚且不详 个性有着宇智波的一贯的傲气 但又不是作为女性的温柔 且拥有高情商 容易融入且有意愿融入团体 火影办公室 看完日向日差 对于智波拳的实力和个性的分析 袁飞日展开口道 辛苦你了 日差 日向日差道 是我应该感谢三代大人的偏爱和信任才对 这可不是客套 开始知道是宇智波 他还有些担心内部问题不好处理 毕竟宇智波是出了名的难相处 但仅仅相处了一会 他就知道自己多虑了 毕竟可不是谁能简单几句话 就获得小队成员的好感成功融入团体 实力高 性格好 这种人才没有人会不喜欢 能够将这么优秀的毕业生安排进他的小队 说明火影对他的信任 他自然需要由衷的表达感谢 直到日差并非客套 袁飞日展也不由再次高看了几分宇智波拳的人格魅力 好了 日差 客气的话我们就不用说了 让宇智波拳进来吧 是 不一会 已经完成忍者档案的建立正式带上的忍者户啊 宇智波拳来到了火影办公室 他单膝跪地恭敬岛 火影大人 嗯 袁飞日展 微微合手 百文不如一见 至少宇智波拳的态度和姿态上就有别于一般的宇智波族人 拳 恭喜你 从今天起 你就正式成为牧业忍者的一员了 宇智波拳道 成为忍者一直是我的梦想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认可 成为牧业忍者中的一员 我必然竭尽所能为村子奉献 争取获得村子和大家认同 村子和大家的认同吗 袁飞日展心中一动 明毛道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忍者获得认可呢 仿佛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宇智波拳咬着嘴唇道 因为我想保护身边的人 保护大家 获得大家的尊重 只有没有的东西 都会渴望得到 回忆起宇智波拳痛是父亲 且因血脉不存在宇智波 备受冷眼的情报 袁飞日展心中微动 是经历过丧失亲人的痛苦 所以才会渴望保护身边的人 是因为没有得到尊重 所以渴望尊重 所谓的高情商 恐怕也是因为深处的环境 习惯了察言观色而练就吧 但谁又能确定 现在的发言不会是有人教导 或是所谓高情商的违心化了 据说你小时候 并没有在宇智波足地生活 回到足地后还习惯吗 傅月族长一家 都带属下如亲人一样 谢谢火影大人关心 只说傅月一家 其余只字不提 结合情报 袁飞日展再次确定了 他在足地过得不好 而后开口试探道 相信你也知道宇智波 和村子之间的矛盾 不知傅月族长平时 这宇智波全有些为难 只能怯怯地低头道 属下只知道 傅月族长一直为如何维系 傅月展微微汗手 对于这点他并不怀疑 无论是以他对傅月的了解 还是傅月的多次主动让步 都能确定这一点 不然他也不会同意傅月 用他父亲的名字 作为佐助的名字 这点在他看来 除了希望佐助 能够像他的父亲原非佐助一样 成为伟大忍者之外 也有着主动示好的含义在内 同时他也相信 当平衡被彻底打破 需要面临抉择的时候 傅月最终只会选择宇智波 这无关信任与否的问题 而是作为宇智波族长 这个身份带来的必然结果 至于宇智波拳 从他为男的表情来看 元非日展也知道他有所隐瞒 但他并没有在意 傅月一家 待他如亲人 无疑就是冰冷中的温暖 黑暗中的曙光 有所隐瞒 人之常情 真要是一股脑全部说出来 这种人也不值得信任 就在元非日展四续飞转的时候 寄生在宇智波拳身上 孢子接收到了某个情报 声音在拳的脑海响起 有人盯上你了 你需要加强三代对你的重视 跟着我说 被人盯上了 宇智波全心中一动 认真听完佐助的话 而后故作做了什么决定 使得深呼吸了一口气 而后面露坚定 火影大人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让我成为村子 和宇智波之间的桥梁 元非日展顿势一愣 老海中不又浮现出 当初汁水做出相同请求的画面 而后和现在的画面重合 一直闭目养神 做透明人的日向日差 也不由微微抬起了眼帘 他已经有点后悔待在这里了 宇智波和村子之间的事 根本就不是他一个日向分家 能够介入的 这也和日向一贯佛系的理念不符 只是火影并没有让他离开 他也只能待在这里 陡然 这是傅月教你说的 元非日展冷不丁的话 让宇智波全下意识抬头惊呼 怎么可能 傅月大人怎么可能会叫属下说这种话 而后似乎意识到自己太过激动 他便低下头咬着下唇道 属下只是有些不仁 想为傅月大人分忧 确实不是所以 是为了报答傅月一家的知遇之恩吗 小孩能够在他的面前说话 而能够拥有感恩图报的品格 也更说明他是一个值得信任 值得争取的人 至于他需要报答恩在傅月一家身上 这一点并不重要 毕竟傅月一直拥有和村子调解的意愿 只要把握住软肋在施加营等 想到这里 元非日展点头道 好 那未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是 与之波全先是一喜 而后语气恭敬 面露坚决 谢谢火影大人 属下一定会努力的 待他离开元非日展贴向一旁的日向日叉日叉 盛眼道属下明白 好 元非日展满意点头 而后摆了白手道 去吧 属下告退 日向日叉正欲退出火影办公室陡然 砰 得一声 当东市门被推开 日展 将雨智波全交给我 我会将他培育成木叶最锋利尖刀 团藏 接二连三的变故 终于让日向日叉意识到 他的人者小队并非来了个人才 而是一个大麻烦 团藏似乎才注意到有人下河青台 日叉是吧 雨智波全不适合 团藏 元非日展打断团藏的话 而后向日叉微微点头 日向日叉如是重负匆匆走出办公室 并贴心地紧紧关上了门 火影办公室内 八岁就开启二沟玉血轮演 接受忍者训练才两年就有中人实力 这种人才 不能放而认知 特别是他姓 雨智波 团藏昂然道 日展将他交给我们根部吧 元非日展微微抬眸 当初给你的时候 你不是嫌弃他血统不纯吗 九尾职业后 父母君没有忍者才能 且只有一半雨智波血统 团藏自然是没有看上 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潜力 对此团藏自然不会感到不好意思 反而振振有词到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不能继续放任 既然他是我们根部的候选人 那就是我们根部的人 日展 你可以签字让他回归根部了 元非日展果断拒绝 他是继承火之意志的雨智波族人 能够充当村子和雨智波一族的桥梁 我不能将他交给你 日展 团藏一脸不可思议 你竟然还妄想 雨智波和村子能够调和 元非日展坚定道 我相信只要付出真心 那就一定能够成功的 雨智波是木叶的一份子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 你太天真了 日展 团藏目气不争 对于雨智波这种顽固的一组 必须用雷霆手段镇压才行 如果你下不了手 那就交对我们根部 团藏 元非日展宁谋道 我才是火影 村子的事自然是由我来决断 我绝不允许你对雨智波下手 至少 现在不行 见元非日展态度坚决 不惜用火影身份压下来 明白事不可为的团藏冷哼一声 日展养虎为患 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 扔下一句栓门而出 元非日展叹息一声 缓缓合上了双眸 另一边 火影火影可恶 如果我是火影 团藏透着不甘 暗处 监视着团藏的包子分身 却是一脸不屑 真是想当火影当风了 这一世五代半都不要想了 对 另一边 所以 就是团藏盯上我了 因为我表现得太过出众 他想要将我吸纳进根部吸脑 走在回族地的路上 听完佐助解释 对宇智波全做出简单总结 没错 佐助点头道 现在的你已经初步 获得元非日展的信任和重视 有他从中制衡 相信团藏短时间内 也不会再起心思 但这并不代表 就可以一劳永逸 你需要持续获得 元非日展的信任 未来你可以适当 透露一些宇智波一族的事 反正叛徒也不差你一个 宇智波全皱了皱穷 逼不满道 什么叛徒 说得那么难听 吐槽了一句 而后又有些担忧道 只是 又喝止水 经常和佐助待在一起的 他自然已经知道 宇智波止水已经投向火影弥漫 但偏偏宇智波又又是止水的挚友 甚至把止水当做清大哥一样爱戴 想起宇智波又 佐助也不由暗自叹息 前世 他就不怎么喜欢又这个大孝子 但偏偏这一世 他成了佐助 两年多的相处 让他真切感受到 又对他几乎溺爱的兄弟之情 等吧 相信终有一天他会迷途知返的 只是止水 他的铜数注定了让我无法真正信任他 宇智波全心中一叹 是啊 别天神 谁又会去相信这么一个已经背叛异足 又能够随时修改别人意志的人呢 回到家中 我回来了 二 宇智波美琴从厨房中伸了半个伸的出来 微笑道 佐助小泉 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 还有恭喜小泉了 今天开始就是忍者了 谢谢美琴阿姨 宇智波全甜美一笑 我也来帮忙 美琴看了一眼正坐在大厅喝茶的浮月 一口的意思 便点头道 行 麻烦你了 小泉 不麻烦 我也想跟阿姨你多学习一下做菜 倒是让阿姨你费心了 真是温柔呢 小泉 宇智波全走进厨房 佐助则坐在了赴岳的对面 爸爸 赴岳微微汗手 一边拿起一个干净的茶杯 给佐助倒了杯茶 一边开口道 小泉毕业了 你们有什么安排 说完茶也随之倒完 他将茶杯递给佐助 谢谢爸爸 接过茶杯 佐助清明了一口 而后随意地说着先正常做个忍者 正常做个忍者吗 也好 既然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就不多智慧 略过这个话题赴岳转而道 小泉今天见三代了 是的 佐助点头 而且团葬还盯上了泉 所以我让泉获得了三代的好感 这是想借助三代制衡赴岳明白佐助的意思 而后道 泉现在已经贴上我们一脉的标签 不是可有可无的宇智波族人了 不管是三代还是团葬 都需要考虑我们一族的想法 但我不能赌不是吗 佐助道 即使爸爸你能从中斡旋 但不能确保团葬不会下黑手 只有贴上三代的标签 才能彻底掐灭团葬的念想 也对傅岳心中暗叹 撇了一眼出方方向道 那只能委屈小泉了 贴上了火影一脉的标签 他在宇智波一族刚刚有所转变的境地 恐怕会变得更为糟糕 不 佐助确实摇了摇头 委屈的是父亲大人宁 宇智波全可是一直待在他们家 拥有现在的实力 族妹也是认为得到了族长的指导 要是得知权靠向了火影一脉 一个教导不方 恐怕就要令傅岳在族内的风平受损 傅岳却是挑眉的 佐助 你的父亲我是宇智波一族的族长 你不要小看我在族内的威望啊 对对对 一个只能委屈求全岛的族内怨气冲天的族长 吐槽归吐槽 但他父亲既然这样说佐助也只能低眉顺眼道 是我多虑了 你小子明白佐助的话有些言不由衷 傅岳气得痒痒痒的 这是门口传来开门的声音 宇智波又的声音随之响起 我回来了 闻言佐助和傅岳相识一眼 这个声音和语气不对劲 正在厨房中的宇智波 美秦似乎也是听错什么 从厨房中伸出头微笑道 哟 回来了 饭菜马上就好了 先去洗的手吧 宇智波又扯出微笑道 不用了 妈妈 我已经试过了 连续几天的任务有些累 我想先回房间休息 说完他转头看向父亲和佐助 爸爸 佐助抱歉 不能陪你们一起吃晚饭了 美秦开口道 对了 哟 你还不知道吧 小泉今天通过了毕业考核 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忍者 妈妈可是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大餐庆祝 毕业庆祝 宇智波又神色一样 而后看见宇智波 全也从厨房中露出了个头 他只好扯出微笑 那就真是恭喜了泉 只是我的真的有点累 礼物的话我也没有提前准备好泉 对不起不能陪你庆祝了 礼物明天一定补上 爸爸 妈妈佐助 非常抱歉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说完他静止回到了房间 带拉上房门的声音响起众人这才回不神来 果然不对劲 现在的幼可是还很重视家庭的 这种情况 他再累也不可能缺席 美情不由面露担忧 看了一眼傅月 傅月见状 像佐助打了的眼色 又是我 佐助无奈只能站起来向幼的房间走去 来到门口 还没有来得及敲门 里面便传来了幼的声音 是佐助吧 我已经休息了 有什么事能够明天再说吗 还有不能给全庆祝毕业 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我真的有点累 不想因为我影响到你们的气氛 已经影响了 佐助直接拉开了门 叮 听到声音 正双手抱戏 坐在房间连接的花园过道上 抬头看着月光的雨 至波又转过头 无奈中透着尴尬 佐助静止走到他的身边坐下 双肘顶着大腿 双手撑着脸颊 静静地看着月亮 两人无言 两久 又叹息一声 开口道 天麻牺牲了 是吗 可惜了 天麻 雨至波又的所在忍者小队的成员 佐助自然认识 心红的二郭玉 她是为了保护我而牺牲的 佐助拍了拍右的肩膀 失去同伴的感觉一定不好受吧 右点头 我一直认为生命的诞生和生命的死去 都是有意义的 生命也是可以被拯救的 我曾经救过天麻 她说过一定会还这个人情 但我没想到 她最后竟然为了保护我死了 我体会到了同伴失去生命的痛楚 感受到了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心情 因此我开启了血轮眼 但如果开启血轮眼 必须经历这些痛楚 那么这双眼睛开启意识吗 这个 我们语之不一族 以而为傲的血迹界线又算什么 我们真的是受诅咒的邪恶一族吗 不是 你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 可以做到面无表情 甚至连语气都不带起伏大 看着语之不幼的样子 佐助心中不幼狂喊 又似乎意识到什么 她终于有了情趣波动 带着歉意转头 佐助 忘了你也没有开启血轮眼 抱歉 我的话让你困扰了吧 佐助摇了摇头 虽然我没有开启血轮眼 也没有体会过这种痛苦 但哥哥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执着于过去的痛苦之中 而是在体会过失去之后 更加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 不论是亲情 友情 还是爱情 血轮眼开启的意义也在于此 因此 我们不应该质疑我们一族的血迹界线 反而应该庆幸 因为悲痛化作了血轮眼 让我们获得了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些值得珍惜的东西 对比起其他人 我们一族无疑是幸运的 幸运 与之波又一浪 你认为对比起其他人 我们一族是幸运的 是的 佐祝点头 因为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次又一次的失去 并极有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 一次又一次的无能为力中彻底颓废 而我们与之波一族 学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 促使血轮眼进化 一次又一次的悲痛中变强 直到我们拥有不再失去的能力 除非死亡 任何困境都不可能将我们打倒 顺境中 我们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但逆境中 上天却是唯独给予了我们一族涅槃终生的能力 所以 我们不正是被上天眷顾且被偏爱的幸运一族吗 与之波又瞳孔猛然一锁 血轮眼开启的意义在于保护还值得珍惜的一切 除非死亡 没有什么困境能够打倒与之波一族 我们不是邪恶的一族 不是被上天诅咒的一族 而是被上天眷顾且偏爱的一族 难道我真的对我们一族做了错误的理解 佐祝的话无疑就成了一记重锤 狠狠地敲击了他的心灵 让他刚当生起对一族对血轮眼的理解和质疑敲得智力破碎 房间外 正竖着耳朵的宇智波赴月也不由一脸呆滞 也不由心生怀疑 难道我们对一族对血轮眼的理解都错了吗 宇智波传承千年下来 可从来没有人这么解读过他们一族 灵魂空间中 还能这样 信念长老也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只是他比赴月和又更了解佐祝 两年前佐祝就曾说过 宇智波一族是爱之一族的言论 狠狠地震了他一番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认为 宇智波一族是畸形的一族 当时的佐祝可没有现在这一套理论 推翻他的论点 显然 这一套要不就是在那之后想的 要不就是献编的 只是编的也太有道理了吧 没有人愿意将自己一族将自己血脉定义或被定义成邪恶的 只是他们无法将悲痛中开启血轮眼这一现象做出正向的解释 因而只能接受自己是邪恶一族的定义 信念长老相信 这套理论只要操作得当 那么宇智波一族的血脉将会披上神圣的轻杀 被重新定义 但要是操作不当 恐怕会遭来灭顶之火 想到这里 信念长老语气急促到 佐祝 这套理论你可不能随意传出去 什么天眷一族的名号太招人怨了 我明白 对于这点佐祝当然明白 穿越忍界获得灵魂空间 他的野心自然不会只在小小的一个木叶小小的一个火影 但自古往今 想要争夺政权 无意不讲究是出有名占据大义 而想要稳固统治 那就需要编造神话 神话己身 证明天命所归 让万民敬畏 而这套天眷一族的理论 正是为未来所准备 引游转世人对宇智波一族的刻板的观念 只是现在只有雏形且时机还不成熟 现在传出去也只是自己往脸上贴金而已 以宇智波一族当下的处境和族人的性格 不说传道忍见了 但族内传播并被族人所接受 恐怕一个个兜的膨胀起来 嚷嚷着就要去送人头了 陡然 房间门被猛然打开 哟 刚刚左柱的话 你不能和任何人说 记住 是任何人 你明白没有 宇智波赴月虽然慢了一拍 但也是反应了怪 语气名重且急促 我明白了 父亲大人 七岁就已经有着火影四围的 又自然明白其中的厉害的关系 重重点头 只是赴月还是有些不放心 隐晦地给左柱使了个眼色 而后训斥道 左柱天眷一族这种话 是能随便说的吗 现在已经有人 是我们宇智波一族为眼中钉 你知不知你这番言论 会将我们一族陷入绝境 看来过早开会 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在家人族人的赞誉中 已经令你失去了 对这个世界的敬畏 听见父亲严厉的话语 和一旁被吓呆的左柱 宇智波又心中一紧 迅速跪在地上 父亲大人左柱还小 恳求您不要对他过于责备 左柱说出这番话 也只是为了开解我而已 相信只是无心之失 父亲大人要责备 那就责备我吧 说完整个身体 已经成土下做的姿势 贵妇在地 就是这种感觉 看着又的样子 左柱心中一叹 而后看了一眼 父岳暗示差不多得了 父岳却是凝重摇头继续的 又正因为他上年又 威父才需要严加教导 以免他走上企图 再这样下去 他的性格只会比 我们的族人更加狂妄 不会的 又额头贴在地板 莽的摇头 左柱很乖的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的 父岳冷哼一声 看向左柱说 你是不是偷看了 我们宇智波一族 绝密使记 啊 绝密使记什么鬼 随即领会到父亲的意思 左柱瞪大眼睛 而后低下头 知无者无我 绝密使记 也就是说 宇智波又未然抬头 父亲大人难道 傅月双手抱毙 深呼吸一口气 而后无奈点头 没错 我们宇智波一族 正是千年前 某位至高无上的神明后裔 我们一族 也一直以神之一族自居 只是世人担心我们一族 再次以神的名义 统治世界 所以才想方设法 抹黑我们一族 千年下来 世人已经忘了 我们曾经的名号 只认为我们是邪恶的一族 甚至连族人也爱 这些史记 也只在我们宇智波一族的 族长手中 代代相传 说到这里 他目光一立 只能没想到左柱亨 卧槽这就认上了 左柱狂汉 但不得不承认 傅月也是说的没错 宇智波一族 确实是神之后裔 只是迫害抹黑什么的 那就呵呵 灵魂空间中的信念 长老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心中不由感叹 单论面皮之后 傅月已经是个合格的族长了 神之后裔 女之波又却是信了 口中难难自语 甚至还脑补出一段 族人千年来遭受迫害 代代族长 却不得不忍辱 负重的悲壮历历史 这时左柱一副 后爬得拉拉拉右的一脚 似乎想要又继续为他说话 平息父亲的怒火 而这一举动 又无疑是承认了 偷看实际的事实 左柱你怎么可以挨又叹气 只是重话实在是说不出 他也只能转头 再次扶在地上 父亲大人左柱还小 我相信他已经知错了 他不会再乱说的 也请您放心 我也一定会谨守这个秘密 不会让除了我们之外的 第四人知道 今天是全的毕业 等一下还要为他庆祝 原本已经因为我之前的 太独闹得很不愉快 要是左柱和父亲 您演到的不愉快 恐怕全会乱想 好家伙为了让父亲消气 连全的毕业都利用上了 左柱也只能怯怯地开口道 是的 父亲大人 我下次不敢了 听到这里 傅月也意识到差不多了 脸色稍缓 记住你们的话 都给我好好调整一下情绪 出去为小泉做毕业庆祝 是 父亲大人 二 兄弟二人乖巧点头 又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是脑海中神之后一词 确实怎么也挥之不去 心中不由涌起研究 一族历史的想法 只是什么绝密实际的 心力过刚当时 他自然没有那的胆量去偷看 待傅月离开房间 左柱心中一叹 带着倩引也如刀 哥哥 只以为左柱还在后爬 右露出微笑 揉了揉他的头 安慰 没事了 父亲已经消气了 而后叮嘱道 只是左柱 你要记住 不能再说出去了 门泉也不行哦 左柱再次一叹 而后乖巧点头 我知道了哥哥 另一边 见傅月从右的房间走了出来 与之波全显得有些甘大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 但他还是隐约听到了傅月的怒声 在他心中 傅月是不可能训斥左柱的 那就只能是右了 因而他以为是傅月的怒声 是在对右前面的态度和缺席他的毕业庆祝会表示不满 有着同样想法的 还有 与之波美情 他带着责备的目光看向傅月 意识到什么 傅月对拳点头是一微笑道 小拳 跟你无关 你不要多想 只是又爱 不说也罢 难道是因为又喝止水 看见傅月似乎有些难言之意 拳也不好多嘴 使乖巧点头嗡了一声 要是自己并没有在意 见状傅月转头对美情道 他们很快就出来了 美情你可以准备开饭啊 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忍者马甲 我先回房间换套衣服 好 美情点头和拳一起进入了厨房端彩 而回到房间的傅月 在关上门的一刻 平静的脸色不在 他撬开房间中的某块地板 而后单手结印 原本严丝合缝地面 显现出一个刻画着黑色的符文 中心处有着三沟玉图案的暗格 将暗格打开 从中拿出一本古籍 看着里面记载着的 与之波一族师祖的某个内容 赋月的面色不断变换 日族大人 日向足地 足掌大宅 看着日差一副恭敬的样子 日族心中微叹 日差这里没人 叫我哥哥就行了 沉默了一会 日差这才开口道 哥哥 日足点了点头转而询问道 你这次过来是因为你们小队新加入的成员 没错 哥哥火影大人让我只是村子和雨之波之间的矛盾 而团葬又 听完日差讲完他的担忧 日足开口道 日差 你要谨记我们一族能够在牧业拥有超然的地位 依靠的是什么 拥有超然的地位是你们宗家而已 日差脸色不变依然一副席耳恭听的样子 记住 我们日向不需要争权夺位 也不需要参与到高层之间争斗之中 不管是村子和雨之波的矛盾 还是团葬和雨之波的博弈 这些都和我们日向一族无关 我们只需要听同当下火影大人的命令 完成他交付的任务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人对我们日向一族看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火影大人对我们日向一族的看法 日差 你明白了吗 重要的是火影对日向一族的看法 日向日差瞳孔微缩 而后低下头道 是 哥哥 我明白了 一个星期后 拳匠不在 真是有点不习惯了 左珠一边吃着三色丸子 一边在牧业的街道中闲逛 虽然他才两岁半 但忍接的少年普遍早熟 父母已经能允许他一个人出门了 毕竟警备队就是雨之波的 放心得很 而雨之波拳已经成为了忍者 加入的也并非什么毕业小队 自然不会留在村子执行什么捉猫任务 甚至第一天就被日差带出牧业见了血杀了人 而现在更是在原非日展的刻意安排下 跟随日差小队前往了雷之国边境 目的是监视战争残酷 以及感受牧业忍者守护边疆的信念和意志 是的 第三次忍接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四年 但牧业和乌忍云远依然在边境处有着小规模的战斗冲突 前段时间 雨之波指水还在和乌忍战斗中大放异彩 躺下顺身指水的威灵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牧业和雷之国小规模战役 距离彻底落幕还需要大半年 也就是说 权这一趟任务 短则数十日 长则百余日 这么一想 闲逛着的左柱也变得兴致缺缺起来 权 离开的第一天想他 算了算了 反正他也死不去 战场魔力下也是好的 我还是到医院逛逛 看看今天有没有忍者去世吧 这么一想 左柱果断回到家中 而后发动浮游之术向着牧业医院的方向奔去 这些年他自然不会是无所事事 拥有灵魂空间的他 自然就是牧业医院的常客 近两年他也囚禁过不少的灵魂 见识过不少硬气的人者 但当刀子夹在他们的爱人 赤友 后代身上时 就没有不服软的 全部轻松麻捏 当然 要是这样都不服软 他也不会真杀人就舍 所以什么引起剧烈情绪波动 什么好言说服都是浪费时间的举动 威胁才是灵魂空间正确的使用办法 也是最直接最快速获得能力的手段 只是左柱还没到牧业医院 可恶 颜飞日展 怎么可以这样对明人 他才两岁半啊 诶 又有好戏 左柱马上将目光放在一号监视之中 只见九心奈紧捏着拳头 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就连波风水门也是一脸目仪 通过和监视明人包子分身联系 左柱顿时明白始末 明人要独自生活了 左柱回忆起剧场版初天的回忆中 他就在日差死的那天逃出了日向一组 遇见了大晚上一个人逛在牧业明人 还将他送了回日向家族 能够一个人晚上漫光 这说明了明人很早就已经独自生活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 现在才三月尾 也就是说明人距离两岁吧 还差十几天 画面一转 火影爷爷 我真的可以自己的 一个人独自生活吗 不同于水门和九心奈 得知这个消息的明人只有兴奋 因为在他的理解中 独自生活 说明他已经长大 也可以出去玩了 终于不用困在屋子里面 不用每天透过窗户羡慕外面的世界 羡慕外面玩傻的孩童 且终于不用面对那些令人讨厌 且神出鬼没的动物面具人 这让他如何能不兴奋 叼着烟道 一脸慈祥的原非日展 揉了揉明人的头 确定道 当然明人已经长大了 可以一个人生活了 太好了 得到确定明人顿时一脸兴奋 而后看向窗外 一脸期待道 那么火影爷爷我能出去玩吗 果然小孩子还是更喜欢玩耍 希望他能交到朋友吧 这么想着原非日展点头笑道 当然可以 已经安排好 暗部24小时暗中保护监视 他自然不会担心明人出什么问题 真是太棒了 再次得到确定 明人兴奋的原地蹦了起来 而后他跑到窗边 看着繁华街道 最后将目光放在不远处的一个秋千 和数个正围着秋千玩耍的孩童身上 火影爷爷 现在我就可以出去了吗 他已经有些急不急待地想要出去 想要玩秋千 想要结交朋友了 当然 原非日展点头而后道 只是明人 你要答应爷爷 不能欺负其他小孩 不能跟别人打架 不能 还有每天不能玩太久 要按时回家按时吃东西 明白了吗 要求明人自然是无一不凯然英语 我明白了火影爷爷 好 原非日展满一点头 而后拿出一碟火制国银两 明人 上次老是叫你的 都学会了吧 前段时间他专门安排人员 教了明人简单的数学货币的分辨 还有怎么样买东西 以及银两的合理分配等等 本来伯峰水门和九星那 还以为原非日展为专门为明人请了家庭教师 心中不佑对三代的感光好上了不少 虽然教的东西有些奇怪 但也只以为原非日展开始允许明人外出 甚至可能有零花钱 所以没有多想 但没想到竟然是为了让明人独自生活做准备 只见明人重重点头道 已经学会了 老师还夸我学得快呢 明人学会了原非日展当然知道 但老师夸妈散了 没有纠结这么问题 他将手中准备好的银两递出来 明人这些银两给你以后就没有人给你送饭菜了 记得要省着点花 这可是你一个月的伙食费 花完就要饿肚子了 竟然还有生活费 明人目光一亮 兴奋接过银两 谢谢火影爷爷 我一定不会乱花的 了答谢意和做出保证的同时 他还竖了数手中的银两 而后一脸惊讶地抬头道 竟然有三千两这么多 火影爷爷这真是给我的吗 当然 原非日展揉着明人的头叮嘱道 只是明人你要记住 这是一个月的生命费 哪天只能花多少 懂得算吗 明人掰了掰手指 两久他兴奋中带着惊喜抬头 火影爷爷 我算出来了 一天竟然有一百两 三千两 一天只能花一百两 该死的原非日展 灵魂空间中看到原非日展 给明人的生活费 九星那怒不可乐 浑身查克拉爆发出来 一头红发无风飘荡 水门也是忍不住脸色一沉 咬牙道 三代怎么可以这样对明人 他们夫妇生前 即使是不算物业 单单存款就有着数亿两之举 一天利息都不止三千两 虽然知道财产已经被充公 但他们实在没有想到三代 竟然一点都不念他们的功绩 一点都不顾及他们的旧钱 连一个月三千两的生活费 都给得出手 还省着点花 小孩子根本没有动手做饭的能力 这也是他们即使知道 暗部不能将明人照顾好 但依然不愿意 见到明人独自生活的缘故 这样至少明人每一顿 都吃得上热腾腾的饭菜 要知道暗部的伙食 可是一点都也不差 甚至算得上是丰盛 而一碗 最便宜的一勒拉面都要六十两 甚至一碗白饭都要十五两 而三千两 估计也就只能吃方便面了 但方便面也不便宜 一包一千零三十两不等 许个中间数二十两 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八百两 这么小的年纪要喝牛奶吧 品质好的牛奶不说 即使是普通的一天一瓶 估计一千两就没有了 还要购置生活用品一副不说玩具 但未来上忍者学校的话 还需要购置忍具 单单一柄苦物就是数百两 三千两哪里够花 则则则 一个月竟然有三千两 那么多元非日展真是大方了 要知道普通孤儿连一千两都没有了 阴阳师上线 九星奈猛地转过头 可无佐助 这个时候你竟然还在行灾乐活 佐助一个星期基本都会出现数次 两年多过去双方已经算得上非常熟人了 毕竟再好的感情天天带在一起也会话题了解 现在只要名人没有特殊情况 他们都开始修炼忍术了 而佐助的出现正好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 只要他不阴阳怪气正常当个人 双方还是非常和谐的 甚至不介意指导他如何正确使用他们的能力 但什么 孤儿只有一千两 他和水门的孩子 能跟正常的孤儿比吗 他们可是曾经有着输一两巨款的大户啊 元非日展拿去充公就算 连生活费都不愿意多给 这让他们怎么能接受 那我帮你骂他 佐助眨了眨眼睛 光说不练 你倒是骂 久心耐气的牙痒痒的 随后他想到什么问道 佐助复月和美情一个月给你多少零花钱 这偏了一眼名人的画面 佐助含蓄地笑了笑 这个不好说吧 毕竟他的零花钱可不同于一般人 这时他父亲知道信念长老在他身上 猜到他们有着另外的谋划 担心他需要用到银两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专门多给他 甚至每次给完都会问 总会透着点失望的样子 听 本来也不想刺激他们 只是见久心耐一脸倔强的样子盯着他 佐助也只能无奈地做张开手掌 五千两 久心耐一了 心到也不是差很多 两倍不到一个鬼啊 不到二倍的差距 看似不多 但佐助不需要考虑一日三餐 不用购置任何生活的必需品 五千两是纯纯的零花钱 想想一个人的家庭月开支 还没有其他人一个月的零花钱 多就知道这是什么差距了 只是还没完 家的零 佐助的声音响起意见且严害 五千两还要加个零 久心耐心中一阵 顿时瞪大眼睛 下意识无嘴惊呼 五万两 这是什么家庭 哦 宇智波族长家啊 那没事了个鬼啊 他才不到三岁啊 需要那么多零花钱吗 并不知道久心耐心里所想 佐助微笑点头 毕竟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不能说谎不是吗 得到确定 久心耐掐指一算 166倍的差距 还是纯纯的零花钱 一个月顶名人一年有余 巨大的落差感 让他不有咬牙 该死的原非日展 如果眼神能杀人 原非日展 估计都不知道 被他杀了多少遍了 他也不要求五万两 哪怕是一个 急任务的最低 酬金五千两 他也不会这么大的反应 想到名人未来 顿顿吃着方便面的画面 想到他未来 可能发育不良的画面 他的心就如刀割般刺头 不由带着哀色 看向佐助 佐助能不能帮帮明远 见状佐助也不由心中一叹 抬口道 九星大阿姨 你也知道我们宇智波的处计 明远的身份特殊 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接近他的 九星奈神色一致 是啊 以宇智波一族的处计 佐助怎么可能冒着 被高层猜疑的风险接近明远 甚至偷偷塞银梁 给明远改善生活 也不可能做到吧 明远现在非常信任三代 且有着暗部监视 要是多了一笔 来历不明的银梁 不由暗部汇报 恐怕明远自己 都会主动给三代说吧 到时候整个木页 恐怕都会被暗部 刮第三尺了吧 想明白过来 九星奈满脸哀伤 随后又想到了什么 他幽声道 佐助 你们宇智波一族 为什么还不正变 为什么还不杀了袁飞日展 现在的你应该能够做到了吧 正变 杀袁飞日展 佐助冷了 波风水门经了九星奈 九星奈猛然转头 此时的他已然双眸通红 热泪盈眶 水门你难道还没看清楚吗 袁 飞日展答应过我 好好照顾明远的 他保证过的 现在呢 妖狐两岁半就要独自生活 他会做饭吗 会洗衣服吗 会打扫卫生吗 维持生活的费用 更是只有三千两啊 我们的孩子未来只能吃方便面啊 即使是这种垃圾食品 他一顿也只能吃一包 他吃得饱吗 能健康成长吗 倒是吃多点 他甚至连牛奶都买不起了 袁飞日展都不顾及 我们当初的功绩和旧情啊 难道你还天真的 对这些吃着人血馒头 肆意玩弄我们孩子的丑陋政客 还有眷念吗 难道 你还对这个将你送上四代活影之位 却只把你当作傀儡 好继续当得太上皇的 袁飞日展心怀感激吗 即便如此 但我们已经为木叶牺牲了 所谓的恩情也足够了寒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 说到最后九星奈忍不住抱头 泪如雨下 叹得九星奈气不成声的样子 水门满脸不忍 他想出言安慰 但嘴唇捏如着 却始终发不出声音 颤抖着的手也停在半空 始终放不下去 他知道九星奈今天的爆发 是常年的阴郁累积下的必然结果 心中虽然有着千言万语 但最后只能化作一声 对不起 不 听到水门的声音 九星奈猛地摇了摇头 然后擦了擦泪水 扯出一丝笑容道 水门 对不起 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窩窩蛋 我忍不住对不起 看着九星奈刀歉的样子 看着他压下的泪水 再次夺框而出 声味俱下 水门更是如智戏般揪心 心中不由升起强烈的怨恨 他怨恨木叶高层 当初没有听九星奈的话 将九尾封印回他的身体 那样的话 他和九星奈就不用死了吧 名人也能以活影之子的身份 幸福快乐地活下去吧 但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陡然 水门一张清秀的脸庞变得争鸣起来 刺牙咧嘴怒目圆睁 眼颊浮现出六道粗广的条纹 一股赤红色的查克拉透体而出 顷刻间覆盖体表 身后更是凝聚出数条尾巴 九尾 左柱一愣 他都快要忘了九尾的存在了 只是他想干什么 九星奈瞳孔一缩而后怒道 该死九喇嘛 你要干什么 给我收回你的查克拉 不要妄图蛊惑水门 不是老夫 老夫可没有影响他 是四代自己的问题 九星奈你别张口就冤枉老夫 九喇嘛只觉自己真是比痘了还冤 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痘了 但水门当初封印他的树是诗鬼风景 已经将他的英查克拉封印在了他的灵魂当中 再被带到这里 蕴含无上伟丽的空间 已经算是彻底绑定在了一起 也算一容俱容一损俱损了 水门出问题 他也不会好过 虽然他不知道他和水门会不会死亡 但有一点他确定 即使死最后也只会在这个空间复活 既然连死都无法逃离这处空间 那乖乖地等着水门复活 再慢慢想办法不好吗 为什么要费力不讨好地影响水门 他可是真正的千年老狐狸 这点利弊的权衡 还是懂的 不是你 因为九尾查克拉都已经涌了出来的缘故 九星奈自然也是听到了九尾的声音 确实不是九喇嘛 九星奈水门的面庞在正常和争鸣之间不断切换 显然正在试图压抑着爆发的九尾查克拉 同时 他也不由心中惊开 这就是九尾的力量了 原来当初的九星奈和现在的明媛 随时都面临着被这种憎恨的力量所控制影响的风险 这还不是九尾主动 却连我都难以承受 明媛 九星奈因为长期的阴雨而爆发 而水门又何尝不是 长期压抑的情绪心里一直不愿面对的怨恨 终于因为九星奈的爆发而爆发 导致九尾查克拉暴走 见水门还有意识 九星奈有些手足无措 水门 我该如何帮你 因为是灵魂状态 他担心一个不好 伤到到水门的灵魂 只是显然是关心则乱也太看不起灵魂空间的 为了保证灵魂不会随着时间的退役的磨损 确保灵魂不灭永生永世的囚禁下去 每个监视 都有着类似于自动回复和索续的功能 被监视绑定的灵魂 不要说小小的九尾查克拉影响 即使是形神俊变 也能轻易地恢复过来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可以将两个不同 监视的灵魂安排在一起 却依然只能囚禁十个灵魂的缘故 白痴九星奈 九喇嘛 充满轻烈的声音响起 这里的主人不是在那边吗 对 左珠 九星奈目光一亮 他马上转头看向左珠 左珠快帮忙水门 当初他刚被囚禁的时候 还被隔空封印了体内的查克拉 他相信 九尾的查克拉左珠也能轻易控制 原来不是九喇嘛主动 而是水门心底的怨恨爆发左珠 心中微动 同时轻轻打了个响指 随即 水门身上的九尾查克拉随即如潮水般退却 顷刻间消失得无形无踪 只是受尾兽查克拉影响的后遗症 还是让他胸口不断起伏着喘着粗气 而清晰感受到了自身查克拉遭受某种伪力的操控 九喇嘛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太恐怖了 在刚当那股伪力面前 老夫竟然生起一股无力的感觉 连反抗一下都做不到 而这个能够拥有这个空间监狱的 与之波左珠到底是谁 难道他真是老夫诞生之前就已经消失的那位 只是 他为什么会知道老夫的名字 难道他和六道老头子一样 依然在监视着忍戒 可惜啊 连六道老头子也不知道他的名讳 不然的话 与此同时 见水门恢复过来 九星带顿时松了口气 转头感激道 谢谢你左珠 作为曾经的人助力 他非常清楚被尾兽查克拉影响的感受 没事 其实我不帮忙水门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左珠只简单解释了一句 并没有给他们科普灵魂空间的意思 而后他笑盈盈道 其实买打折方便面 打折牛奶的话 三千两还是能满足一日三餐 每天一瓶牛奶外加生活用品的 嗯 说不定还有一点银两剩余 倒是没有想到 高高在上的三代竟然也了解底层的物价 做出精力的计算 混蛋 不要在别人心怀感激的时候 说这种大杀风景话 我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你还要喝一波三代 这是上瘾了吧 心中狂喊的九星奈称不道 左珠 活跃一下气氛吗 左珠笑了笑 然后看向慢慢从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的水门 水门或许你能尝试控制一下控制九喇嘛的力量 未来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当然 要是九喇嘛能够主动配合就最好不过了 文言九星奈下意识看向水门 水门默然 他明白 这又是左珠的橄榄枝 不然他都已经死了 还尝试什么控制九尾的力量 九喇嘛也是默然 他明白左珠后面的一句其实是对他说的 乐是其他人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说要控制他的力量 他早就怒起咆哮了 但刚刚才感受到这处空间的伪力 他根本就不敢开口 算了 还是装孙子吧 反正要珍视他的话 不管年龄还是什么的 都足以当他爷爷 咱们伟兽也是高级的智慧生命体 有时候发扬一下尊老阿优的美德也非常有必要 还是没有得到回应 左珠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他并不在乎 反正时间尚早 同时他也并非非水门不可 当然还有心中的一点恶趣味在作祟 毕竟四代反歌 想想也觉得有趣 转头看向明人的画面 只见他已然来到了居住地附近小公园 正对着排队玩着秋千的孩子 一脸纯真和气待的 大家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明人真勇敢 加油 九星代和水门欣慰默默为明人鼓劲的同时 心里也担心孩子们不接受 不由为他紧张起来 这时 一名刚从秋千下来年约34岁的男生上下打亮了一眼 明人 你是谁 也是住着附近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叫漩涡明人 明人拍了拍胸口 而后指向某处 我就住在前面那条街 今天才被火影爷爷批准出门 漩涡明人 三名孩子互相看了一眼 似乎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但当听到火影爷爷四字他们就不由惊了 你竟然认识火影大人 嗯 我当然认识 明人重重点头道 火影爷爷经常来看我 还会带点小礼物给我 火影爷爷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啊 听到明人不但能得到火影的探视 还能得到礼物 三名小孩顿时一脸崇拜和羡慕的样子 对了 明人 你叫他爷爷 这是一名孩童好奇道 难道是你是火影大人的孙子 火影的孙子 其余两人也是忍不住肃然起敬 不 不是的 明人慌忙摆了摆手 而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毛头道 其实我也只是认识 并不是火影爷爷的孙子 而且 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 说到这里 难掩失落 不知道父母是谁 三名小孩面面相去 其中一名小孩忍不住吐槽道 好奇怪哦 竟然连父母都不知道 是啊 另一名小孩似乎发现了什么 贴着另一名小孩的耳朵道 你看看你的脸 竟然有着六道胡须条纹 和妈妈说的狐妖 说到这里 这么开口说话的小孩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不又缩了缩脖子 机械般转头 其余小孩也是心中一惊 目光往名人的脸上看去 六道胡须条纹 三名小孩只觉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如坠冰窖 紧接着花的一声 惊惧万分的三名小孩迅速转身落荒而逃 狐妖 快跑啊 真有狐妖啊 大爸 妈妈 我不敢啊 公布不要是我 救命啊 狐妖 我妈 明元一脸茫然 而后迅速追上去 急到 不要跑 我不是狐妖 我也不会吃人的 我是漩涡名人啊 情急之下 他更是一个身体不稳摔倒在地 四号堂 即便如此 他依然向着三名小孩的身影伸出手 不要走 我真的不是狐妖 我也不会吃人 直到三名小孩的背影彻底消失 一脸失魂落魄的明元依然呢喃着 真的 我不是狐妖 为什么要跑 灵魂空间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连小孩子也 看见孩童们的反应 看着名人样子 水门和九星奈面如死灰 心脏只觉被什么紧紧揪住 呼吸都不又停止下来 他们实在想不到 明明前一刻还好好的 明明明人就要交上朋友了 可以和同龄人快乐地玩傻了 但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急转直下 狐妖话 一如当年 九星奈不又转头 左助为什么会这样 左助耸了耸肩解释道 自从两年前 狐妖变作婴儿的消息在木叶传开 只要家里的小孩不听话 父母就会拿狐妖来吓唬他们 还说狐妖会化身成小孩子接近他们 然后将他们骗到没人的地方化身成狐妖 将他们吃掉 现在在木叶 狐妖已经取代了 厉鬼成为教育孩子的武器了 而鉴别狐妖的特征就是小孩 和脸上的六道胡须条纹 小孩六道胡须条纹 怎么会这样 九星奈不又惊虎 本以为经过两年时间 村民会逐渐淡忘 但却没有想到 事态的转化会是这样 心里是恨头当初将名人 定义为妖狐的忍者 左柱也没有多说的意思 毕竟平时也就算了 这种情况没必要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眼 感觉也差不多 再留在这里也没有必要 左柱告别 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再见了水门叔叔九星奈阿姨 说完意念一动 身影消失 梁九 九星奈紧握着水门的手 带着哀求 水门 连孩童都认为名人是狐妖 未来需要经历何种痛苦 已经显然易见了 作为母亲 这让她实在难以接受 更是于心不忍 水门深呼一口气 对于这点 她又何尝不知 她不忍地合上双眸 轻开着九星奈的手背道 再等等九星奈 再给我些时间考虑好吗 你也应该明白 没到关键的时候 左柱是不可能复活我们的 就趁着这段时间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九星奈神色一致 是啊 没到关键时候 左柱又怎么可能复活他们 一地而处 左柱就不怕他们坏他的好事 或带着名人 直接一个飞雷神逃走 从此隐性埋名 想明白过来 她也只能点头 好 说着她又反握住水门的手 水门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的 你也不用困扰 我只是想要的答案 一个不知道 应不应该继续期盼的答案 九星奈波风水 门面露沉重无奈叹息 她明白九星奈 言不由衷的话 只是不想给她压力而已 但越是这样 她就越难受 越愧疚 如果她不是曾经的 目逆活影 或许早就答应左柱 只可惜 她是 同时她也明白 左柱执着于她 并非看上了她的力量 而是她四代活影的这个身份 甚至她都大致猜出左柱的计划 武力政变无法获取明星 早在她被困在灵魂空间的第二天 左柱就说过 夺取政权需要占据大义 讲究事处有名 愚弄民众 需要伟安光正的借口 她知道左柱一直在监视木叶高层 目的就是收集他们腐败的证据 以图在关键的时刻 打击木叶高层的威信 到时候只要再利用 她四代活影的身份 打出清军侧拨乱反正的旗号 那就大意借口双全 待木叶高层全部落幕 她这个明明可以从三代手中 重新接过活影之位 却为了泄愤为了一己私欲 而将木叶拖入内战泥潭的罪人 只需要再来一个引救辞职 指认在扫除木叶独流中 大方异彩的宇智波成为下任活影 那么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 接过活影之位成功执掌木叶 她清楚明白左柱需要她扮演的 就是这么一个被锅的旗号 宇智波也欣赏的遮羞果 并且相信左柱会将宇智波塑造成 听从她这个四代活影命令 致力还木叶一片朗朗乾坤的大忠臣 最后名誉地位全是三寿 如果一切都只是她想的这样 她还相对放心 恶人当了就当了 她最担心的是她和九星奈 甚至是名人会被当作牺牲品 在与木叶高层战斗中被壮烈牺牲 而后反手打伤为他们报仇的旗号 以雷霆之势斩杀木叶高层 并借助名人暴走 勾起木叶忍者和村民 对九尾之夜的悲疼回忆和恐惧 最后以救世主的姿态 挽狂澜于祭道 扶大厦之将倾镇压九尾成为木叶的英雄 不怪她会这样用恶意 揣则左柱的心思 毕竟她可是木叶曾经的四代活影 她的身份和年龄就注定了 只要活着 那就必然是个麻烦 只有真的死了 才能彻底断了某些木叶忍者的念想 真正的安枕无忧 她还需要再花点时间 再努力看清左柱的为人 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活着的时候 前车之间 她不想再次赌上全家的性命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最后连名人的性命都丢掉 陡然 水门灵光一动 她想起了左柱刚当的话 九尾 要是我能控制九喇嘛的力量 那么 她不知道她控制了九尾的力量后 能不能抗衡左柱 但至少能够增加点底气不是吗 当然 她也并不是想反抗左柱 她已经厌恶了政治 厌恶了勾心斗角 如果真能复活 她只想和九星奈名人一家三口 自此当的普通人 而作为曾经的四代活役 身在忍戒身在局中 即使想当的普通人 显然也并不容易 九喇嘛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啊 封印空间中 九喇嘛眼帘青苔 面露不屑 已经感受过老夫强大力量的你 无法抵挡住诱惑了吧 四代 你也是只是个想利用我们 尾兽力量的凡夫俗子而已 面对水门 她又行了 水门并没有否认 她确实是想借助九喇嘛的力量 但 难道你就不想出去吗 九喇嘛 她想 她怎么可能不想 在世间 她还能透过人助力 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在这里 她每天要不是 看着他们夫妇在这里歪腻 就是看着他们在为名人揪心 也就只有左助进来当阴阳人 看着他们夫妇无能狂目的画面 能给她带来小小的乐趣了 但这种日子 她也是受够了 她怎么可能不想出去 木叶五十一年十二月 木叶和雷之国持续数年的冲突 终于被双方高层重新摆上谈判桌 只要谈判成功达成一致 则以为这两国将会开始 一段时间不短的蜜月期 因此 两国在边境驻守的人者 也同时进行了分批撤退的工作 木叶村大门 当撤回木叶的人者大军踏入村子 道路两旁的人者亲属 和自发迎接的村民随即送上欢呼 有的上前拥抱着回归家人喜极而起 有的被自发迎接的村民送上鲜花 场面一片喜庆欢乐之雨 也有人陷入哀伤之中 抱头痛苦 他们并没有迎接到平安归来的家人 有的 只有冰冷冷的尸体 这时日插小队也进入了木叶 终于回到木叶了 看着这熟悉的建筑 月向下张开双臂 仿佛要拥抱这个阔别大半年的村子 经历过战火的洗礼 小队中的三人小女生脸上 都吞去了青涩 眉宇间多分坚毅 妈妈 注意到了母亲 卯月西岩快步上前 和一名有着气氛相似的中年妇女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好好好 她的母亲透着宠溺轻柔着她的头 西岩 平安归来就好 西岩重重点头道 妈妈 我回来了 她并没有就此松开母亲的怀抱 仿佛是在怀念 也仿佛是在宣泄内心的情感 此刻的她没有了之前的刚毅 也没有了面对敌人的冷酷 有的只是久别重逢的依恋 与此同时 日向家族族长 日向日族走了上前 日族大人 日差和日向下恭敬地打了声招呼 日族微微汗手道 不错 家族对你们这次表现非常满意 走吧 族妹准备接封宴 我们回去再说 是 日族大人 二 恭敬地应了一声 两人向宇智拨拳点头示意 而后跟随日向日族离开 目送他们离开后 并没有看见家人的宇智拨拳难掩失落 只能心里安慰自己的 或许 他们只是不知道 我回来个鬼啊 佐助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么想着 他左右看了一眼 心中愤愤不平 可恶到底藏哪里了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穿过人群 捏手捏脚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伸出手遮住了他的双眼 猜猜我是谁 我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宇智拨拳心底的失落 终于一扫而空 而后调皮地歪着头 故作思索装 我想想了又 故意的吧 一定是故意的吧 佐助不满道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竟然不对 宇智拨拳故作惊讶 而后不可置信道 不可能是佐助吧 这什么意思 佐助咬牙道 凭什么不能是我 竟然真是 你能遮住我的眼啊 宇智拨拳一副惊呆的样子 而后又恍然道 我知道 你一定是垫脚了吧 佐助吐血 他松开双手 嫉妒不满道 你给我好好看清楚 我有没有垫脚 说着的同时 伸出手比了笔他的双眼 现在是十二月 他已经快三岁罢了 身高也已经来到一米 而宇智拨拳也只有一米三出头而已 怎么可能还要垫脚 竟然真没有吗 宇智拨拳捂住小嘴 一副惊讶的样子 但眼角笑意的 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 而后他又比了笔佐助的身高 笑道 长刀了 佐助 当然 佐助挑了挑眉 他这大半年 可是长高了近十厘米呢 见他一副神器的模样 宇智拨拳终于忍不住扑刺一声笑了喘 见状佐助展颜一笑 上前将宇智拨拳在怀 脸蛋埋在他的脖梗上蹭了蹭 全家 欢迎回家 家吗 这种感觉真是不错呢 宇智拨拳内心触动 长时间守护边境的疲惫 仿佛被削米一空 他反手用力抱了抱佐助 我回来了 佐助 不远处美琴和叶月 相视一笑 回到佐助家中 宇智拨拳先是美美地泡了个澡 同时 两人家人坐在一起 接风洗尘的宴会自然是受不了 席间主要是宇智拨拳 讲述边境中的趣事 有关于同伴的 有其他忍者的 也有关于敌人的 讲到惊险的地方 即便是宇智拨又也忍不住惊呼起来 同时眼磨深处不又生起一丝羡慕 他也想为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想为调和宇智拨和村子矛盾 坐在宇智拨拳右手边的佐助带着微笑 右手撑着脑袋静静地看着他的讲述 静静地听着 有着包子分身 他在边境中的一举一动自然是看在眼里 甚至还数次帮他探查云忍的情报 让他和他所在的人者小堆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只是分身毕竟是分身 并非本体 如今久别相见 自然要好好地看看他的变化 好好地将他的面容再刻入脑海 只是一直被这么盯着 他的耳垂不又红吗 发现这一点 佐助不又露出王位的笑容 余光注意到他的神色 与之拨拳偷偷掐了一下他的大腿 无奈佐助也只能收回目光 随即注意到他的好哥哥 此时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又再换上了一副充满哲学的脸 佐助心中一叹 另一边 火影办公室 原非日展 正认真的看着多份关于与之拨拳的报告 有带队老师日相日差的 有暗部的 也有他们原非一族忍者等等 做出的评价报告 实力方面 自然是全部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不管是硬实力战斗意识 对忍术的掌握和应用 还是战场上的嗅觉潜伏追踪等等 能力全面且出众 同龄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不但如此 品行方面他们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性格温婉大方 乐于助人且不说 问题的考虑总是以村子为出发点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伴 获得了大批牧业忍者的认同 刷新了他们对与之拨一族的刻板印象 这些报告中都认为 假以时日 他必然能够成为牧业中的精锐 村子的中流砥柱 待将报告文件全部看完 原非日展满一点头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当初汁水 和他请求成为村子和家族桥梁式的画面 不错 他确实是和汁水是同一类人 还有又汁水一直在向我极力推他 说他有着活影的思维方式 有着宇智波权和宇智波幼的影响 相信未来富岳家的二公子 佐祝也能很好地继承活之一致 未来村子和宇智波的矛盾化解 就要靠这些年轻人了 同时他也不由庆幸团葬 当初并没有看上这么一个 拥有巨大潜力深圳撤书 且心向村子的宇智波族人 只是这个与之拨拳的安排 想到这里 他紧盯着日查忍者小队的资料 而后拿起烟枪深深地吸了一口 呼带白色烟雾吐出 他心底已然有了决定 日向足底 宴会结束后 日足留下了日向下 不错 据日查说 你已经熟练掌握八卦掌 且拥有中人的实力了 属下才能进步这么快 也是多得日查大人栽培 从3月到12月 将近9个月的时间 他们的忍者小队都待在边境之中 日向下基本每天都能接受到日查的指导 再加上战场的洗礼 实力 本就是下人到中人之间的他自然是突飞猛进 日向日足微微汗手 不管怎么样 你有这样的提升 我很欣慰 也证明了我并没有看错人 下 我准备将照顾小姐的任务全面交给你 全面交给他 日向下一愣 他一直都在负责照顾宗家小姐 只是因为忍者小队经常需要出任务的缘故 他并非专职 只能算是女佣团中的艺人 近大半年更是一直在边境之中 而听日足大人的意思 全面接手工作 也就是成为小姐的专属仆人 那就意味着需要放弃人之小队 这让他不免有些为难 只是作为分家人 宗家家主日向日足的话 无依就是不可抗拒的命令 他也只能在稍稍一愣之后点头道 是 谢谢日足大人的信任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好花火大人的 二小姐 花火大人 如果左住在这里 他一定会满头问号 日向宗家哪里来二小姐 哪来的日向花火 他不应该再晚两年才出生了 当然 他不在这里 也未曾监视过日向一族 不然他就会知道 数年前日向日足 妻子生的是一对双胞胎 这时表完中心的日向下 又有些迟疑 只是日足大人花火大人 他 按照日向的惯例 宗家的身份都是三岁的时候确定 且从来都是立长不立诱 而初天即将三岁 确定宗家身份后 作为妹妹的花火 就需要刻上龙中鸟 成为分家之人 一个分家之人 按理是没有资格拥有庸人的 而这个时候日足还做出这样的安排 显然就有先带人寻味了 日向日足皱了皱眉 陈生道 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 你只需要做好你的分内工作就行 私自揣摩族长对未来宗家的选择 明白犯了大忌的日向下 迅速单膝跪地恭敬地低下头 是 日向日足微微汗手 转过身背对着日向下道 还有 我知道 你因为忍者小队的是有些为难 但你不需要担心 你们小队的卯月 西岩在这次在边境中表现出色 相信很快就会通过暗部的申请 而前几批先从边境撤退下来的忍者中 不少表现出色立下功劳的都得到了晋升 你和宇智波全也立下不少功劳 相信也不会例外 很快就会晋升为中人 同时 宇智波全身份撤输 相信三代大人会对他有着另外的安排 你们的忍者小队也离解散不远了 这段时间有任务的时候 你就继续以忍者小队的身份行动 没任务的时候 就跟在管家身边熟悉工作 但小队解散 你就全面接手 明白了吗 原来小队即将面临解散了 即使知道自己即将晋升中人 日向下心里 还是难免有些不舍 他可是在这里边境任务中 好不容易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感情呢 成为花火的专属庸人 以后再想见面 也很难了吧 但宗家的命令他不能拒绝 只能重重点头 是 属下明白 当然 要是花火能够成为宗家 那么花火作为专属庸人的他 未来在族内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 说不定还能成为宗家的管家 这也算唯一的安慰了 待日向下离开 日向日族双眸拧起 目光闪烁 宗家分家 想起他的其中一个女儿即将被磕上龙中鸟 他就难以接受 必须找个借口 将一事拖延下去 数天后下午 确定了 云忍和木叶自第三次忍戒大战结束后 仍然持续多年的冲突 要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云忍将派出使团前往木叶签署同盟协议 当当参加完会议的宇智波赋约回到家中 将这个消息导出 文言 宇智波又松了一口气 面露喜色 即将签署同盟协议 这就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木叶将迎来全面和平的时代 这对心怀木叶且一直关注着谈判进度的他而言 属实是个好消息 想到了他的挚友 又开口道 对了 爸爸纸水赢得还不知道吧 傅月点头 刚当的会议只有木叶高层和我们这些脸足组长参加 纸水赢得还不知道 文言又直接站了起来 心匆匆道 大爸 我去通知纸水 行去吧 记得回来吃饭 傅月也没有阻拦 对于又和纸水这个足内天才相交 他自然是拍手之时的 看向左柱 不单单是因为 宇智波又和纸水的相交 经常和左柱信念长老待在一起的他自然明白 没有了外部压力 那就意味着木叶高层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整顿内政 这对和村子的矛盾日渐加深的宇智波一族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傅月也想看左柱左柱你怎么看 左柱一边轻开着宇智波拳的大腿示意安慰 一边开口道 三大还是希望内部和平的 毕竟我们宇智波一族的实力不容小觑 他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这么一大战力 现在战争刚刚全面落幕 木叶百叶带心 未来几年他们都没有引发内战的底气 再说 我们宇智波一族也建立木叶最初二族之一 除非我们先发动政变 否则没有合理的理由 爱心羽毛的三大是不会对我们宇智波下手的 综合以上 我认为三大会继续采取怀柔的政策对待我们宇智波一族 当然 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仍然需要提防团藏 听完左柱的分析 宇智波却暗松一口气 傅月则挑眉 信念长老给你分析的 连柱说的 左柱挠了挠头道 差不多吧 就当信念长老分析的吧 傅月深深地看了左柱一眼转而道 那你认为我们宇智波应该怎么做 这可不新说左柱道 父亲大人 您才是族长啊 未来他还需要借助某次机会收复族人 且开启属于自己的万花筒 再顺便挽救一下他那个愚蠢的哥哥 因而他一直没有插手宇智波和村子之间问题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族的未来 需要按照我的意志吗 傅月点了点头 他似乎懂了 纸水 与智波专属训练场附近某个隐蔽的密林中 这里是纸水和幼的训练的地方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也是他们后来经常的见面的地方 哟 你怎么过来了 这个时间点还能见幼过来 纸水似乎有些惊讶心道 难道被某个消息刺激到了要过来加练 纸水 你听说了吗 则聊道又一脸兴奋 又忍不住故作神命败起关子的样子 让纸水顿时明白 并非他所想的受了刺激而后有什么好消息 随即心中一动 猜测道 难道是村子和云忍谈判的事 又重重点头直勾勾的盯着纸水 确实没有说出下文的意思 纸水嘴角一抽 马上用手臂勒住又的脖子 恶狠狠道 好你哥 与智波又在我面前卖关子是吧 快说 好了好了 我说我说 又马上举起双手投降 待纸水放开手 他马上一脸兴奋道 爸爸说了 村子和云忍马上就要签署同盟协议了 同盟协议 不是停战协议 那就真是太好了 纸水也是忍不住心中激荡 但双眸中隐约透出的酬血 还是被紧盯着他的语制波又给发现 纸水怎么了 纸水叹息一声 转过身背对着又 目光摇看着足底的方向 虽然这个时候 我应该为村子高兴 但没有了外敌的影响 这就意味着村子可以着手处理内部问题 那么家族和村子之间的矛盾 家族和村子 这又瞳孔一缩纸水 这难道真的无法调和吗 我一直致力于此 三代也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 纸水面露担忧 只是和雷之国的冲突结束 也意味着边境上的家族成员将会全部回归 单听我一个恐怕难以压制住家族的声音 家族的战力全面恢复 又自然也明白意味着什么 不由己到 难道父亲太野 对于族长宇智波复月 纸水一直没能看清楚他的立场 而从佑的话中也能看出 族长在家中也从未透露过这些问题 因而只能摇头到 恐怕复月大人也是身不由己 怎么这样 又不由惊呼 果然连又也不知道 纸水转过身紧盯着又的双眸 解决村子和家族的矛盾刻不容缓 我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 又你能帮我吗 我又一愣 而后低下头有些失落到 现在的我又能做什么 说完随即意识到什么 他瞳孔一缩 猛地抬起头 纸水紧盯着他的双眸 缓缓点头 又面露为难和挣扎 见状纸水明白事迹还不成熟 转而道 对了 哟 你还不知道吧 又有些恶然 知道什么 全在雷之国边境表现出色 多次立下大功 马上就要晋升中忍了 中忍晋升的渠道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过中忍考试 这是给没有机会立功 却有着中忍实力的下忍准备 只是这种方式通过率太低 每年也只有个别人者能够通过 而另一种就是平功貌晋升 大部分中忍的晋升 都是以这一种方式 毕竟在完善的考试规则 也不如真正的实战结果 更具说服力 中忍已经被彻底反超了吗 又有些失落 明明他已经很努力 明明已经开启血轮演 但没想到依然被反超 这一世的他 虽然也是族内的天才 父母的骄傲 但却没有援助中高度 特别是拳的实力突飞猛进 和佐助年纪健大后 每次他获得什么成绩 父母都会在表示过肯定后 用全五岁开启血轮演 才修炼多久多久 就已经怎么怎么样 佐助不到一岁能言能走 岁半试完自会输血 两岁能提取查克拉 三岁能释放忍数之类的话 严策他让他继续努力 借交借造 上有止水下有全和佐助 在他们之间 又根本生不起 一点天才的实感 每次得到外人的承赞 心里都觉得尴尬 只觉得自己平庸 当不起天才的名号 止水心中一叹 长期和又一起修炼的 他自然非常清楚 又心底的压力 寄生于何生量 也不过如此吧 只是他并没有出业安慰 他知道又也不需要安慰 这只会让他更加难堪而已 提起这个事 也不是故意让又失落 而是有着另外的考量 止水上前拍了拍右的肩膀感叹道 他才修炼两年 现在族妹都已经对他彻底改观 过去的冷言也变成了 发自内心的尊重 族人私下也时常称赞 赴约大人慧眼识人 慧眼识人 又嘴角一抽 这可不是他父亲慧眼识人的结果 而是被佐助给粘上了 与其说父亲慧眼识人 还不如说佐助 只是当时的佐助心智并没有健全 只能说误打误撞吧 但这些事自然是难以弃齿 毕竟关乎到父亲的光辉形象 又也只能开口道 不单单是父亲主要权也是足够努力 努力 愿意付出努力的多得去了 但没有足够的天赋 没有人指导 根本不可能达到现在的高度 八岁中忍在木叶的历史上 并不算拔剑 但要是加上修炼两年 这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又的话在知水耳中 无疑就是承认了权得到的赴约指导 他好奇道 又你也开启血轮眼大半年了 傅月大人就没有亲自指导你修炼 又道 父亲大人公务繁忙 平时极难抽出时间 指导是有 但每次的时间都非常短 同时也明白 知水是以为他的父亲天心 有为他鸣不平的意味 便补充道 权也只是待在家里修炼 极少得到父亲指导 至少我是没见过 这不会吧 知水有些乐然 连同意无言下的诱 都没见过族长指导权修炼 这怎么可能 根据族人和三代的信息 与之拨拳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显然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怎么可能单凭闭门造车能够练就 他心里认为其中必然有着问题 但他也明白 又不可能骗他 猜到指水心中的想法 又有些落寞的 或者这就是天赋吧 天赋吗 指水心中一探 当所有一切都无法解释的时候 或许也就只剩下这个答案啊 当然 又没有见过并不代表没有 但这也说明了 族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天爱与之拨拳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暗处 我该拿什么拯救你 我这愚蠢的哥哥 木叶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木叶和云忍签订同盟条约的日子 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降临 在即将辞救迎新年末 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更是代表着来年祥瑞的征兆 不少村民一早就自发来到街道两旁 期待着使者的到来 早上十点 当云忍使者踏入木叶的一刻 全场爆发出联名般热情的欢呼 这是为使者的欢呼 为木叶的欢呼 也是为和平的欢呼 木叶上任班长 奈良陆九上前迎接伸出手道 我是奈良陆九 欢迎来到木叶 说着环视了一圈附近的民众 相信你们也看到 对于这一天我们木叶已经期盼已久 领头的云忍使者握住了陆九的手 汉手道 这也是我们云忍村的期望 今天之后期望未来我们能够守望相助 两人的话语和握手的举动 再次引来了在场民众的欢呼 更有不少的村民自发的为使者送上鲜花 好好体现了一番木叶的热情 火影大人和几位顾问 以及火之国官员 已经在签署盟约的会场等候各位历领 请跟我来 好 客套一番后带着云忍使者向着签署会场走去 接到两旁的民众也自发跟在身后 希望见证盟约的签署 同盟条约的内容 两国高层早就已经商议好 正式的签署也自然不会是简单的 在办公室里碰到面签的字就草草结束 为此 木叶专门布置了隆重盛大的会场 不但有着众多木叶忍族忍者 火之国官员 甚至连木叶民众 可以一起见证这历史性一刻 为盟约的签署送上欢呼 即将到来的新年 增添一分喜气 没想到三次忍戒大战都已经结束四年 却到现在才全面迎来和平 灵魂空间中波风水门 不由发出感慨 第三次忍戒大战 算是在他的手中帮助木叶获得胜利 但云忍和误忍却始终不甘心 说白了 就是不愿意承认战败的结果 不愿做出战场赔偿 但大规模战役又打不起 也只能通过小部分战役秀肌肉 争取谈判的筹码 一步步蚕食木叶的底线 特别是木叶遭受九尾袭击后 边境大有战火重拦之势 如今三年过去 显然意见 他们当初的意图达成了 签署的同盟条约 也意味着他们并非战败方的身份 只是 左助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 收起思绪拨风水门 看着当下的画面 总感觉到不妥 这已经算是条件反射了 每次左助给他准备于性节目 总预照着不好的事发生 左助 你不会是想破坏盟约的签署吧 我是这样的人吗 左助挑眉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木叶 重新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 我的木叶 已经毫不掩饰他的野心了吗 虽然是这么想 但波风水门也暂且松了一口气 至于为什么是暂且 还是内的问题 条件反射 签署盟约的会场 设立在中人考试晚 如体育馆一般场地中 三大火影以及三位顾问 已然坐在了会场的正中心 身后树立着刻画木叶标志的旗帜 而他们一侧空着的座位 是在为云忍试着准备 后方同样树立着刻画刻画云忍标志的旗帜 主席台左侧最前方坐满了火之国的官员 而右侧则是木叶各部门首脑 以及各忍族组长 他们身后则是相应部门和忍族的成员 而其中却是空缺了一块在会场中尤为刺眼 毕竟是公开场合 团葬也控制着不悦的情绪 收回目光 面色平淡的低声道 空缺的那些位置是什么家族 其余两位顾问隐晦地瞥了一眼 而三代则保持着微笑 轻道 碰巧 今天是日相确定宗家的日子 月族已经提前给我说明了 原来是日相 水户门沿河转起 小春心中了然 团葬则心中冷笑 既然提前说明了 又为什么要准备位置 还是这么显眼的位置 灵魂空间中 左朱笑道 这一手漂亮吧 已经提前说明 却是刻意留下了位置 目的是为了孤立日相 稍作分析 博风水门道 日相就由自取而已 这种场合 如果它是火影 为展露木叶的气度 它会命令要求日相参加 而现在 无非只是显得 三代有点小心眼而已 在它心中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毕竟三代的阴间操作 它是看多 这种反而显得不值一提 请左朱耸了耸肩 向画面做得情的手势 事宜继续看下来 而后开口道 我就不陪你啊 说完身影消失 见状水门目光闪烁 心想难道是后面三代 对日相的惩戒太出人意料 甚至引发一系列后果 另一边 日相一族 今天是日相宗家后代的三岁生日 这也意味着宗家身份的确定 前往宗祠的途中 日足和日差相遇 日足大人 嗯 日差 打过招呼后 日差看向怯生生地 拉着哥哥手的两个小女孩 日差心中一叹 相信哥哥也很难受吧 收起思绪 他低头向初田道 初田已经三岁了 恭喜 并不明白其中含义的 初田怯生生地躲在了日足的身后 而后并没有听到对花火的恭喜 随即一愣 为什么只恭喜自己 他的下意识转头看向花火 心里虽然疑惑 但性格所知 他并没有开口提出疑问 而同样不明白 其中一丝的花火有些不满 明明今天也是他三岁生日地说 为什么只恭喜姐姐 想是这么想 但心智相对成熟 且看重姐妹感情的 他担心会令姐姐会难看 所以也并没有开口表达自己的不满 只能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鼓起了赛棒子 一直注意着花火的初田 自然也是看见 心里自然免不了担忧 列如这嘴唇想开口 但大厅广众下 却是怎么也鼓不起勇气 对面的宁刺 使觉对面两位小姐异常可爱 不管是怯生生的初田 还是鼓着赛棒子的花火 随即意识到了什么 他下意识拉了拉父亲的手 爸爸 我记得你说过 瑞族大人的两位小姐 和你们一样是双胞胎吧 为什么不恭喜另一位小姐生日 他的本意只是看见花火的不满 和初田的担忧 而好心提醒父亲 但话语一出 却引来了全场的寂静 父亲拉着他的手也骤然一紧 他隐约意识到 自己似乎说错话了 并不知情地初田 听到宁刺的话 满怀期待地看着日差 而花火则是被看穿 心事般脸颊一红 且迅速别过脸 故作不在意的样子 但转到眼角的双眸 却是透着渴望 出卖了他此时的心情 日足微微点头示意 日差见状便低头微笑道 都怪我差点忘了 花火小姐生日快乐 并没有恭喜 只是生日快乐 初天和花火也露出了笑脸 这时日足看了一眼宁刺道 好了 日差 将宁刺交给我吧 日差神色一致 深呼吸一口气后点头道 好 说完他低头看向宁刺 跟日足大人去吧 记住我们分家的职责 嗯 放心 父亲我会谨记的 一直被灌输 保护宗家的思想的宁刺 并没有任何的抗拒 心里甚至有些期待 清楚 意味着什么的日差心中一叹 但他也和宁刺一样 并没有太过的抗拒 毕竟哥哥的另一个孩子 也和宁刺同样优秀 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是吗 日向宗慈 宁刺被刻上了龙中鸟 此刻的他 还在为真正成为 第一位分家人而兴奋 为未来能够和勇士一样 保护宗家而感到荣幸 却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未来并没有 他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只会像这个骤印的名字一样 成为一只龙中之鸟 失去了拥有自我思想 自由翱翔的权利 甚至连生命都掌握在 别人的手中生杀与夺 彻底沦为宗家的奴隶 待宁刺离开 一位主持仪式的长老开口道 好了日足将花火带进来吧 日足却是开口道 各位长老 请再给我时间 初天的天资平平 性格懦弱 我担心他并不能担负宗家的重则 而花火却是天资卓越 因而我还需要在他们姐妹之间 再好好权衡 闻言一名长老顿时不满道 日足日向一族 从来都没有费长利诱的先例 日足却是道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宗家的血脉 所以希望能够择幽传承 另一名长老开口道 日足的担忧也并非不无道理 初天确实是不太适合 闻言又一名长老无所谓道 那就带初天进来就好了 日足心中意紧 传统派长老确实道 不行 日向没有这样的先例 太明派却是反驳 日向一族 已经多少年都没出过强大的人者了 我认为择幽传承非常有必要 这样有利于优化宗家血脉 初天现在只是性格懦弱了点 但他还年幼 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改变 再说即使不能改变 也可以让他早早生育培养下一代吗 他就怕在这个性格会一直遗传下去 宗家是我们日向一族的牌面 如果连最基本的硬气都没有 外人又会怎么看我们日向一族 看着长老的讨论 日足心里一松 早在生下双胞胎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他和日查 随着姐妹年龄的增大 看见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他不希望初天和花火 也因为宗分家的缘故日渐生疏 甚至生出隔阂 不他和日查的后缠 因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 避免花火被磕上蒙中鸟 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而初天资质平平 性格懦弱 花火却一直表现出色 这给了他很好的借口 正如某位长老所说 日向一族已经很久 没有出过强大的忍者 部分长老也一直为此发愁 这让他有迹可乘 今天的情况 也是和某些长老提前通过气的结果 当然担心最后不能成功 他还准备了另一个借口 除此以外 我和我的夫人也一直在努力 希望再生的南丁来继承宗家 因而希望各位能够再给我一点时间 反对意见的传统派长老沉默下来 要是他能再生一个南丁 那就自然不存在什么非常利诱的问题了 毕竟利男不利女 利长不利诱 这才是完整的宗家继承制度 而担心生不出来 先不刻画龙中鸟 也并非不可 历史上这种事宗家也发生过不少次这样的事 倒也不是不能通融 他们也都是宗家长老 未来他们的子嗣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不通融不就是绝了自己后代的后路吗 一直沉默着的大长老 似乎也被说服抬起眼帘时间 文言日族心底的大师也终于放下 开口道 就以他们姐妹忍者学校毕业为止 要是我和夫人再生不出南丁 就以他们姐妹的实力 再决出宗分家 这个还存在非常利诱可能的答复 显然不能得到传统派的满意 他们正要开口陡然 花火不要 一道带着迫切 却又刻意压低带着惬意的声音响起 随即之间花火闯了进来 看着父亲道 爸爸我 我不想和姐姐争宗家的身份 就让我成为分家保护姐姐的吧 在他的心中 或许分家也只是下姐姐一样 负责照顾宗家的生活起居 以及保护宗家 这对姊妹情深 且喜欢黏着姐姐的她来说 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分家 而眼看大好的形势即将功亏一篑 得日族满脸怒容 指着门外立声道 偷听家族会议 擅闯宗词 我可不记得这样教过你 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 不 火花猛地摇头 一脸倔强道 父亲 我真的不想和姐姐争 即使是成为分家 我也是可以的 你 日族颤抖着手指 听到父亲严厉的声音 明白父亲的怒气 已经抵达临界点 门外 初天心中一击 躲在门外不敢进去 进入宗词的她 只能探出头 焦急地向火花招手 花火快出来 而两姐妹一个性格懦弱 一个却重情重义 即使在她们一众长老面前 也敢于和父亲抗争的鲜明对比 却让在场长老心中 微动目光闪烁起来 再结合两人的自治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随即大长老仿佛 但想到日族还有生下难盯的可能 再加上是大长老开口 便没有再开口反驳 与此同时 大长老突如其来的决断 让本以为功亏一篑的 日向日族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明白其中缘由 担心花火再次乱开口 她先是一个严厉的眼神 狠狠瞪向花火 再向着一众长老微微一躬 身后拉着花火匆匆走出宗词 踏出宗词门口 注意到躲在门旁 一副怯生生的模样的初天 日族更是气大不易出来 然后看见现在才寻来的日向下 和初天的侍女 日族怒道 连小姐偷听家族会议 擅闯宗词都不知道 你们就这样看着两位小姐的 擅闯宗词 两人瞳孔一缩 初天的侍女马上解释道 对不起 日族大人 我们刚刚在和两位大人玩捉迷藏 实在是不知道 还捉迷藏 还敢说不知道 见他们还要找借口 日族更是怒从心头起 乐从胆边生 看来是我对你们的仁慈 让你们忘了你的身份了 说完他大喝一声 单手截出应是发动龙中鸟 随即 我的 头 我的头 仿佛顿气敲击头部 也仿佛千针刺入脑袋 强烈刺痛让日向下和初天侍女 不得不同呼出声双手抱头 日族大人 我们知错了 求求您求求您 放过我们 我们再也不敢了 请停下 眼前 日向下和另一位侍女抱头 在地上不断打滚求饶 甚至为了缓解头疼 而不断撞击地板的画面 却是狠狠地冲击着 除天和花火的幼小心灵 这一刻他们似乎意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宗家 什么才是所谓的分家 中午 蒙约的签署仪式虽然已经结束 但牧业之中却是在歌在舞 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为蒙约庆主 为牧业庆主 为和平庆主 早上日向一族缺席 明眼人都知道了 他们的举动已经引起了 牧业高层对日向不满 因而并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出眉头 冒着被牧业高层迁度的风险 通知日向一族 而虽然日向并没有确定下代宗家 但今天是宗家家主两位小姐的生日 族内依然举行着盛大的生日庆祝典礼 只是这个生日典礼 却是和外界显得格格不入 下午 宗家室内演舞场中 日向日族正和出田对练 说腿 太快了 是 父亲大人 速度太慢 力度不够 是 父亲大人 已经被磕上龙中鸟的宁刺 陪着父亲则跪坐在一旁观看 出田的拳法虽然看起来还比较稚嫩 但总的来说也算章法十足 这时日查顺势叮嘱道 宁刺 你要谨记 你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宗家 也就是保护日向的血脉 嗯 我知道 一直灌输思想的宁刺自然是硬达如流 看着却生生却一板一眼的出田 甚至有点心生向往 暗自发誓一定会保护好这个可爱的妹妹 只是看向另一旁一直低着头的花火 她又有些奇怪 记得父亲就是因为比日族大人晚出生 所以成为了分家 负责保护哥哥 而现在花火也应该成为分家才是 为什么她额头上没有分家的标记 注意到宁刺的目光 已经知道早上发生了什么事的 日查安安时了的眼色 宁刺见状马上收回目光正经微作 而后日查隐晦地看向日族 双眸中透过一丝疑惑 哥哥 你真的只是为了优化宗家血脉吗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或许其他人会听信日族的话 则有选择 或在生一个男丁 但作为孪生弟弟日查非常清楚 日族的妻子早在生下双胞胎后 就已经确诊无法再生育了 因而 她嗅到了不一样的意味 她的哥哥是不想让她的孩子 磕上龙中鸟 她的哥哥在拖延时间 但千年下来的施家规矩 不可能被轻易打破 宗家也不可能让两个孩子都成为宗家 不然宗分家的裂痕将会加剧扩身 不要以为有着龙中鸟 分家就真的无法反抗啊 要是半夜来一刀药暗中下药 宗家也有可能被分家反杀 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发生 那是千年下来的制度 让分家不能达成一致 也没人愿意冒大不伪当这个出头鸟 但 要是宗分家矛盾加深导致分家人达成一致 站在兄弟的立场 日差认为日足这种挑战日向制度的做法实属不至 但站在分家的立场 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因此 在宗家手中 取回一些属于分家的利益 例如宗家的身份 亦或是龙中鸟 日差 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 但至少有了希望 这时 哼 日足一掌挥出 初天急速后退 脚步一下不稳摔倒在地 见状日足隐约透着不满 但看见初天身上的鱼痕 还是开口道 下去吧 是父亲大人 初天爬了起来恭敬一礼 而后回到花火身旁坐下 日足则开口道 花火上来 是父亲大人 一直低着头的花火音了一声 而后来到日足对面摆好柔拳的起手势 单单一个起手势就让宁次目光一亮 和一板一眼的初步一样 花火的姿势并不僵硬 已经融入了自己的风格 甚至让他生起了一种 不管从哪里攻击 都会被轻易挡下的感觉 日差开口道 宁次 看好了 花火对柔拳的理解 不比你差多少 嗯 宁次点了点头 而听到他们对话 强忍彤彤跪坐在一旁的初天步又低下了头 心道 我确实不如花火 他比我更适合成为宗家 陡然 砰的一声 花火直接被日足一掌击中肩膀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 初天猛地抬起头 捂着嘴 一脸不可置信 宁次一脸乐然 日差却是若有所思 月足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看着摔倒在地上的痛苦地 按着肩膀的花火 随即怒道 花火 你以为用这样的形式 就能抵抗家族的决定 你将我们宗家的身份 当成什么 是你想让就让 可以让你随意决定的吗 再这样下去 信不信我将你们两个 都刻上咒印 让你和你的姐姐 也彻底成为一个分家人 同时打上咒印的话 深深刺激到花火 让他想起早上父亲 再生一个男丁的发言 他顿时眼眶一红 从地上爬了起来 手背擦了一下 眼角溢出的泪水 而后有些歇斯底里的喊道 那你就把我和姐姐 都刻上咒印 再生一个 好好继承你的宗家身份好了 说完眼眶中的泪水 再也止不住 他猛地转身向着外面跑去 花火 初天心中一紧 下意识就站了起来 想追上去 但看着父亲铁青的脸色 却是不由动作一顿 这时日向下的身影出现 日足大人 我马上将花火大人带回来 日足深呼吸一口气 有些落寞地摆了摆手 跟着他 这时日差也顺势告别 日足大人 没事的话 我就带宁次先回去吧 日向日足确实开口道 宁次先带雏田出去 上药日差 你先留下 明白哥哥有话要说的日差 向宁次点头示意 宁次马上起来走到雏田面前 雏田大人请 嗯 宁次哥哥 带两人离开日足开口道 日差 早上的事您该听说了吧 来了日差低头道 听说啊 日足微微汗手 那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日差沉默 他可不敢胡乱说出自己的猜测 见状日足了然开口道 日差 你是我的亲弟弟 我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 我希望你能帮我 日差依然低着头迟一道 我一个分家人 又有什么资格插手到宗家的事上 日足开口道 你只需要稳住分家 并在分家中宣扬支持我 则有选择和再生一个男丁的决定 其余的是你不用管 未来我会将宁次当作宗家人培养 再给他安排个宗家的妻子 让他未来的孩子 你未来孙子 也成为宗家 日差瞳孔一缩 当真 当真 另一边 哎 因牧业正举行庆典 宇治拨拳和宇治拨幼 都需要帮助父亲分担紧无不工作 正漫无目的地在牧业乱光 无意中逛到了日向一族附近的左助一愣 那边内的小哭包 怎么辣没眼熟 听到声音感觉自尊心受到挑衅的 花火猛地抬起头恶狠狠道 爷什么 看什么看 没见过人哭骂 随即注意到左助帅气的正太脸上 充满恶然和呆滞的样子 他顿时脸颊一红 心中傲盲 糟糕 我刚当是不是太粗鲁了 可恶 花火你的家族礼仪都跑那里去了 竟然是一个野生的花火 真的假的 左助揉了揉了眼睛 再认真看去 黑色的练功服 鱼网内衬 淡紫色的双眸 确实是日向族人无疑 再加上这一头黑长纸 一缕从内眼角垂下的长发 左助一头问号 人以为只是容貌造型相似 但对方光洁的额头 无意代表着宗家的身份 毕竟今天可是雏田的三岁生日 分家人根本无法逃脱 被磕上龙中鸟的命运 而且暗处隐约传来的目光 也无疑证实了对方宗家的身份 在花火眼中 左助揉眼打量他的动作 无疑就是在确定他日向的身份 而日向一族 一直以贵族礼仪约束自我 他刚登的举动 无疑是给家族蒙羞 这让他更为傲慢 但紧接着盯着他额头的举动 确实深深地刺激到了他 不由再次乐狠狠地瞪了左助一眼 什么贵族礼仪的 都见鬼去啊 左助玩而走到花火面前 而后背手转伸直了指一辈的族会 与制波左助 简单介绍了名字 他又在花火面前蹲下 好奇到 你是日向哪一脉的 长老还是族长家 与制波一族 难怪会知道我们家族的宗分家制度 并通过额头分辨 花火心中微动 并没有责怪左助的无理 生在繁文入节的日向 反而觉得这样随心所欲的相处 更有亲切感 只是我凭什么要回答他的问题 花火别过头 撇了撇嘴道 家父是日向族长 话一出口随即一愣 怎么说出来了 他猛都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暗处 日向下皱了皱眉 但想到左助是与制波家族长二少爷 再加上花火也没有不满 也就放而认知 毕竟他和全市队友 跟左助也有过几次见面 对他印象挺好的 再说 左助和花火都是大族族长的后代 他们之间的交往 并不是他一个下人能够管的 只要确保花火安全就好了 族长家也就是真花火 左助一愣 而后笑道 那真是有缘呢 我的父亲也是族长 上面有个哥哥 所以我在家排行第二 你呢 那还真是有缘呢 花火不又愣道 我上面也有一个姐姐也是第二 诶 有缘 不知想到什么 他脸颊一红低下头 少请他又难道 对了 我叫日向花火 果然是花火左助心中一动 意识到这一世 可能因为某种变化 导致花火提前出生了 而且从年龄来看 极有可能是双胞胎 只是和初天并不高度相似的面容 估计是意乱 收起思绪 他微笑着伸出手 那好 花火 既然交换了名字 那我们就是朋友啊 朋友 花火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朋友这个词 他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对于生在日向一族的他而言 这个词所代表的情党 无疑是陌生的 但不知为何 他的内心却是生气渴望 而这种渴望 也下意识地促使着他伸出右手 和左助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着仿佛内心的渴望达成 化作一种难以言喻满足和愉悦 充斥着全身 这种感觉真是不错呢 仿佛盛开的花朵 花火 发自心底地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只是为什么 感觉手掌心痒痒的 见状左助笑道 花火 你笑起来真可爱 突如其来的赞叹 让花火脸颊瞬间一红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 只想到了家族教导的人际关系里 得到赞扬时 必须表达谢意和尽可能给予回赞 因而他不由咬着嘴唇道 谢谢 左助 你也一样 笑得很好看 扑着一板一眼的回应 左助心中一笑 收回了手 而后动作自然地做到了花火的身边 靠在了大树上 对了 花火 今天应该是你的生日吧 花火一了 你怎么知道的 左助又在背手转身指了指自己的族会 笑道 别忘了我的身份 月相的小公主生日这种事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好吧 其实他只知道是初天生日 甚至花火提前出生他也不知道 但这并不妨碍他这么说 想到宇志波族长似乎早早就送过了鹤里 花火一恍然而后有些好奇道 宇志波离这里很远吧 左助你怎么逛到这里来了 瞎逛呗 还能咋的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 左助笑道 当然是知道日相家的小公主的生日 所以过来看看能不能来到偶遇 倒是没有想到这么幸运 真的遇到了 花火皱了皱穷鼻道 那没有给你偶遇到我那天下第一温柔的姐姐 那就真是可惜了 虽然听着很舒服 但他再怎么不安事实 也明白左助这是在瞎说 不然哪有这么巧 左助耸了耸肩道 我倒是觉得偶遇二小姐更代表着缘分 缘分什么的让花火的俏脸再次为红 而后他伸出手道 既然这样 礼物呢 花火大人 怎么可以这么直接地向人索要要礼物 暗处的日 向下不由狂喊 当然 话出口的花火也意识到了这样不多 或许是左助的话 总是不动得他的情绪 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也或许因为好胜性格 让他不甘于在言语中落于下风 被左助牵着鼻子走 也或许是内心深处的一丝渴望 都让他没有就此将手收回 左助倒是没有想到 被这个小女子给反将了一局 只是这种小事 自然难不到他 双双眼睛一转 就有了想法 他一脸一动 一只仙女棒出现在手中 他递给花火道 诺送给你 小棒子 看着眼前的小棒子 花火微微一愣 左助没玩过 完 花火眨了眨眼睛 他实在不知道这根棒子该怎么玩 大致得到确定 左助再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花火 点燃最上面就可以 哦 花火恍然 杀的一声转动火机的转纹 升起火苗 随着仙女棒的顶端被点燃 一阵灿烂的焰火燃起 竟然是小烟花 花火魔光闪动 使觉得兴起 但这样的小礼物 还只有一根自然得不到他的满意 他双眸转动瞥向左助 左助撇嘴示意了一下他手中的烟火 先让他燃完 还有 花火心中微动 目光一眨不眨地盯着手中的焰火 少请在焰火即将燃到末端的时候 左助故作神秘到竖起来 花火照做 就在最后一丝火星燃起即将熄灭的时候 左助打了个响指 随即 火星化作了一束鲜艳的向日葵 出现在花火的手中 若这束向日葵送给你 祝我们的日向花火小公主生日快乐 焰火向日葵 花火不由无嘴惊呼 与此同时 可无左助 我的花呢 灵魂空间中 久心耐见自己辛辛苦苦中 大向日葵变成了一只点燃过的仙女棒 顿时木啊 双手捧着向日葵 嗅着其中的散发 淡淡的清香味 月向花火的思绪 不断乱挑着 难道他真是专程过来的 不然怎么解释他准备了向日葵 不对 向日葵送给谁都行 要是遇上的是姐姐 说不定又是另一套说辞了 想到这里 他转过头 迷起双眸 要是遇上的我是姐姐 你会怎么将这些向日葵变出来 左助满头问号 见状花火一副 我已经看穿了你机智表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定是准备了两套方案吧 要是遇见我就用焰火变出来 要是遇上姐姐的话 我想想 顿了顿 他歪了歪头做思索状 除天 充满阳光的地方 所以你就就准备带我姐姐到充满阳光的地方 再用些手段勾起他对自己名字联想 然后将花变出来 左助喷了 这是什么脑洞 不对 似乎想到什么 花火陡然惊呼起来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盛开的向日葵 左助笑道 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吧 花火哼哼唧唧道 有心是有心了 就是不知道想对谁用心 但既然到了我手上 那就放过你吧 说完穷鼻凑到向日葵上秀了秀 不知道想到什么 嘴角不由下意识轻痒起来 稍作无语左助转而道 礼物也送了 能说说为什么 在这里 明白左助的意思 花火有些落寞的 左助我们家族的宗分家制度 你一定知道吧 左助点头 花火将脸深深地埋在了双臂间 父亲大人一直对我们非常严厉 我一直以为只是我们姐妹没能达到她的要求 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得到父亲大人的认可 只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不管我们做什么 她都不会满意的 因为她根本就是在嫌弃我们 嫌弃我和姐姐是女孩子 她更希望能够再生一个男的 来继承宗家 我和姐姐在她的心中 却只是暂时的替代品而已 仿佛话匣子被打开 也仿佛现在的她正需要倾诉 她将心里的想法全部讲了出来 再生一个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左助一愣 她明白小孩子的话不能全听 因为他们受年龄阅历的局限 有很多事都是不能理解的 极容易钻牛角尖 但没有足够的情报 她又不能确定 再生一个男丁的说法 是不是日足的真实想法 毕竟原著中也极有可能是 除田得不到她的满意 才有花火的出生不是吗 她也只能问道 这是日足大人跟你们说的 花火摇头不是 我偷听到的 本来今天我就要成为分家了 虽然我并不在意成为分家 但父亲确实是这样和长老们说的 他希望再生一个男丁继承宗家 要是生不出来 就在仁者学校毕业后 有我和姐姐凭实力 绝出宗家的身份 我并不想和姐姐争 因此 我在修炼中消极对待 最后受到了父亲的训斥 还说要给我姐姐都刻上咒音 佐助恍然 大概就明白了一切 原著中除田本应是宗家 但因为性格的问题 最后确定了 更为优秀的花火成为宗家 如果单单如此 这一切还算合情合理 但天天被放弃的除田 却并没有就此打上蒙中鸟 甚至一直到18岁 还没和救世主确定情胆的时候 还没打上 分家人还一直称呼除田为除田大人 一个宗家不可能有两个宗家后代 日足和日差就是例子 这并不合乎常理的一幕 在佐助看来 这就是日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打上龙中鸟从中斡旋的结果 站在旁人的角度 可以说日足自私 但站在父亲的角度 无可否认 这是对孩子的爱 暗处 清除了内幕的日向下也心中一探 花火大人为什么要这样傻 宗家不好吗 要是放弃 未来一定会后悔的 不管是站在花火的角度 还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他都希望花火成为宗家 这时 佐助开口道 花火 但你有没有想到 这可能只是日足大人的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 花火微微抬头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佐助道 我们看待事物不能只看表象 还要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 不管过程是怎么样 日足大人说过什么话 但在我看来 现在的结果就是 你和你的姐姐都没有刻上咒译 还得到了近十年的缓冲时间 这不是非常好吗 花火恶然道 你的意思是父亲大人是故意的 佐助摇头 我不知道日足大人的真正的想法 这需要你自己慢慢去了解发现 但我认为 大部分父母对待孩子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 或许他不能做得尽善尽美 但从结果来看 不管是对你还是你的姐姐 这都是最好的结果 不是吗 文言花火撇了撇嘴 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想要个男丁 只是无意中造就的结果 说是这么说 但双眸却是重新焕发出光彩 佐助娃儿 少请 花火突然开口道 我应该怎么做 佐助想了想道 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日相一族应该是敌掌继承志吧 敌掌继承志 想起早上父亲大人和长老们的对话 火花瞳孔一缩 他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佐助笑了笑 想明白了 花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而后又有些忧虑道 但要是未来我的真的胜过了几节 佐助耸了耸肩道 你考虑这么长远干嘛 未来的事交给日族大人吗 相信他会有对策 即使没有 但真到那天一天 你要是还不想喝几集症的话 不是可以再故意输掉吗 只是在当下 不想你和你的姐姐被打上咒意 不想便宜你不知道 能不能出生的弟弟的话 你需要配合好你的父亲大人 花火重重点头 而后站了起来道 微微恭声道 谢谢你佐助 谢谢你送我礼物 也谢谢你能够开解我 佐助笑了笑道 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朋友看了一眼手中的鲜花 花火点头 嗯 佐助 你是认为日族大人有将两个孩子 都继承宗家的意图 花火走了 但一直在暗中保护他的日向下 确实出现了 年龄更大 阅历更高的他 也从佐助的话中 听出了不一样的意味 佐助耸了耸肩 不管怎么样 都不是你一个分家能够管的 不是吗 你日向下语色 宗家的事 他一个分家确实是管不了 但日族大人 要是真的如他想的那样 那对过往宗家出生 却无奈成为分家的日向族人 来说是何等不公 看着日向下的脸色不断变换 佐助叹息一声 夏姐姐 李奇考虑这种徒增烦恼的问题 不如好好照顾好你的花火大人 并建立起足够羁绊 未来有朝一日 他要是成为宗家 甚至是日向族长 你的地位也能跟着水涨床高 不是吗 只要身边人的利益 都捆绑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一容俱容一损俱损失 那么那个人的意志 就不能任由自己掌控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吗 日向下瞳孔一缩 他的意思是让我赢到花火 不 或者说是 带领部分分家人 押住花火 即使日族大人最后不能成功 也要将花火推上宗家 甚至是族长之位 转头看向已经踏入日向大门的花火 他深呼吸一口气 对佐助微微恭声道 抱歉 佐助少爷 请原谅姐姐刚当的无礼 也请原谅姐姐的职责所在 不能替你隐瞒和花火大人接触的过程 行了 佐助摆了白手道 刚当的话我是不会在花火面前说的 我和花火接触的事你也可以如实汇报 我不会在意 回去吧 谢谢 得到保证和理解 日向下恭敬一礼 而后发动顺身术消失在原地 分家 佐助从地上站起来深了的懒腰 一颗包子从脚边落入地面融入地下 而后转身向着雨至波足地的方向走去 父亲大人 我不应该以消极的态度对抗家族的决定 对不起 请原谅我的任性 也请父亲大人不要放弃我和姐姐 继续严格要求我们 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日向宗家演武场 看着态度来了的360度大反转的花火 日族心中充满了诧异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至于原因他并没有当即探究的意思 因为只要他想知 很快就会有人给他答案 他转而来到演武场中 摆出柔拳的起手势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 是 花火应了一声摆出手势 主动向着日族冲去 交手数个回合 日族更是心中一震 他没有想到花火紧紧出去一趟 不单单是态度 花火就连拳法也有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 如果花火过往 只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而出掌 那么现在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姐姐 为了未来 这是有了目标的表现 这是坚定了内心的结果 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族不知道 但他能从花火的每一次出掌中 都感受到强大信念 一旁 原本留在这里和日族商量细节的日差 也不由为此侧目 他认为现在的花火 已经超越童年龄的宁次了 与此同时 带着初天去上药的宁次 也回到了盐武场之中 看着花火行于流水的拳法连绵不断的攻势 他不禁正了正坐姿聚精会神 生怕错过了一丝细节 双目中一彩连连 十数分钟后花火力竭 对练结束 好 月族满族点头 我果然没看错你 不管是天资和星星 都极为上场 随后又画风一转 但想要无愧于家族的族会 想要无愧于宗家的身份 你还需要继续魔力 花火颤颤巍微地站了起来道 是 父亲大人 好 月向转头看向日差 日差花火 就拜托你了 是知道花火突然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必然是遭遇了什么 日族需要听从汇报 因而日差恭敬地应了一声 带着花火宁次走出盐武场 不一会 月向下出现 他单膝跪地 日足大人 没有阻止宇智波族长二少爷 宇智波佐助和花火大人接触 属下恳求日足大人责罚 竟然是因为傅月家的二子 宇智波佐助日足一动 关于佐助一些早会的传闻 他也听过不少 只是小时寥寥大未必加 他也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 但不管是他和花火接触 还是花火因为他而改变 那都不得不让他在意 甚至需要考虑 是不是傅月的授意 说说详细情况 是 花火大人离开足地后 听到佐助主动和花火交朋友 日足是冷了 什么时候宇智波的人都知道 要和大足后代交集了 难道是傅月的指使 想起宇智波现在的处境 他更加认为这点 显然是傅月想要拉拢他们日向的一次试探 再听到佐助油嘴滑舌的话 还用上哄小女生的把戏 给花火编鲜花 月向日足脸都掠了 他可是记得日向下的队友 宇智波全就是傅月为佐助挑选的未婚妻 但有了未婚妻还想抛他女儿 他跑去跟傅月决斗的心都有了 最后 听完佐助的分析和开解 月向日足不由紧皱起眉头 能夺仅凭花火几句带有偏见的话 就能分析出他的真实想法 这个佐助比传闻中的更加不简单 因此 他也大致否定了佐助是受傅月指使的想法 但不是傅月指使 那一切不就是佐助的真实做法 该死的 小校年纪就会哄骗小女生 长大还得了 傅月家怎么就生出了一个混账儿子 日足气得牙痒痒的 见状 月向下不由试探到 日足大人需要属下未来 日足陈吟最后摆手的 不用了 都是忍族后代 都是忍族继承人之一 既然他愿意主动和我们日向的继承人交好 那就由了他们吧 毕竟是花火的第一个朋友 作为父亲的他实在是不忍 而且小朋友的友谊 来得快消失的也快 花火也极少有机会出门 说不定哪天就淡忘了 没必要强加干涉 只是他似乎忘了 佐助和花火同龄 夜 木叶招待所 换上一身深黑色的夜行符的 云忍使者从窗户中跃出 随即化作残影 消失在夜幕之中 灵魂空间 他们想做什么 伯峰水门一愣 佐助笑道 对这个你们不应该很熟悉吗 水门和九星奈相识一眼 显然勾起了某个回忆 九星奈有些恼怒的 可恶 美琴竟然连这个也给你说 当初的事 除了木叶高层可没有多少人知道 而宇智波美琴算是其中之一 他也只是以为是美琴给佐助说的 佐助笑道 毕竟是四代和四代夫人爱情萌芽的衣食 总会让人心生好奇和向往不是吗 什么爱情萌芽的佐助 美琴到底给你说了什么啊 九星奈只觉脸上发烫 下意识地用手扇着脸 一旁的水门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笑得像的二傻子 九星奈翻了的白眼 水门 哼 水门倾咳两声 而后脸色一震 佐助 你应该知道他们的目标吧 日向 白眼 也就是宗家 水门皱眉道 日向一族可是坚定的火影的派系 云忍就不怕 说着他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日向今天没有参加同盟庆典 随即他又想起白眼的特殊性 开口道 即便日向没有参加庆典 木叶高层也不至于让白眼的血脉流落到别的村子 云忍不成功还好说 但要是成功了 三代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云忍交还日向宗家的 确实 正如波风水门所说 要是成功掳走了日向的宗家 那么未来经过几代的繁殖云忍村就会出现众多拥有日向血脉的后人 一两颗白眼木叶高层可能不会太在乎 但一个宗家木叶高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于这点 佐助自然也是认同 但他却是开口道 你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 包括战争 波风水门点头道 没错 如果云忍坚决不交还 我认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 佐助笑了 木叶确实不能接受日向血脉外流 但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将那个被掳走的宗家暗杀掉才是最省事的 波风水门瞳孔一缩 而后叹息 是啊 只要将被掳走的宗家暗杀掉 既能有效解决日向血脉外流 又能盟于依旧避免战争享受和平 佐助 如果是你 你也会选择暗杀同弹来避免战争的方式吗 明白这是试探 佐助笑道 当然不会 这种软弱的做法只会让人觉得好欺负 想要一劳永逸只有使出强硬的手段 才能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 如果是我 我会向云忍施压的同时派人营救 在大军压境 已是决心 无非就是心理博弈而已 但如果无法将人救出对方也不愿意交人 那就只能直接宣战了 波风水门宁谋为了一个人不惜让国家陷入战火 甚至是牺牲众多忍者 佐助摇头 不 这不是为了一个 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有可能步入后尘的牧业忍者 同时也是为了让人皆各国知道 答案中下手 就需要做好开战的准备 波风水门漠然点头 若有所思 月向足地 一到漆黑的身影陡然出现在初天和花火的窗户外 听着里面两道平缓的呼吸声确定 里面的人已经熟睡 他动作缓慢 且轻柔地将窗户打开 而后身影一闪 身体已然来到了房间之内 半蹲在正紧紧相应在一起的姐妹旁 云云迅速结印 而后将手按在两人头上 原本就是睡梦中的姐妹更是陷入了沉睡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数 能够让人陷入沉睡 不能轻易醒来 准备妥当 云云用被子将姐妹两人卷起 而后从身上掏出绳子单手结印 绳子 仿佛被无形的双手控制 也像被赋予了生命 自动将卷起的被子紧紧地束缚了起来 云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将卷着两人的被子被在身上 捏手捏足地来到窗边 通过听声便为判断附近守卫的位置 而后找准机会闪身而出 经过在足地中的几次穿插 很快就成功逃离了日向足地 幸好日向一足 禁止足人在足地使用白眼 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 早在行动之前 他们的探子 都已经将日向足地的建筑分布 以及守卫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并制定了周全的计划 而选择在今天行动 也是是经过缜密的算计 他们清楚 今天是宗家小姐的三岁生日 庆祝晚宴上 日向足人必然都会小酌几倍 晚上不但会比平时早睡 也会睡得更为昏沉 结合结盟的盛大庆典 忙碌了一天的暗部和警卫队成员 到深夜必然会有所松懈 那么他们就能轻易地 将日向宗家的成员带出木叶 很好 只要将他们交给接应的同伴 那么就大功到成 转头看着背上熟睡的姐妹 云忍嘴角一勾 陡然 大叔笑得这么开心 是有什么喜事吗 什么时候 云忍瞳孔一缩猛地回过头 只见生前一个年约34的小孩 正一脸好奇的样子盯着他 孩童 云忍也是猛了 他怎么会连背衣的孩童靠近都不知道 但他没有多想 现在的情况 也不容他多想 他迅速双手画作幻影 仅仅不到一秒就完成了结应 灭盘惊蛇之术 随即 十数到白色的羽毛状的幻影 在空中显现 缓缓地向着地面飘落 这是一个幻术 能够让看见羽毛的人陷入沉睡 云忍一脸期待地看着眼前的孩童 只见孩童一脸好奇地看着天空飘落的羽毛 很好 只是他昏睡的时候 必须将他接住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云忍这么想着 甚至全身肌肉都已经绷紧 随即准备发力灿畜 但 一秒 二秒 三秒过去 眼前这个孩童竟然竟然还在看 直至涅槃惊蛇之术化作的羽毛的幻影 都已经全部落在地上 孩童露出含蓄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大叔这戏法挺漂亮的 能再来一次吗 再来一次 尼玛 现在云忍哪里还不知道 在夜间休息之前 习惯性地来到初天和花火的房间 本想检查两女是否有盖好被子 只是推开门的一瞬 他瞳孔茫然一缩 瞬间酒醒 人哪 不但是人不见了 甚至连被子都失踪 日足心底生起不好的预感 他迅速单手结印 白眼 覆盖360度的视野 透视加远超十公里的视线距离 让他轻易地发现了数公里外 某位黑衣员背上的两姐妹 该死 竟然敢绑架我的女儿 发现自己一对可爱女儿被绑 日足目不可乐 各上青筋暴突 随即身体化作幻影消逝 另一边 可恶的小鬼 虽然不知道眼前的小鬼 为什么能不受涅槃惊蛇之术 但担心事情败露 云忍的身体暴射而出的同时 手一翻 一柄苦雾凭空出现 在夜幕中画出凌厉寒芒 陡然 听 对一声清脆的金铁交机之声响起 火星刺剑 什么时候 云忍瞳孔一缩 只见一个年约78岁的少女 骤然出现在孩童的身前 手中五十刀将她夺命的一击地挡下 该死 怎么又是小鬼 念头刚一升起 眼前少女的双眸陡然化作一片星红 血轮眼 糟糕 不能对视 只是太时了 在视线对上的一颗少女同力爆发 血轮眼幻术发动 云忍双眸随即失神 与此同时 少女身后的孩童身影一闪 凭空出现在云忍的上方 双手紧一触碰被棉被束缚裸露在歪的两个脑袋 随即她身影再次一闪 已然带着熟睡的日向姐妹回到了少女的身后 少女秀眉一挑 佐助什么时候在她们身上 刻上飞雷神印记的 仅凭刚刚动作 她自然是无法准确判断 佐助进行空间跳跃的飞雷神印记 到底是日向姐妹身上还是云忍身上 但直觉却是告诉她 在日向姐妹身上 这种直觉毫无根据 只是来自于女性神器低流感 同时心中也不免生起了纷乱的念头 她们什么时候有过接触 这次专门过来 是为了卖日向一个人情 亦或是单纯地想救这对日向姐妹 并不知道她心中所想 回到她身后的佐助意识到 云人很快就能挣脱控制 便搂着日向姐妹 向后跃动 拳降小心脸 她是上人 我知道了 心中无由来的烦躁 让与之拨拳并没有给佐助好脸色 要不是知道眼前黑衣人的身份 起来之前佐助一再告诫不能杀人 她都恨不得直接一刀披下她的头颅 宣泄心中的烦躁了 或许他们之间的实力有着不少差距 但实力和忍者的等级 并非衡量胜负的唯一标准 不然战斗中直接通过实力的差异 和忍者等级分胜负就好了 好险 挣脱幻术的云人猛地急速后退 随即发现身上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伤口 本以为是自己被控制的时间过短 对方来不及下手 但紧接着她敏锐地发现 身后的重量产生了变化 她猛地转头 随即瞳孔一缩 她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救走日向姐妹的 但她却知道对方既然可以 在她被控制的时间内将人救走 那自然有足够的时间将她斩杀 而造成现在结果的原因 显然是对方想将她活捉 走 想明白过来 云人完全没有逗留的想法 她已经不敢再轻视眼前小鬼 深处木叶之中 要是引来其他忍者 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想法刚当升起还没付诸行动 羽之拨拳已然追击到她的身前 手中长刀骇然劈出 云人只能利用手中苦无抵挡 清脆的金铁交机之声 再次在寂静的木叶街道中响起 刺剑的火星在夜幕中闪耀 借助反正的裂样 云人猛的一个后跃 右手一甩 手中苦无垫射而出的同时 双手迅速结印 与之拨拳向前跃起 夺过苦无 同时通过血轮眼 很快就判断出云人即将要使用忍术 雾影之术 显然云人想通过雾影之术产生的 浓雾逃脱的同时混淆试听 将锅甩在雾人身上 不愧是上人 心眼真是不少 跃起在空中的她猛地将长刀甩出 随即注意到解放了右手的羽制拨拳 正快速结印 云人心中一己 伴随着长刀刺入地面后的颤动翁声 硬是终于完成 雾影之术 方圆数百米范围瞬间被浓雾笼罩 只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心 风盾大突破 随着声音响起 强大风龙卷瞬间将刚刚产生的浓雾卷起 消失得无形无踪 糟糕啊 躲避着风龙卷清洗的云人 清除这个风盾必然会引起木叶忍者的注意 她不由心中一沉 他们身上施加的昏睡术 而后开口道 行庆 低沉的吐息声从初天口中发出 秀长的眼睫盲一颤 缓缓睁开了眼睛 只是刚刚醒过来了的她还是有幸迷雾 随即因不远处刮起的狂风 受到寒流侵袭的 她下意识地抱紧了阻住温暖的身体 啊 等等 这是谁 我不是在家睡觉 意识到什么 她先是一愣 紧接着发现自己正在某街道中 她身体猛的一颤 再注意到眼前少年另一手抱着的身影 她顿时急了 花火 别动 察觉到初天有些激动 左珠先是警告了一句 而后示意了一下 鸡斗中的宇智波拳和黑衣人 安抚道 你们被那边的黑衣人绑架了 放心吧 我们是宇智波警备队的 至于花火应该很快就醒来了 我们被绑架了 听到绑架她心中一惊 猛地顺着左珠的的目光看去 而后听到宇智波警备队 并看到鸡斗中少女身后的宇智波族会 再得知花火只是还没醒 她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只是感受到少年的体温 想到自己正身穿单薄的睡衣 在深夜的街道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紧贴在一起 这让她不得不通红了脸颊 但她明白 是眼前的少年紧紧搂着她的腰间 将她半拖起来 这才避免了裸露的双脚触地 什么放手 她可以自己站着的话却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感受到初天的体温不断上升 且隐约看到蒸汽冒出 左珠心中一笑 而这时同样是受到寒风侵蚀 下意识紧抱着左珠的花火 也悠悠转醒 左珠 我做梦了 因身上的寒意 让她的双手舍不得松开温暖的怀抱 只好将双眼凑到左珠的肩上揉了揉 而后再抬起头定眼看去 确实是左珠 看来确实是在做梦 再注意到另一边 穿单薄睡衣红透的脸颊 头冒蒸汽的熟悉声音 花火先是愣到姐姐 听到声音 意识到自己状态不对的初天猛的一缩脖子 将头埋在了左珠的相簿 见状 花火乐上浮现出大大一个颈子 暴怒道 混蛋左珠 你到底对我姐姐做了什么啊 左珠 原来她叫左珠吗 初天心中有些好奇 正常来说 花火认识的人 她没有理由不认识才对 这时左珠开口道 我什么都没做好不好 什么没做 为什么我姐姐会这样啊 我怎么知道 可恶 我就知道 你对我姐姐也图谋不轨 什么图谋不轨啊 还要加个椰子 左珠彻底无语了 她可是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啊 包括下午 要不是奇怪这个年代会有花火出现 她都不带上去搭讪的 至于口花花 哄小女孩什么的 完全就是上辈子优良习惯 而今天晚上之所以会出现 也只是小麦的大人情 给月香日足威威来做准备而已 她实在太冤了 而本就化身蒸汽机的初天 再听到什么对她图谋不轨的话 都要被干烧了 嗯 而左珠的沉默在花火眼中就是默认 她哼哼唧唧的 无话可说 陡然 轰的一声 花火恶然转头 只见不远处 一火球炸开 感受着席卷而来的热浪 她不由瞳孔一锁 什么情况 见状左珠开口道 你们被绑架 正巧我跟着拳匠巡逻发现 将你们救下啊 嗯 听到绑架结合眼前的画面 花火不由无嘴惊呼 竟然不是梦 想到自己刚刚 她对左珠的质问 要不是被抱着双脚离地 她的脚趾都能在地面扣出个三十两厅了 另一边 混蛋左珠啊 她在这边跟上忍搏斗 她竟然在撩小妹妹 而且还是两个 显然 花火那句对我姐姐也图谋不轨的话 她是听在耳内记在心底了 陡然 羞羞羞破空声响起 云人把握住空气 猛地甩出树柄苦 裹挟着凌厉的杀意 向着左珠三人急事而去 显然这是想要逼宇智波拳回房 而后趁机逃走 只是 她注定失散了 宇智波拳可是一点回房拦截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顺身拔起地上的长刀 弃身而上悍然劈出 而另一边 叛着急事而来苦 花火和初天猛地闭上了眼睛 本于后退的左珠发现了什么 轻声道 没事 你们父亲来了 话语刚落 一道身影陡然出现在他们身前 摆出柔拳的七首饰 八卦掌回天 玄机浅蓝色的查克拉从他全身穴道中爆发而出 借由身体高速旋转凝聚成全覆盖绝对防御网 将奔系而来的苦挡下 糟糕 云远心中大害 这使高速旋转的回天消散 真是父亲花火和初天目光一亮 父亲大人 左珠也开口道 日足大人 日足转头宁眸盯着左珠放在他两个女儿腰间的手 额角不由青筋暴徒 真是好啊 下午才撩完他的花火 晚上就左右又爆啊 注意到父亲的目光 初天再次通红了脸 即便是花火也不禁脸颊一红 但日足也知道 左珠是为了不让他两个吃脚的女儿出地才这样抱着 心疼女儿的他也说不出诸如什么 大晚上喽喽抱抱成何剃统的话 更何况他也明白 因为左珠和宇智拨拳他的女儿才得救 虽然觉得有些巧合 但于情于理 他都不可能开口指责左珠的无礼 见状左珠开口道 既然日足大人已经到了 那么初天和花火就交还给您了 初天一愣 左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花火却是气得牙痒痒的 连名字都打听好了 果然 左珠一直对他姐姐图谋不轨 不 日足摇头道 我先去解决那个暴徒 说完他一个顺身 来到了正被宇智拨牵制的云远身前 右手成长 八卦 空掌 见状 左珠和宇智拨拳马上高呼 掌下留人 只是女儿被绑架 这寒怒挥出一掌 怎么可能说收就收 刀密度的查克拉凝聚成强悍的冲击波 悍然激在腹中 云忍口喷血雨 身体倒飞出十数米之远 砰 的一声 最后砸在一处楼房的墙壁之中 墙壁凹陷一个人形 云忍被紧紧地镶在了墙壁之上 而后头以外 显然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可惜 左珠并不知道这个云忍的名字 但也无所谓了 一个普通到不能普通的上人而已 宇智拨拳皱眉道 日足大人冲动了 应该先确定对方身份的 日足冷哼一声 满不在乎道 胆敢绑架我们日相的继承人 不管是谁他都已经取死 有道 顿了顿 作为人精的他自然明白宇智拨拳的担忧 便又开口补充道 后续有什么问题 我们日相会一力成当 你们可以放心 宇智拨拳松了一口气 日足又转头看向左珠 感谢的话不说 我欠你两个人请 左珠也没有客套 这本就是他的目的之一 便点头道 好 两个 花火一浪 竟然能让父亲大人都欠他两个人请 初天双眸中闪过一丝崇拜 这时日相日足云忍尸体抠了下来 而后打开了蒙面的面罩 随即瞳孔一锁 竟然是云忍 宇智拨拳也走了上前 随即下意识无嘴惊呼出声 怎么会是他 极度不好的预感涌起 日足心中一沉 你也是他 宇智拨拳咬着下唇点头 他是云忍这次签署盟约的使者头目 签署盟约的使者 日足右手不由一颤 手中的面罩飘落 这是远处传来高速移动的声音 明白这里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木叶忍者的注意 日足深呼吸一口气道 你们走吧 已经走了上来的左珠 看了一眼附近战斗的痕迹 摇头道 走了我们也脱不了关系 而且今晚全的巡逻范围就是这里 要是就这么走了后再暴露出来 到时候恐怕有理都说不清了 日足大人 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是尽快上报火影 并在云忍发现之前 尽快从他的脑海中获取情报 不然要是被云忍发现并取回尸体 再反咬一口的话 那就真是水洗都不清了 对 日足马上反应过来 抱起地上的尸体 左珠我两个女儿就拜托你带回日向足地了 好 左珠点头 而后对于智波拳道 拳降 你也陪着日足大人过去向三代汇报 日足心中感激 而于智波拳听到他当着日足和日向姐妹的面前 称呼他为拳降 下意识美眸一番 而后对左珠做了个警告的眼神 最后才点头道 好 拳降 待日向日足和宇智波全离开 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闯下大火 甚至都不知道 青天云忍来签署盟约的花火试探道 他是谁啊 为什么明明比你大 却依附以你为主的态度 初天也面露好奇 左珠笑道 你们两个在足内不也一样吗 花火没由来得松了一口气 所以他是你的仆人 左珠确实摇头笑道 我们宇智波没有这一套 他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 花火瞪大眼睛 你这么小就有未婚妻了 哼 左珠点了点头 花火一愣 不知为何 他发现他的心里有些失落 这是初天窃窃的开口道 一定是你父母安排的吧 在他心中左珠还这么小 怎么可能自己找的未婚妻 左珠一愣随口答道 算是吧 总不能说自己挑的吧 毕竟他才几岁 文言花火恍然 心中的失落也消散不少 再想起他们日向一组 似乎很多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 不由生起同病相怜的感觉 花火一直注意着花火的初天心中微动 懵懂得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而这时 灵魂空间中的薄风水门终于忍不住开口 左珠 你是故意让日族杀死死者的是吗 也这样说 我也控制不了不是吗 总不能暴露实力 亲自将云忍情下 或将日族拦下巴 文言薄风水门 心中一叹 他确定了 左珠就是故意的 至于目的 想起他们之前的对话 再想起灵魂空间的能力 不言而喻 你是希望日族死 左珠笑了 我方法也教他了 人都派过去给他作证了 所以你还是认为 木叶高层会将他舍弃平息云忍的怒火是吗 我风水门一愣 是啊 什么时候 他已经对木叶高层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走在回日向族地图中 三人一鬼各怀心事 一路无言 直到终于发现两位小姐失踪的日向下寻来 花火大人 初天大人 你们没事就好了 看着安然无恙的两位大人 日向下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疑惑左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但看他们相处融洽的样子 日向下也不好提出质疑 见状左珠笑了笑道 下姐姐 日族大人拜托我将他们送回来 既然见到你 那我就将他们交给你了 听到日族大人已然知晓 日向下明白 一阵责罚是受不了了 但两位大人没有出事 至少能免去一死 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至于过程既然日族大人已经知道 他也没有问的意思 只接过花火姐妹感激到左珠大人非常感谢 客气了 左珠笑了笑 而后挥了挥手道 那下姐姐 我就先回去啊 花火出田 再见 嗯 花火挥了挥手 左珠再见 左珠君 再见 出田同样也是挥了挥手 只是目光有些闪避 声如细思 不认真听根本听不到就舍 但左珠离开花火好奇道 下姐姐 你和左珠认识 另一边的出田也好奇得竖起耳朵 只见日向下点头道 当然 他是我队友的恩弟弟 所以我们见过不少面 队友 花火马上就想起了刚当的拳将 不由撇嘴道 什么弟弟 他们是未婚夫妻关系吧 安日向下惊讶道 花火大人怎么会知道 也就是真的 花火心中一动 试探道 是父母安排的吗 这日向下想了想道 应该是吧 据说在全忍者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也就是左珠还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原来是这样 花火感觉心中有些不舒服 不由问道 那下姐姐你有恋人了吗 日向下笑道 想什么呢 我的责任是照顾花火大人您 在您长大之前 我是不会谈这些道 说是这样说 只是 他双眸中一闪而过的黯然 还是被花火捕捉到了 他明白 这是因为日向下分家的身份 也或许是因为要照顾他 而被剥夺的一项自由 花火心中也不由沉重起来 只是这些他无法改变 只能开口道 夏姐姐 明天给我说说你队友的事 日向下一愣 而后微笑点头 好 那个这是初天像的乖宝宝一样 半举起手 我也可以听听吗 花火眯了眯眼睛 日向下一脸诧异 花火感兴趣就算了 怎么初天大人也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初天低下头 两个食指指尖相对 夏意识轻点着陌生道 我只是见花火想听所以 姐姐 你这个样子 还不如不解释 花火心中狂喊 但谁让她是她的姐姐呢 她只能开口道 既然姐姐也兴趣 那就一起吧 嗯 好 初天顿时笑眼弯弯 一起 日向下也不知道想歪到了哪里 嘴巴张成了形 请止步 三代火影大人已经休息了 火影楼 除了半工以外 原非日展平日里 也是住在火影楼之中 日向日族开口道 我有急事要见三代大人 事关云人 请通报一下 暗部看着日族扛着的尸体 以及身边的雨智拨拳 代表着木叶两大豪门 再听到事关云人 暗部也不敢怠慢开口道 稍等 少请 三代火影大人请你们进去 好 踏入大门 只见身穿居家服的原非日展 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点燃了烟枪吞云土 三代大人 二 原非日展贴了一眼 日族肩上的尸体 开口道 日族拳你们这么晚过来 相信事态一定是非常紧急 不要客套直接说 是 日族应了一声看向拳 雨智拨拳点头 毕竟是他先遇上的云人 所以他先开口 而后日族补充 听到发现被掳的时日族两个女儿 原非日展也不由为日向血脉 差点流失而赶到后爬 待听到绑架两名宗家的事 施者头目时 饶是见惯大场面的他也坐不住了 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日族你太冲动了 你儿被绑架 能不冲动吗 就问你儿子遭绑架 你冲不冲动 想是这么想 日族可不敢这么说 他单膝跪地一副认错的模样 属下一时怒上心头 并没有考虑结果 请火影大人择罚 择罚择罚 原非日展猛地站了起来 现在我择罚你有用吗 你知不知道 今天牧业才和云忍签署的同盟条约 你又知不知道 整个牧业都在庆祝 来自不义的和平降临 现在使者就死在我们牧业 你要我们怎么向牧业村民牧业的人者交代 又怎么向云忍交代 日向日族心中一沉 交代 他一直为杀死云忍侍者的时而心惊胆战 也只是因为难以和牧业的人者和村民交代 至于云忍 为什么要和他们交代 不应当是云忍给他们交代吗 与之拨全也不由目光闪烁 日向日族深呼一口气 抬起头 念路坚决 一切因属下爱你心切而起 要是云忍追究下来 甚至不惜继续发动战争 我日向一族 愿意派出六岁到六十岁的所有族人做先头部队 可云忍觉知最后一人 言非日展一愣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叹了一口气 往缓坐下 抱歉 日族这不怪你 但你要明白我的难处 也需要明白牧业现在的处境 属下明白 日族低头 而后想起左柱的话开口道 只是属下认为当务之急是从使者身上获取情报 判断云忍这次盟约的真实意图 好做好万全的准备 文言原非日展却是面露犹豫 对方能成为云忍的使者头目 地位自然不低 脑海中 恐怕有着众多云忍村的重要情报 但要是施加手段获取 必然会留下痕迹 到时候云忍恐怕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陈寅过后他开口道 日族全你们先回去 这件事 我需要和其他高层商量 日向日族再次心中一沉 瞻前顾后原非日展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三代了 如果四代还在的话 灵魂空间 波峰水门转头对已然坐在沙发上看戏的左柱道 你早就料到三代不会对云忍逝者的脑海进行精神入侵是吗 左柱耸了耸肩笑道 我又没有读心术 三代的心思 我又怎么可能知道 顿了顿 他又转而道 但我让日族向三代建议获取情报 确实不是为了让日族自证 三代对日向一族有着足够的信任 现场的细节足以分析还原出过程 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自证 我这样 也只是想让负责获取情报的情报部门看看云忍是怎么看我们沐叶而已 云忍怎么看我们沐叶 波峰水门皱眉 左柱笑道 云忍敢在这个时候如走日向宗家 说明他们自信 这件事即使败露 沐叶也不敢对他们做什么 甚至是委屈求全 至于他们凭什么有这样的自信让我们的情报人员看看 不是很有意思吗 波峰水门瞳孔微缩 而后呼出一口气 明白啊 云忍有这样的自信 大概也就是看穿了沐叶的外墙中干沐叶高层的软弱 左柱是想借助云忍对沐叶的蔑视 打击三代的威胁 让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三代是否适合在当火影而产生怀疑 甚至是想通过情报人员之口 传到沐叶个人之耳中 即使内部再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但还有什么比同样作为五大国之一 云忍村的看法并付诸行动的举动更有说服力 要是三代强硬起来还好 但结果真要是委屈求全 那恐怕会让知情的沐叶忍者信念崩塌 想到这里 波峰水门开口道 你就不怕三代真的接受了建议 从而发现你戏耍云忍的情报 解释的方法有很多 左柱无所谓的 例如他一开始就中了全的血轮眼幻术 看到的只是幻觉 你觉得怎么样 毕竟 我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不是吗 波峰水门一愣 是啊 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天然有着保护色 再怎么怀疑 也不可能怀疑到一个三岁的孩子身上 毕竟在正常的观念之中 三岁的孩子 连查克拉都没能制造 火影楼 三位顾问赶到了原非日展住所 详细说明过情况后转请 小春先是一探 爱日族怎么会这样冲动 是啊 水护门檐接枪 现在使者就死在我们木叶 我们怎么向云远交代 交代 至孙团葬却是冷笑了起来 你们竟然想要给云远交代 云远以蒙约为借口 炉走我们木叶的白眼 这事根本就没有将我们木叶放在眼内 我认为日族说的没错 应该马上从尸体中获取情报 并将其他使者关押起来严加拷问 这种事后还得是团葬 作为武斗派的他 如今也是怀着在战争中大放异彩 顺势登上五代火影的美梦 转请 小春开口道 团葬 我们并非担心云人 但一旦开战 其余大国必然蠢蠢欲动 一旦我们木叶显露出疲势 就会群起攻之 以木叶现在的情况 我们根本无法抵挡四大国进攻 团藏不以为然 你说的也只是最坏的情况 杀忍如今是我们的盟友 完全可以许之以利 让他们和我们木叶共同进攻云人 炎忍和云人有着势仇 只要云人出现疲势 相信炎忍也不会无动于衷 虚狼猪虎 合纵连横之下 在我看来云人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原非日展皱眉道 到时候恐怕刚当平息不久的忍戒大战 马上就要演化成第四次忍戒大战了 大战就大战 团藏毫不在乎 自第一次大战至今三次忍戒大战过去 我们木叶什么时候怕过 不是怕原非日展摇头 而是现在的木叶更需要休养生息 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团藏听出了弦外之意 一脸不可置信 日展你的意思是想象云云低头 灵魂空间中 窝蜂水门 叹息 三代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三代了 原非日展摇头不是低头 而是坐下来 尽可能地商量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稳固当下和平的局势 日展你太软弱了 团藏木气不争 和平从来都不是通过妥协和让步能够换取的 你这样只会让忍戒认为我们木叶是转世子 可以随意拿捏 原非日展道 只要新生代成长起来 自然就会重新撑起木叶 至于这段期间 忍戒对木叶的一些不好的看法 自然会由作为火影的我来一力成熟 新生代 新生代在你眼中就只有新生代 难道其余大国就没有新生代涌现 你认为受你的软弱影响下 新生代能够肩负起木叶的未来 团藏不由捏紧拳头 对原非日展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却从没正眼看过自己的想法感到愤怒 原非日展拿起烟枪深深地吸了一口 而后缓缓吐出 我对木叶的下一代有信心 你 团藏 好了好了 见两人又再吵了起来 专请小春打人敞道 日展团藏也只是为了木叶 虽然举措过激 你也不要太在意 团藏你也不要指责日展啊 他也不容易 他本来可以好好一样天年的 但却不得不继续为木叶操劳 为此他都已经不惜在持木之年生育受损 也只是想撑到新生代成长起来 将木叶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而已 不管是作为朋友 还是作为同伴 你应该体谅了一下日展 水护门眼也开口道 没错 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平息云忍的怒火 当然 我们也要最好最坏的打算 要是无法达成一致 我们也要做好战争准备 只是在这之前团藏你就不要再提了 可恶 既然要一样天年 无法很好地执掌木叶 那为什么不将木叶交给我 新生代 新生代 你们就完全没有考虑过我团藏 如果我是活影 深深地不甘 涌上了团藏的心头 随后他心中微动 随即一挥嗅到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决定 那我也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后面的事你们慢慢商量 我就不陪你们了 说完他静止离开 等等 原非日展突然目光宁起 团藏我希望你不要做什么 不理智的事情破坏我们木叶的大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团藏身体一僵 木叶招待所 已经过去这么久还没回来 看来是行动已经失败了 是的 只是现在到底是被拘捕还是被杀 我们还需要确定 没错 走吧 我们找木叶的第三代要人 好 历史的发展 总是惊人的相似 木叶还是被云忍反咬一口 甚至以受害者的身份 在火影楼前大闹了一场 消息传出木叶一片哗然 有嗅觉灵敏地倾注这是云忍的阴谋 他们整装待发 静候着三代的一声令下 但也有愚昧无知和担心战火冲燃的 他们各自怀揣着自己的小心子 自发来到火影楼前 要求严惩破坏和平凶手 最终云忍做出部分妥协 并做出最后的通牒 交出杀人凶手 图穷笔现 至于羽之波拳 云忍倒是也想借机 把这个已经出路头脚的羽之波族人弄死 只是他们的目的是白眼 未必三代出日向日族也只是一次豪赌 一次得罪木叶两大豪门只会弄巧成桌 同时也明白羽之波不可能娇人 因而没有选择节外生枝 日向足地 这是云忍的要求 简单将云忍的要求到处 原非日展又假惺惺的安抚道 但日族你放心 我们会尽量和云忍斡旋 你不必在意 真不需要在意 那你过来干嘛 还带着这么多忍者 经过了这两天的舆论影响 日向日族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 现在他明白 这是需要他做抉择的时候了 三代大人 既然只牺牲我一人 就能避免村子卷入战争 那就将我交出去吧 我愿意为村子的和平献上我的性命 听到日族的话 原非日展并不意外 甚至是意料之中 但不知为何 他捏如着嘴唇 最终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会客室的门被打开 日族 别那么冲动 只见日向一族的某位长老 带着日向日差走了进来 他开口道 我们日向的血迹界限对于村子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宗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我们日向的血脉 说到这里 他看向原非日展 相信三代大人也不会愿意看到我们日向血脉外流 原非日展默然 他自然也不愿意看到别的村子拥有白眼 日族确实开口道 但不这样的话 村子就会被卷入战争之中 我知道 长老点头 而后不带任何情绪 一副理所当然的开口 分家的人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 我们可以用日差当作你的替身 将他的尸体交给云云 原本伴吹着眼帘的原非日展微微抬眸 心中微动 这怎么可以 日足确实激动道 这件事和日差无关 我怎么可以让日差替我去死 长老平淡道 日差同意了 日向日足瞳孔一缩 不可知心地看向长老身后的日向日差 随后他又开口道 不可能的 云忍的目的就是获得我们的白眼 要是将日差交给他们云忍是不可能同意的 长老冷哼一声道 云忍的意图 我当然清楚 但他们的要求是交出杀人凶手日向日足 我们只需要答应下来 并交出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日差 只要我们不说 谁又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你 但是日向日足语气急促 只是很快就被长老打断 日足 我知道因为日差是你的弟弟 所以你有所顾虑 但为了能够保护好家族的血脉 即使是兄弟的性命 也是必须要舍弃 这是宗家的责任 也是分家的命运 为了所谓的血脉 而舍弃弟弟的性命 日足实在是难以接受 在这一刻 他不由对所谓的家族 所谓血统 所谓的制度 生起了深深的厌恶 该死我 意识到哥哥即将做出不好的发言 日差马上出言打断 哥哥就让我去吧 日向日足恶然转头 日差 随即长老也猛的一掌 激在日足的腹中 日向日足瞳孔一缩 体内的穴道被封住 以及剧烈的痛楚下 令他不由蜷缩在地上 长老做完这一切 转头看向原非日展 三代大人 日差就交给您了 至于后续和云人斡旋的问题 也拜托您了 原非日展稍作成瘾 最后点头道 好 看着日差跟着原非日展离开 地上的日足强撑的痛苦开口道 该死日差为什么 你还有宁次啊 为什么要为了宗家而死 即将他出门口的日差动作一顿 他微微转头道 你这样说 并不对 哥哥 我曾经以为我自己非常疼恨宗家 但后来我发现 我痛恨的并不是身为宗家的你们 而是痛恨自己不是宗家 痛恨自己没有选择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 所以 现在我并不是为了保护宗家这个身份而选择死亡 而是为了保护我的兄长而死 这么做的话 对我来说 才是真正拥有了选择的自由 所以 请你把这件事告诉宁次 我并不是为了保护宗家而死 而是为了保护家族 为了保护家人 为了保护兄弟 甚至是为了保护村子 而以自己的意志选择死亡 曾经的我 没有选择自己意志的权利 我也一直想违抗身为日向分家的命运 哪怕只有一次哥哥 就请让我遵循我的意志 自由地选择我的命运吧 日向日足瞳孔一震 叮 日向日差的灵魂收容成功 日差死了 他是自杀死的 最终尸体交给了云远 宇治拨拳也全程看着日差老师的死亡 虽然知道 佐助会收容他老师的灵魂 未来还能见到老师 但这改变不了他老师死亡的事实 最终血轮炎也因此进化成了三沟玉 同时随着日向日差的死亡 战争的阴云彻底被驱散 整个木叶继续为和平 未即将到来的新年再歌再舞 而日向一族 却是因为日差的死陷入了一片沉痛当中 烂天洁白的飞雪 也仿佛在述说着日向一族的悲伤 和深黑色的桑符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日族大人 为什么 为什么爸爸会死 看着年仅四岁的宁次日向日族心中满是愧疚 说什么 日差自愿的 作为靠着日差付出生命的代价 才能苟活的他实在难以弃使 因而指门开口道 对不起 宁次 花火和初天也终于意识到了 那天晚上他们的父亲大人 为了他们到底是闯下了何等的大火 他们无严面对宁次 而除了宁次外 除了日差的家人外 最伤心的莫过于日向下 日差是他的老师 这几年他也一直在受日差的照顾 甚至可以说没有日差就没有今日他 如今 他作为伴的家属 跪坐在一项的一旁 机械般为一个个前来哀悼的人回忆 脑海中却是浮现出过往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的崇拜 成为日差小队的兴奋 任务中的照顾 闲时的指导 边境中的朝夕相处 他痛恨家族的制度 痛恨木叶 更是痛恨云人 以致他的老师即便是死也没有尸体留下 这时 日足大人 其爱 佐助跟随宇智拨拳卯月戏言来到了灵堂 日足点头致敬 非常感谢你们能来 相信日差之道也会为此而欣慰的 看到队友的到来 原本神态木然双眸空洞的日向下 终于有了些许变化 待他们送上了鲜花 日足开口道 夏 你也辛苦一天了 先休息一下 陪一陪队友 日向下点头 待走出灵堂 一直压抑在心底的哀疼终于爆发 忍不住嚎啕大哭 看着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三人 佐助并没有上前打扰 只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 怎么样日差老师保住了哥哥的性命 保住了家人族人 避免了战争 还有这么敬重你的学生来为你送行 有没有觉得自己死得其所 这个哀悼会算是隆重吧 各大长老都出血了 已经到了宗家的规格了吧 此后享受了一遍宗家的待遇 有没有觉得好受了一点 日差心里有句 不知道该不该说 她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死后 竟然还能看到自己的哀悼会 至于这个哀悼会 为什么是宗家的规格 为什么各大长老都出血 不就是为了堵住云忍的嘴吗 这没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 沉默良久 日差开口 佐助 是我小看你了 不 应该说整个木叶都小看你了 将我的灵魂带到这里来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实说吧 这就直奔主题了 不再唠嗑唠嗑 佐助含蓄道 如果我说我和云忍一样 想让你身上的这项血脉 日差老师你不会骂人吧 日差沉默了 虽然他不知道佐助 怎么拿他的日向血脉 但他都为了保护 日向的血脉而死了 此后还要面临这样的抉择 他是真想骂人 见状佐助有些无奈道 但我真的很想要爱 您又是拳匠的老师 四手五入就是我的老师 您看你一来 我就给您换了的这么好环境 够诚意了吧 拳匠也叮嘱过 我不能太过为难你 但日差老师 你能不能爽快点 原来是因为小泉 日差心中微动 刚死的时候 他就发现自己来到了 一个几平方的牢房 后来环境大变 和之前的牢房相比 说是世外桃源也不为过了 拥有雨之波血脉的你 竟然也会寄予我们日向的血脉吗 佐助道 血迹界限这种东西 没有人会嫌少 更何况 你们日向的血脉可是好东西 日差摇头道 抱歉 这个我实在无法答应你 要是小事 他或许就答应了 毕竟佐助也是他学生未来的夫婿 而且能够在死后还能看到宁慈 他真的很高兴 但唯独日向血脉这一点 他实在难以接受 看来我还是没有嘴顿的天赋 佐助无所谓地笑道 最后您会答应的 相信我 日差疑惑 虽然他不明白 佐助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 但他还是从佐助的话中判断出 想要获得他日向的血脉 必须需要他的同意 这让他不禁松了口气 毕竟这个勾魂的能力 实在是太诡异了 以致他都不禁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了幻术 这时 佐助花火走了上来 身后还跟得 窃窃地拉着他一脚的出田 一时之间让人分不清 他们到底哪个才是姐姐 佐助也只好停下了日差交流 转头道 花火 除田节哀 花火点了点头 而后有些落寞道 我们听到有族人在议论 说日差叔叔是代替我们的父亲大人死的 是不是我们害死了日差叔叔 怎么会 佐助揉了揉花火的头撬道 你们是无辜的 真正害死日差老师的史云远 你们不用自责 而且听我的父亲说 他做出这个决定时 曾出言 并非为了保护宗家这个身份 而是为了保护哥哥保护家人 甚至是为了保护村子免受战争才自愿选择死亡 即使是我的父亲 也感慨日差老师是真正的英雄 而你们作为日差老师后辈 要是感到愧疚的话 那就应该好好修炼 未来为日差老师向云忍复仇 连宇直播组长都说日差叔叔是英雄 好好修炼 为日差叔叔报仇 花火重重点头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为日差叔叔报仇的 拉着花火一脚的除天 也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见状佐助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那好 花火 除天 加油 嗯 两人点头 不远处 看着两个女儿 日足心中欣慰 对佐助也不由心生感激 但人的情胆总是矛盾的 看见自己两个女儿似乎对佐助言听计从 她又不经心生烦恼 这时 听到佐助和日向姐妹的对话 双眼已经哭到有些红肿的宁次忍不住走了上岸 你说我爸爸是自愿选择的死亡 这怎么可能 宁次哥哥 虽然有了佐助的开解 但花火和除天还是觉得有些无言面对宁次 不远处的日向日足也不经心中叹息 面露沉重 哥哥还没有将我的真实想法告诉宁次 灵魂空间中的日向日差确实有些疑惑 但转念一想 也明白 你爸爸是自愿为我去死的这样的话 他的哥哥确实是难以开口 这时 被兵面对宁次的质疑 佐助开口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但我的父亲说日差老师是自愿的 据说日足大人为了能够平息云忍的怒火 已经准备选择死亡 但他被族人偷袭 日差老师主动选择了代替日足大人死亡 当时据说有很多牧业忍者都看在眼里 你可以向他们求证 这怎么可能 宁次并不相信有些激动的 父亲 他凭什么会自愿替代日足大人死亡 你一定是骗我的 骗你 佐助笑了 我又不认识你 也不是你们日向的人 为什么要骗你 至于凭什么 这个世界上为同伴为亲人挡刀的例子 比比皆是 日差老师和日足大人是亲兄弟 我认为这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了吧 听你的话 似乎是日差老师的儿子 或许在你心中 你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愿意舍生取义的人 也并不认为你的父亲是一个英雄 不 我没有这样想 宁次原本已经干枯的泪水 再次在眼眶中涌出 他猛地摇头显得有些无助 我只是想知道真正答案而已 不 佐助也摇头 你只是不愿意接受父亲死亡的事实 企图将他死归就成不幸 赖在别人的身上而已 宁次瞳孔一缩 少请他才悠悠开口 你为什么叫我的父亲做老师 佐助道 我的未婚妻宇智波全是你父亲忍者小队的成员 宇智波看了一眼不远处 日向下三人中衣服上有着宇智波族徽的女性 宁次虽然奇怪 佐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未婚妻 但也并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 只开口道 所以你说的都是真的 大把 他真的是自愿的 他是一个英雄 佐助点头 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 没错 顿了顿 他示意了一下不远处的日向日足 答案就在那边 前提是你愿意相信 最后他拍了拍宁次的肩膀 能够为兄弟牺牲 能够为了避免木叶陷入战火而选择舍生取义 我认为日差老师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父亲值得尊敬 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宁次眼眶中的泪水再次滑落 谢谢你 佐助 日足亲自将佐助和宇智波全送到了日向足地的大门口 你弟弟的灵魂还在我这里吗 佐助笑道 客气了 日足大人 我只是将我知道的事说出来而已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感谢你 日足坚持表达谢意 行吧 佐助也没有再客套 只白手告辞 日足大人请留步 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好 两位慢走 目送佐助和宇智波全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日足才转身回到足地之中 佐助谢谢你 日差的感谢声也从佐助的脑海响起 佐助笑道 就一句谢谢 日差明白一句谢谢 确实是太苍白了 但佐助想要的东西 他又难以接受 最终只能沉默下来 这时看见佐助的神态变化 宇智波全便大致猜到了什么 开口道 日差老师他还好吧 日差心中触动 对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宇智波全 他是打逢心底喜欢的 只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三大和他都似乎小看宇智波全了 但不管怎么样 能够在他死后还能记挂着他 也算是不枉失声一场了 挺好的 佐助转头笑道 拳将 你要见一见他吗 犹豫了一会 宇智波全还是摇头道 算了 我不想因为我而令到你和老师为难 等过段时间 我再来和老师赔罪吧 和日差老师相处的时间也有大半年了 他也受到了不少的照顾 虽然不是家代三代的私活 但除此之外 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 老师的死 他也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让日足杀死 远远是佐助制定的计划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发展到最后死的竟然会是日差老师 写轮眼 也是因这份愧疚而进化 他想问佐助是不是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 是不是他的目的之一 那日足人情 收容一名日向族人 再让他进化写轮眼 但他没有问 这没有意义 他知道 未来佐助是要做大事的 如果这种事也要提出质疑 未来还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吗 只是 花火和出田是什么鬼 他眯了眯眼睛 双眸中闪过一抹危险的气息 有杀气 佐助身体先是一颤 而后眨了眨眼睛 一脸无辜道 什么花火出田 我跟他们根本就不熟 不熟 与之拨拳冷笑 而后一脸和善道 但佐助你不觉得他们长得很可爱吗 可爱 这有什么好称道的 娇生惯养的大足千斤而已 对此佐助表示不屑一顾 而后一本正经地掰着手指道 跟善良温柔善解人意又不是妩媚 性感可言可甜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拳匠笛 真是差人了 不次真是受不了了 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优点的 与之拨拳不禁无嘴笑了起来 少请 他又觉得就这么放过佐助 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他又再智能了起来 坑坑 不管怎么样 记住 是谁把你带大的 谁才是对你最好的人 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拳匠了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第一位 没有人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这么说着佐助牵起了 与之拨拳的小手 实质紧扣 说着好听 什么第一 也就是说 会有什么第二第三第四事吧 与之拨拳不满地皱了皱穷笔 而后抱负般发出灵魂质问 那美情安盈呢 为什么再忍机也会这种问题啊 佐助只能憋出一句并列第一 深夜 日向足底 熟睡中日向下 陡然睁开了双眸 脸上浮现出强烈怨恨和挣扎 最后挣扎化作坚定 他掀开被子 白眼 仅一瞬间足内守卫的位置了然于胸 他轻轻地打开窗户 而后身体化作幻影消失在房间之中 另一边 与之拨足地 足掌大窄 正被与之拨拳紧紧抱在怀里的佐助 也缓缓睁开了眼眸 是时候该处理日叉的事了 白天他并没有急 是因为他明白 日叉不可能爽快答应 而选择这个时候 自然就是因为最后的手段 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 日叉老实 意识体进入到灵魂空间 自从将日叉的灵魂收容 佐助算是第一次进入到四号监视之中 和日向日叉面对面的会面 正闭目养神的日叉缓缓抬起眼帘 佐助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一个三岁的小孩 能够拥有这种能力 是特殊的血迹界限 还是某种特殊的幻术 亦或是两者结合的全身血迹 佐助摇头笑道 这不重要 只是不知道日叉老实您考虑的怎么样 日叉不又停谋 深深地看了一眼佐助 他明白佐助这次亲自进来 或许就是最后的通别的意思 他暗自心中一探 而后环视了一圈这片空间 你这里曾经勾走几的灵魂 对于这个问题佐助倒是并不意外 稍作成瘾摇头道 太多啊 准确数字我都忘了 但累计收容了十多二十个是有的 说着他又带着些许深一道 现在这里除了老师您 还有三位住客 分数两个不同的空间 十多二十个 还有三个分数两个空间 月向日叉 瞳孔微缩 心念电转 根据前面的对话 他明白佐助可以通过这个空间 获取别人的血统 至于有没有其余能力还不清楚 但想要获得 极有可能是需要本人的同意 而佐助所谓的 曾经收容十多二十个 却还有三位住客 他不由开口试探 意思是 前面的 都已经给了你想要的 还剩三个不愿意 不 佐助摇头 是全部 全部都已经给了我想要的 而后他似笑非笑道 至于为什么还剩下三位 那是他们在禅室中还有牵挂 且身份特殊 我才将他们的灵魂留在了这里 全部 这怎么可能 日向日叉心中一惊 随即想起佐助前面的话 你一定会同意的 相信我 他似乎有点明白佐助 为什么能自信满满地 说出这样的话了 呼出一口气 他目光宁起发出试探 如果我不同意 你会怎么做 佐助打了个响指 随即数到画画出现在日叉的面前 云云 看着画面中一个个熟睡中的云云使者 月向日叉不又瞳孔一锁 随即只见每个画面中 各有一个和佐助一模一样 肤色却是惨白的过分的身影 或从地面或从墙壁中浅出 而后手中生长出一根尖锐的木刺 抵在了一个个云云的相簸之中 云云 竟然这样都没有醒来 月向日叉暗松了一口气 目光闪烁道 看来你获得了一种极强的隐秘能力 但我相信你不会刺下去的 你的分身没有杀意 不然再强的隐秘能力 也不可能让云云毫无知觉 被看穿了吗 佐助也不恼歪了歪头笑道 日叉老师您说的没错 现在我的分身确实都没有杀意 但您又怎么知道我最后不会刺下去 日叉眯了眯眼睛 他的意思是在等我做决定 不 他不会不知道后果 到时候 宇智波一族 包括他的父母 宇智波全都难免被派上战场 他只是唬我的 但即使是知道佐助极有可能是唬他 他敢赌吗 他不敢 为了我们日向一族的血迹界限 不惜冒着引发战争的风险 佐助你和此前的云忍又有什么区别 佐助摇头道 日叉老师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怎么会没有区别呢 他们是云忍而我是木叶忍者 日叉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佐助脸皮之后简直令人发指 这是佐助啪的一声再次打了个响指 画面中的分身重新潜入了地面 他开口道 我一直给予了您足够的尊重和耐心 那是因为您是拳匠的老师 普通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同时您也应该清楚 日向是大祖 白眼的血迹界限 可并非您一人独有 日向日叉的瞳孔猛然一锁 拥有白眼的日向人质很多 要是佐助不择手段 还有宁刺 想到这里 他不由合上了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而后恍恍呼气的同时睁开了双眸 他明白佐助还没用上宁刺这张牌 恐怕也只是看在全的面子 还不愿意彻底将脸皮撕破而已 不管是战争 日向族人还是宁刺 都不是他能接受的 彻底认清现实的他有些苦涩的 日向的血脉我可以给你 但请不要伤害其他日向族人 没问题 日向可是牧业最强的家族吗 佐助怎么可能设得伤害呢 他笑道 只是既然是交易 那我应该就不用再感谢日叉老师您的慷慨了吧 看着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佐助 日叉是气得牙痒痒的 什么老师什么宁 看似充满了尊敬 但在他听来却是充满了讽刺 但既然已经做下决定 他也就不再犹豫 我应该怎么给你 见日叉这么爽快 佐助也不由再高看了他几眼开口道 心中默念 将你掌握的所有能力赋予给我即可 掌握的全部能力 这个诡异的能力比想象中更强 这么想着日叉再次深吸一口气 而后呼出的同时意念一动 丁 是否将掌握的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血脉 果然日叉心中一动 而后默念 是 随即灵魂空间 对佐助这个宿主做出信息的回馈 丁 恭喜获得日向异族血脉 白眼柔拳 龙中鸟 搭挂掌回天 等等日向日叉 生前掌握的全部能力 是否全部提取融合 佐助嘴角一抽 这么大一个龙中鸟混在中间 他是傻了才会全部提取 随即他又不由心中微动 只是这个龙中鸟 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不融合的情况下 拿出来研究一下 真的得出去了 竟然就这么简单 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让日向日叉明白 他的能力已经交付了出去 但身上的能力又没有失去 再次确定了这个诡异空间的强大 而后他想起了什么 吃一道 佐助 你刚刚说还有三的在这里 正思索着龙中鸟问题的佐助回过神来 他笑道 都是老师您的老熟人 要见一见续续就吗 老熟人 日叉疑或是谁 佐助到四代夫妇和信燕长老 日叉不由惊呼四代夫妇 信燕长老是宇智波的长老 他不奇怪 但四代夫妇他是没有想到的 当时佐助才多大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佐助前面说过 曾经被他勾魂的人 全部都交付了能力 他实在想不通 佐助是怎么说服四代夫妇的 再回想起佐助前面说 他们还有牵挂 他试探道 四代还牵挂着木叶 所以不愿意回归净土 这就是语言的魅力了 他这是想通过这一点来分析 佐助是不是以木叶来威胁 佐助笑了 虽然也有这部分原因在内 但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孩子 他不知道日叉 这句话带着试探的意味 但即使知道 他也不会在意 孩子 日向日叉 心中了然的同时 不免有些好奇 九星奈经常顶着大肚子 在木叶闲逛 怀孕什么的自然不是什么秘密 但对于孩子是谁 是否顺利生下来的这个问题 还真没有多少人知道 只是很快 他就灵光一动 妖狐 妖狐 佐助面露玩味 这个称呼要被四代夫妇听到 他们可不会高兴 日叉文言不免有些甘大 同时也明白 佐助是承认了妖狐 是四代之子的身份 这其实并不难猜 漩涡一族已经被灭族 人界之中还没有移民 他不知道 但九星奈还没牺牲之前 木叶只有他一个漩涡族人 而他牺牲后 村内却凭空出现一个性漩涡的阴娜 还是金发非传统的红发 这显然就是混血 只要稍价联想就能大致分析出来 只是堂堂四代活影的后代 却被称呼为狐妖 等等 想到了什么 日叉不由愣道 难道他们的孩子 就是这一代的人助力 没错 佐助点头 火然 日叉大致明白九尾破封后 四代夫妇明白自己活不下来了 最后无奈将九尾封印在了孩子身上 毕竟细节他可能不会清楚 但四代夫妇死于贯穿伤 这种情报 作为日向分家家主的他 还是能够轻易活息 只是想起名人的遭遇 甚至连自己都不由受到了流言的影响 这就不免让人唏嘘 略过四代夫妇 再想到信燕长老 他又不由心中一动 作为雨智波的长老 后背中有这样的能力 恐怕高兴都来不及 相信佐助也不需要使用 什么利用威逼的手段 只是 信燕长老两年前死的这个时间节点 不就是雨智波全实力飞涨的开始吗 再结合佐助前面问 雨智波全 要不要和自己见面 看来全的实力 就是信燕长老的功劳了 没错 佐助面露赞许 能够这么快将这一点分析出来 日叉老师 您不愧是木叶的优秀上人 日叉莫然 心中微动 他都已经死了 生前的再高的实力 也并不值得撑到 他如今想的是 四代夫妇和信燕长老的灵魂 可以长久留存 且除了佐助外 其他外人似乎也能够进入这里 那么 他有些后悔过早将能力交付出去了 佐助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他心中也有牵挂 既然可以死后留存 他也不想就此回到尽度 佐助似笑非笑地向日向日叉 过往他收容过不少有着后代的人者 无意不牵挂家中的妻儿 日叉的怀着什么心思他当然清楚 甚至曾经也有人者以此为条件 妄图和他谈谈 只是灵魂空间只有十个席位 没有价值的人又有什么资格留下 至于日向日叉吗 虽然通过了灵魂空间获得了日叉的能力 但并不代表他就达到了日叉一样的高度 身体素质的问题不说 应用和经验也很重要 日叉留在这里 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熟悉和应用这些能力 窝蜂水门和九星奈也是双方彻底熟忍下来 才开始知道佐助如何更好地使用他们的能力 其中 特别是飞雷神 会了 不代表能够用好 单单对战中的一个空间转移 稍有偏差就有可能直接送菜撞在别人的刀口上 忍者的强弱不在数 是将飞雷神应用到出神入化的薄风水门 当然 佐助也有自信自己练好 有着血轮烟也不缺动态势力 灵魂终生并经过二次郁郁成长的他精神力强大 自然反应能力也不差 只是自己摸索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有人知道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事半功倍 原本短时间内他就没有想过放日叉的灵魂离开 如今日叉主动提出 那不正好 只是他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转而道 日叉老师您是放不下您的孩子 是的 日叉点了点头有些苦涩的 宁慈才四岁 我实在放不下他 这佐助故作沉吟 日叉心中一紧 本来想和宁慈见面的他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我只是想留在这里 不求看着他长大 只希望能够不时地听到他的消息 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就满足了 佐助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拜托啊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筹码 他也只能低头做出请求 佐助叹息一声 喂 难道日叉老师您可能不知道 这里能够容纳的灵魂有限 果然是不行吗 日向日叉面露黯然 他也知道 这样的能力不可能毫无限制 只是佐助陡然画风一转 只是您毕竟是拳匠的老师 我也不好拒绝 日叉顿时面露希望 只见佐助似乎正在思索 也仿佛在说服自己 而后仿佛找到了折中的办法 做了重大的决定似的 最后勉为其难的开口 这样吧 我和拳匠都需要不同的对手魔力实战 刚刚获得了您的能力 我也需要熟悉 相信您也不会介意当陪练和指导 我如何使用您的能力吧 陪练 时导 就这 能力都给出去了 还差指导 好 一言为定 仿佛怕佐助反悔似的 日向日叉一口阴梦下来 另一边 当当的是 距离木叶招待所数百米外的一处楼顶中 仿佛发现了什么的日向下一脸震惊 好了 该提取融合血脉了 意识体从灵魂空间中退出 佐助 意念一动 提取融合日向日叉 除龙中鸟之外的全部能力 白眼以第二眼睛的形式融合 他可不想被白眼覆盖原来的眼睛 丁 正在提取融合 还是这样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感觉 佐助只觉身体被满羊包裹 体内基因正被灵魂空间改造着 无数数的知识也涌入了毛海之中 仿佛只要他想就能随时使出来 不意会 丁 融合成功 很好 先试一试白眼 融合成功后佐助有些急不急待的尝试白眼的能力 他单手结印 白眼 随即他眼角的青睛暴涂 一双漆黑的毛子也化作了淡紫色的白眼 仿佛上帝视角般的全视野画面映入眼帘 并随着他的控制可以切换视线的远镜 穿透视线内的任意的遮挡物 也能看穿人体的经络系统 360 不是359 不错 没有龙中鸟 日差的这个眼睛就是完整的视角 大半夜的还这么努力 测试着白眼透视的功能 佐助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不由宁谋认真观摩了起来 数分钟后 直至视线内的男生发出一声嘀吼 佐助兴致缺缺地收回了目光 从头到尾都是传教事实 一点意思都没有 即便如此 但他还是默默地白眼点了个赞 真是不错的眼睛啊 收起思绪 他拱了拱将他抱在怀中的语制拨拳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而后美美地合上眼睛 很快就进入了梦想 另一边 距离木叶招待所数百米外的屋顶上 靠坐在护栏的阴影中 将近被大雪覆盖的热箱下 脸色不断变换 他为什么会出现 他为什么不刺下去 他是怎么做到不被发现的 他最后为什么要收手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无数的问题充斥在脑海之中 想不通猜不透 正所谓一股作气再而摔伤而解 单单暗部的保护圈 他就无法突破 某人的出现更是打乱了他的思绪 以致本来就没有把握的 他充满了纠结 不知道该不该再按照之前的想法 再继续进行下去 良久 他仿佛做了什么决定 向着宇智波族地的方向寄去 只是来到宇智波族地附近 他又犹豫了 一日早上七点 经过一夜的飘雪 整个木叶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大衣 空气中弥漫着冰冷而又清新的气息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梢照射在雪地上 折射出晶莹耀眼的光芒 宇智波族地中受生物中和族地内的铲血声 还有恩耳朵上的素养影响下 左柱缓缓睁开了双眸 只见宇智波族正捏着一缕发尖 调皮地扫着他的耳朵 看见他的醒来 他笑颜弯弯道 醒了 左柱伸了个懒腰 而后再用力抱了抱了 宇智波族蹭了蹭他的相簿 而后一脸满足地笑道 好了拳架 起床吧 嗯 洗漱完毕 两人拿着雪产清理着小花园中的鸡血 好展开一天的修炼 大约7点30分 身穿着围裙的宇智波美情 从过道中探出头微笑道 拳架和左柱还是那么勤快呢 好了 等一下再忙 吃早饭了 好 来了 清理鸡血的工作做得差不多的 两人应了一声 而后放下铲子 洗过手后来到了客厅之中 爸爸 妈妈 早 傅月叔叔美情阿姨早 两人打过招呼后入座 只是并没有见到佑 左柱好奇道 哥哥嘛 有 刚刚出门找止水去了 正是这饭团的傅月随口打着 哦 左柱恍然 这是 咚咚咚 听到屋外传来敲门声 四人一愣 平时可不会这么早有人造访 我去开门 宇智波拳站了起来 静止走到门口处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身影 顿时让他一愣 下 嗯 日向下扯出一丝微笑 拳 这么早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嗯 我有事想要找左柱 左柱不是找他的 注意到日向下的黑眼带 以及憔悴的面庞 宇智波拳马上意识到不妥 随即注意到他隐约打着冷战 以及身上单薄衣服 宇智波拳马上伸出手 将他拉住入了屋内 快进了大 下雪呢 下 天气那么冷 你怎么穿这么少衣服 带着责怪却透着关心的话语 让日向下心中溢满 但什么本来外面套了夜行服 灵天亮才扔了的话 自然不能说 只能干大到 我出来的太急 所以并没有注意 再说我们都是忍者 这点寒冷并不算什么 他倒是没有说谎 中途确实是回了一趟足地 只是 并没有回家 这点寒冷并不算什么 你都打冷战了 这可是一点说服力也没有啊 宇智波拳并没有拆穿 只拉着日向下往屋内走去 傅月大人 美情大人 早上好 冒昧前来 打扰了 来到大厅 日向下礼貌地打着招呼 视线却是不时地偏向左柱 左柱心中微动 下说找她的话 她也听见了 只是到底是什么事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开始也只以为是和花火有关 但如今看到她憔悴模样 又不确定起来 嗯 早 宇智波傅月微微汗手 保持着高冷的作风 日向下 作为宇智波拳的队友 她自然也是见过面的 只是刚刚 她说的什么找左柱的话 她也听到 心里未免有些好奇 嗯 不打扰 宇智波美情则站了起来 热情道 夏还没吃早饭吗 快做吧 我给你端早饭 一边说着的同时 她一边向厨房走去 美情大人 我不是向下摆了白手 本想说不饿 但看到桌面上的饭团 和袖着味增烫的香味 在外面冻了一宿的她 肚子咕噜一声不争气地 响起了起来 她羞懒地低下了 已然泛红的翘脸 好拉下坐吧 宇智波拳一笑 双手推着日向下来到座位前 而后按在她的肩膀上 直接将她压在座位置上 然后帮忙拉起 铺在桌面下的被子 铺在她的双腿上 知道不惧寒冷的谎言 已经被看穿 日向下有些肝大道 谢谢 我再给你拿件外套 宇智波拳笑了笑 扔下一句匆匆跑进了房间 这时 宇智波美情也端着托盘 从厨房中出来 而后将碗筷和饭团 放在了日向下身前的桌子上 来 先喝点 卫增汤满一下身子 谢谢 日向下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了声谢 而后端起碗 小口小口地抿着 只是视线却是 不时地飘到左柱的身上 啊 我的衣服似乎不合适 从房间出来的 宇智波拳 拿着外套 比了比日向下的身体 有些肝大 她才八岁 而日向下已经十一块十二岁 自然不会合适 当然屋内的温度和外界不同 桌子还是被炉 再加上卫增汤满身 日向下 倒是没有在打冷战 她微微摇头道 没关系 拳 我已经好很多了 这下她倒是没有在口音 啊 还是披着吧 宇智波拳将衣服 披在了日向下的肩上 见状 日向下也没有拒绝 轻声道 谢谢 为了不让气氛冷下来 美琴和拳不识地和日向下搭着话 赴月的双眸 却是在左柱拳 日向下三人身上来回打转 左柱无奈翻了的白眼 看她和下可以 毕竟下前面也说是来找她的 看拳跟下也行 毕竟他们俩是队友 但目光在他们三个身上打转 这是什么鬼意思 心里默默吐槽着 见父亲将最后一块饭团塞入口中 左柱便趁机开口 爸爸就来新年了 警卑队应得很忙吧 赶人就赶人 需要说得这么明显吗 在左柱面前 傅月可是一点父亲的威严也没有 虽然心里对日向下 为什么找左柱的事有些好奇 但既然左柱已经赶人 他也只能右手称弟借力站了起来 确实最近都比较忙 我就先出门了 这时同样已经试完早饭 善解人意的与之波美情也顺势站了起来 一边收拾着自己和傅月的网筷一边道 最近警卑队确实有点忙 我也要去帮忙 顿了顿 他看向日向下 下要是没事就在这里多坐一会 陪陪小泉和左柱 阿姨就先试陪了 他可是上任并不是什么家庭主妇 也是有着自己工作和任务的 所以这个借口并不突兀 日向下心里暗松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道 傅月大人 美情大人 难走 宇智波全站了起来帮忙道 美情阿姨 有事你就忙吧 我来收拾就行了 行 那就拜托你了 小泉 但两人出门关门声响起 并没有听到脚步声 走远的左柱不由服务 而后用力敲了敲桌子 站在门口竖起耳朵的两人干大一笑 宇智波美情怅然地摇了摇头 真是越大越不可爱了左柱 无内 故意的吧 左柱一脸无语 少请确定父母已经走远 他才转头看向日向下 下姐姐 找我有事 日向下沉默隐晦地瞥了一眼 宇智波全 全愣了连他都不能听 左柱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开口道 有什么事 就说吧 日向下闻言深呼吸一口气 而后直勾勾地盯着左柱 我昨晚看见你了 昨晚 宇智波全心中微动 左柱却是不动声地点头 我昨晚确实也去了日向足底 怎么了 日向下摇摇头道 我不是说内的时候 而是凌晨之后 凌晨之后 宇智波全能确定左柱本人没有出去 但他不用想也明白 是某个包子分身又去嫁着 不知道哪个人者后代的脖子 再结合他的老师 刚被收容不久 和日向下说见到左柱的说法 那么就极有可能是 嫁住了他老师的后代 因而他只能开口帮枪下 你会不会看错了 昨晚从日向足底回来后 我们就睡了 你怎么可能见到左柱 木叶招待所日向下的话还没落下 枪 得一声长刀出销的轻响便已响起 不要 宇智波全当即惊呼 见左柱手中手中的武士刀 风刃停在日向下的相驳之上 他松了一口气之鱼 也明白自己有点失了方寸 毕竟左柱要杀人 也不可能在这里杀 更不可能在没有搞清楚 对方目的和后手的情况下杀 而完全没有发现武士刀 如何出现的日向下 却是丝毫没有在意 目光骤然一亮 果然是你 有意思左柱嘴角青阳 云忍出过一次意外 昨晚招待所附近 被袁飞日展布置了不少暗部 只是为了避嫌 只在招待所的四周 监视着附近的街道 并没有直接监视云忍的房间 他简单做个动作 吓唬一下日向日查 便撤回分身 也是担心拖的时间太长 会被附近的暗部发现 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而造成云忍第一次意外的是日向一族 因而他清楚为了不引起误会 附近不可能有日向族人 倒没想到有条体罕罕 当然他对此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木叶高层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 他知道日向下并没有向他们汇报 骤然拔刀 也是为了试探日向下的内心 而面对丰刃不惊反喜的神态 也透露出不少的信息 因而他笑道 知道了我的秘密 不向你们的族长汇报 也不去向木叶高层汇报 却主动送上门 我是挺好奇你是怎么想的 说着他下和青台 示意了一下身侧的语之拨拳 你不会以为天真的认为到最后 他依然会继续保你的性命吧 只是依靠这个关系 确保不会在第一时间被杀了 日向下这么想着 除此以外 他天亮后 还绕回了日向族地 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门 不但在族人的询问中 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地 途中还借助白眼 在没有刻意绕路的情况下 凑巧遇见了几个熟人 在一句句看似惯例般的客头 这么早去哪里中 继续自然而然地 说出了他的目的地 当然这些他自然不会说出来 只咬牙道 日族大人和木叶高层 害死了日叉老师 我不相信他们 也就是说连日族 都没有汇报左助道 所以呢 你为什么要监视云人 我想为老师报仇 然后呢 为什么不去报 我日向下捏如着嘴唇 最终面露苦涩卸下起来 我自知没这个实力 附近又都是暗部 我连靠近都做不到 最后退缩了 头道是铁不全 左助点了点头道 所以你看见我曾经出现 还差点杀了云人 因而误认为我们是同道中人 误认为 日向下瞳孔一缩有些激动的 虽然我不知道 你最后为什么没有下手 但难道不是 这个问题他想了一宿想旷脑袋 实在是除了为日差报仇 这个答案外 他都想不到 其余合情合理的解释 不然他也不会为此挺而走险 这时 宇智拨拳叹了口气道 吓 你不会不知道云人 要是再次死在木叶 那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 无非就是战 说到这里日向下 抖然目光一亮 所以你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最终才没有下手 左助和宇智拨拳相识一眼 真是傻得可爱的姑娘啊 看见两人沉默 且投过一副充满关爱的眼神 日向下哪里还不明白 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只是他依然有些不甘和疑惑 但如果左助 你不是想为日叉老师报仇 那你为什么会半夜 出现在云忍的房间 还是一个房间一个分身 这不恰恰说明了 你想在一瞬间 将云忍全部击杀 这个问题左助也很难回答 总不能说 他为了最大程度的威胁日叉吧 月向下又是 宇智拨拳的队友 花火的女佣 为什么要顾虑花火 但不管怎么说 月向下终归没有做出 任何意图伤害他们的举措 还依附我要加入的样子 总不能真灭口吧 见两人依然沉默 似乎有些难言之意 月向下神色低落 我知道啊 你们是因为我 日向分家的身份 才不愿意向我袒慕心声 不愿意接纳我 人只会倾向于 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即便事与愿违 也只会找借口来 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没有能力 为日叉老师报仇 只能将希望寄托 在曾经出现 甚至是差点成功 刺杀云忍的左助身上 否定自己的想法 那就等于希望破灭 他无法接受 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与之波拳心中一叹 轻轻拉了拉左助的一角 而左助在听到分家人后 心里也已经有了想法 龙中鸟这种东西 和非宗家不能修炼家族 上乘柔权 这种制度 大大限制了日向一族的战力 在他看来 未来是必须要废掉的 至于保护白眼 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 有着九星代的能力 且九星代本人 也还在灵魂空间之中 不管是改进龙中鸟 还是开发出新的保护术士 他都自信都能做到 从日叉身上 获得的龙中鸟 已经证实 不融合到身上 无法研究 但日叉的灵魂 也在灵魂空间 灵魂中依然带着龙中鸟 也完全可以将它 作为研究对象 只是担心灵魂 和人体有着区别 它还需要更多的样本 最好是一个活人 和一具已经发动 龙中鸟的尸体相结合 尸体找机会 将日叉的夺回就可以 至于活人 在原来的设想中 他将这个目标 放在宁次的身上 有着日叉的灵魂 和摆脱龙中鸟的诱惑下 他不怕拿捏不住 他们父子 只是可惜 宁次现在还年幼 而现在这个日向下 在分家的非精英教育下 还能十一岁 拥有中人的实力 说明天赋不错 倒也值得培养 只是想要让日向下 彻底归心 恐怕还要祭出 四号工具人 少请 他将武士刀归翘 然后一副 被你看穿 不得不承认的样子 没错 我当时确实是因为 拳匠因为老师的死而伤心 所以想杀了云忍 帮拳将为日叉老师报仇 只是考虑到日叉老师 为了和平而不惜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我和拳匠都不忍心 让日叉老师的牺牲付诸东流 最终放弃了 这种过激的复仇手段 灵魂空间 真不要脸啊 刚刚得知情况的 日向日叉嘴角一抽 火然 而听到佐柱的话 日向下黯然的双膜 却是瞬间焕发出光彩 他兴奋道 那后续呢 你们一定有了后续的计划吧 是半路截杀 还是先折服等候时机 说着他成土下作的 姿势贵服在地上 恳求道 不管如何 后续的复仇计划 请务必让我参与其中 有鬼的后续计划 佐柱叹气道 夏姐姐 你的实力太差了 日向下神色一致 是啊 他的实力太差了 到时候恐怕只是雷坠而已 他想说他会努力 但没有了日叉老师的指导 且花活女仆的这个身份 他又能空出多少时间修炼 这事佐柱开口道 夏姐姐 我倒是可以给你的机会 只是你是日向的分家 连性命都掌握在宗家的身上 我又该怎么去相信你 分家二字再次刺痛了日向下的内心 过往十一年 他没有任何一刻 比现在更痛恨这个身份 自知到佐柱的实力 且宇智波拳依附 以他为主的态度 再结合前面说 他实力差又说给机会 他哪里还不明白 宇智波拳两年前 实力飞涨的猫腻 他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但他也明白 分家的这个身份 确实是很难获得信任和接纳 只能恳求道 请相信我 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佐柱默然 承诺什么的 太苍白了 这时 灵魂空间中的日向日差开口道 佐柱 我不会说出昨晚的真实经过 也会帮你引导和监督小夏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拜托了 他清楚明白佐柱前面那些话 不单单是说给日向夏听 更是说给他听 佐柱有意接纳夏 但因为昨晚他们两个之间的 不愉快和夏分家的身份 导致佐柱无法信任他和夏 他明白他不出言保证 日向夏就不可能被接纳 那最终的结局 岂有可能就是死 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自从知道佐柱诡异的能力 且知道连四代夫妇的能力 都已经获得后 他就明白未来木叶必然会变天 与其就此生死 还不如主动投靠当的从龙之臣 这是日向夏的危机 也是一次天大的机遇 好 正如日差所想 佐柱想听的 正是他的保证 日向夏有一定的天赋 时的培养 但这就需要接触日差 他并不是担心日差将他的谎言揭穿 在灵魂空间的灵魂 他都可以轻易做出限制 只要他想 日差永远都不可能将这件事说出 但这只限于限制 无法控制一指 因而他想看看日差的态度 那句帮忙引导和监督日向夏 才是他真正想听到的 这也说明经过了一晚 日差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 至于日差会不会出尔反尔 啊 宁次 收起思绪他看向日向夏的 好吧 既然日差老师帮你求情 并做出保证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日差老师为他求情 并做出保证 日向夏瞪大眼睛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会有这么离奇的展开 他猛地转头看向宇智波拳 只见 宇智波拳似乎对此并不意外 他要猛地回过头看向左柱 你的意思是 不要反抗 马上你就知道了 并没有解释 左柱将手搭在日向夏的身上 意念一动 随即日向夏只觉自己的意识 似乎被某种力量抽离身体 只是想到左柱的话 他并没有反抗 旋即画面一转来到一处陌生的房屋之中 小夏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看着眼前这熟悉的声音 日向夏不可置信地捂住嘴 下意识看向宇智波拳 见宇智波拳点头 得到确认的他顿时眼眶一红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 猛地向前扑去 日差老师 日差轻轻拍着日向夏的背 好了 好了 辛苦你了 夏 他是真没想到三人中 最为闲惊乖巧的日向夏会这么投体 竟然妄图帮他报仇 虽然并不认同他的做法 但这份心意 他不得不为之动容 这时 宇智波拳也微微躬身道 日差老师 嗯 谢谢拳 日差明白没有宇智波拳 他不可能获得左助的优待 因而真诚道谢 宇智波拳摆了白手道 不 不用谢 只要日差老师不怪我 当天没有拦下日足大人就好了 日差摇头 云忍是有备而来 相信不达成目的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不是你的责任 不必放在心上 况且 能够死后灵魂留存 不时地见到宁次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左助翻了个白眼 他什么时候答应让他见宁次 趁机提条件是吧 这时 日向下抽着穷笔 青苔起梨花带于脸庞 灵魂留存 也就是说日差老师 你会一直都在什么 这个问题日差也无法回答 左助开口道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的一种特殊能力 能够将人死后的灵魂 收容进这个空间 并没有深入解释 他转而道 我说过给你机会 就是让你能够进入到这里 继续接受日差老师的指导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日向下面露喜色 左助你意思是我可以随时进来 当然 左助点头 这是我的灵魂空间 进入过这里的人 灵魂中已经沾染上这里的气息 想要再次进入 只需要意念控制 经由我的批准下就能自主进入 同时我也可以给你自主进入的权限 但你应该明白 这样的机会不是白送给你的 我明白 上天不会掉馅饼 所有命运的馈赠 都标好了价格的道理 日向下自然明白 他紧咬着下船道 放心左助 我一定会努力 不会令你失望的 这个空间的秘密 相信对于你来说一定非常重要 能够分享给我 我真的非常感激 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这份温情 未来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 请尽管开口 我日向下一步容辞 说到这里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左助的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道 还有请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 保护好花火大人的 帮他保护花火是什么鬼 左助不由福 言下都知道 看来是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故事了 与之波全笑意盈盈地 眯起双眸一脸和善 日向下似乎也明白说错话了 猛地捂着嘴巴 这欲盖弥彰的样子更是让左助一脸无语 哼 借于之波全的眼神愈发灵力 他倾壳了两声果断转移话题 除此以外 我想知道你们对你们日向一族的 宗分家制度是怎么看的 宗分家制度 日向下乐然 不明白左助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日向日差却是瞳孔微缩 语气急促道 左助 你想做什么 他可不认为左助提这个 只是单纯的 只想听他们的看法 怎么左助玩味道 不想摆脱命运的囚龙 做个破龙之鸟 摆脱命运的囚龙 破龙之鸟 听到左助的话 月向下瞳孔一锁 果然 月向日差面路挣扎 最后就无奈叹起 他已经死了 倒是宁次 只是他还不确定左助的真正想法 因而并没有开口 见二人沉默 左助有些失望摇头 看来你们都不想啊 想 我怎么可能不想 我做梦都想打破分家的命运 月向下神色激动 虽然明白左助不会无敌放逝 但他对摆脱命运囚龙的 可能依然持着悲观的态度 但左助 这可是日向一族千年下来的制度啊 根本就不是凭我们分家 一两个人的意愿就能打破的 即便是活影 也不可能插手到日向一族的内部 不 甚至说梁活影 也认为这种制度有利于村子 有利于控制日向一族 有利于保证白眼不外流 作为分家的我们又凭什么 抵抗宗家 抵抗村子 看来这个小女子 还是对左助的能力和野望一无所知啊 日向日差拍了拍日向下的肩膀 摇了摇头 而后宁谋看向左助 左助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日向一族 破除龙中鸟的限制 老是竟然 日差没有提出质疑 反而是求证意愿的话 令日向下不禁惊呼无嘴满脸诧异 破龙之鸟 难道真的有可能 他终于明白自己还是有点小看左助了 内心不又升起了破龙之鸟 希望 只见左助点头道 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看来你们的宗分家制度 无疑是极大限制了分家的实力 保护白眼的方式有很多种 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旧时代腐朽的主目制度 我在未来有意释放分家潜力 让日向一族涌现出更多强大的忍者 但这需要你们的帮助 说到这里 他看向日差道 相信日差老师 你一定知道日向一族 可能有着龙中鸟资料的地方在哪里吧 这确实 日差并没有否认 如果你真愿意 我可以给你提供我的猜测 但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有 他已经死了没错 但宁慈还活着 佳人还活着 还有众多分佳人还活着 能够在死后为他们打破命运 他只是一个分家家主 记录龙中鸟这种预向最高机密的位置 他不可能知道 宗家也不可能让他知道 至于他宗家的哥哥 他已经为日族死过一次了 现在他只想为后代为家人 为其他分家族人魔求那一丝破龙的可能 没有的话也只是费点时间而已 佐助有些无所谓的开口 而后眼睛一闭一睁 双眸化作一片星红 有着这双眼睛 我可以轻易地将龙中鸟的刻画术式和发动术式记录下来 到时候想要破解龙中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看着佐助双眸中那有别于正常血轮眼的特殊花纹 日向日差不由心中一震 这难道就是宇智波一族 传说中的 而日向下虽然并不认识这个眼睛 但还是从简单的一个对视中 感受到这双眼睛中强大的同力 再结合日差老是震惊的表情 他隐约明白 这是比三沟与血轮眼更为强悍的存在 同时 通过佐助和日差之间的对话 他也明白了佐助的决议 佐助真想帮助日向废除宗分家制度 至于所谓的未来 他想起村子和宇智波的矛盾 也明白了这个未来的含义 只是 他不明白佐助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了帮助宇智波得到日向的支持 不对 佐助已经和日足大人建立起了不错的交情 如今又因日差老实的死 日向一族对木业高层已经充满不满 老知道木业高层原本想要交出的日足大人 他对木业高层的态度可想而知 佐助完全没有在可以得到日足大人支持的情况下 转而求取分家的支持 难道是为了花火大人 担心花火大人未来竞争宗家失败 对了 也有可能是出天大人 因为他们其中一个 最终都有可能会成为分家 日向下机智地觉得自己真相啊 心里不由暗自负棒佐助小向 年纪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事 不由生气佐助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为了他的想法 啊呸 你在想什么啊 日向下 心里猛地摇头 试图将这个荒谬的想法甩出脑海 但脑海中却是不由浮现起过往接触中 佐助经常带着欣赏的目光 看向他和西岩时的情景 本来他和西岩都并未在意 只认为这只是小孩子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但如今看到佐助那成熟的心智 他再也不能将佐助看作一个孩童看待了 毕竟有着宇智波全的例子 不正好说明他也喜欢大的吗 宇智波全发现日向下隐晦地瞥了他一眼 顿时满头问号 日向下的心理活动众人自然不可能知道 这时佐助已然关闭了万花筒开口道 但想要真正破解龙中鸟 还需要不少实验体进行实验 其中 我已经准备找机会 将日查老师的尸体夺回辅佐研究 但还需要活人实验最后的成果 明白佐助的意思 回过神来的日向下没有任何犹豫的开口 我愿意当这个实验体 成为破龙之鸟的希望就在眼前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他也愿意去赌 佐助宁谋 哪怕是在过程中死亡 坦然面对死亡谈何容易 日向下紧咬地下船道 如果真的死亡 那就只是说明命运的女神并没有眷顾在我的身上而已 佐助 你不是有收容灵魂的能力吗 只需要让我看到日向分家打破命运牢笼的一天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日向下离开了 彻夜未眠的他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和些许的坦克 回到了日向足地休息 佐助也根据日差的情报得知 有着龙中鸟资料的位置 极有可能就是日向的宗祠 在宗祠的地下 有着一个供奉历代宗家白眼的密室 只是可惜该密室有着节界的保护 想要强行破除会引起日向一族的警觉 因而佐助只能安排孢子分身潜伏在附近 静待某位日向宗家进入的时候尾随进入 但佐助并没有完全将希望寄托在并不确定宗祠密室 还派出了不少孢子分身监视着 一个个日向宗家的成员 只待他们利用龙中鸟成界分家成员 那孢子分身就可以用血轮眼将数式记录下来 同时佐助虽然已经获得了日差的能力 但日差只是一个分家 并没有掌握全部的家族传承 监视宗家的同时也可以在他们修炼的时候 将他们的全部传承通过血轮眼记录下来 佐助已经想好了 要是实在太难学或许不会 那就让日差来学 等他学会再通过灵魂空间的能力交付出来 真嗣号工具人 至于龙中鸟的刻画术室 正好举行仪式的位置就有日向宗祠 守在节界附近的孢子分身完全可以坚韧记录的工作 与此同时 云忍的诗者也在木叶民众的欢送下离开了木叶 佐助同样派出了孢子分身尾随 企图四季夺回日差尸体的同时 顺便让孢子分身们到云忍村逛一圈 捕捉一些白爵兄弟 为了不引起带土和黑爵的警觉 他已经很少在木叶捕捉白爵了 虽然雪奈的宠物空间已经差不多变成白爵乐园 但这种优秀的复活币他自然不会嫌多 也正好转移一下带土和黑爵的视线 木叶52年 英泉县战争落下帷幕 边境中处必要的人员外 其余忍者全部撤回村子 木叶52年的新年 离以往更为热闹 整个木叶洋溢在一片喜庆之中 各种欢庆节目层出不穷 佐助和宇智拨拳也不免受到节日气氛的影响 放下了日复一日的修炼 好好的享受着新年的欢庆 云忍的使者也已经回到了村子 高层虽然对没能获得日向的宗家血脉而失望 但对这个结果也是早有预料 这本就是一次试探 云忍高层本就抱着能够得到最好 不能得到也无所谓的态度 至于日叉的尸体 一个分价而已 早战国之前就已经被各人族研究各遍了 都清楚在龙中鸟的保护下 不可能获取白眼的秘密 因而云忍高层并没有重视日叉的尸体 安排人员草草安葬了事 左柱的豹子分身轻易就拿回了尸体 同时因为期间一直使用封印卷轴保存的缘故 尸体还是刚死亡的状态 被左柱收尽了灵魂空间保存 与此同时 某个遥远的冰雪国度 却因某个位高权重的野心家所致 让整个国家陷入内乱之中 时间来到一月的中旬 木叶 火影办公室 风花怒涛勾结血缘残杀了我们雪之国的国君 囚禁了我们的小雪公主 恳请火影大人能够帮助我们雪之国评判 解救我们的公主 解救我们雪之国的民众 袁非日展微微抬起眼年 看向眼前戴着眼镜 正贵服在地上成土下坐姿势的中年人 三太夫 你应该知道 我们忍村是不会参与到各国的内政之中 更何况 这是你们大明府内部的权力争斗 我们木叶也需要考虑火之国大明的想法 相信曾经作为雪之国大臣的你不会清楚 所以 请恕我们木叶无能为力 木叶是雇佣军事的武装力量 和火之国虽然只是名义上的雇佣合作关系 但要是跑去别的国家插手内政 还是大明府的内政 这让火之国的大明怎么想 是不是找到了新的金主 未来会不会插手到他们火之国大明府的内政之中 甚至会不会帮助新金主取缔他们火之国大明府 当然 要是三太夫代表雪之国国君过来 只要砝码足够 他派人按措措做了就做了 但现在原国君都已经死了 新国君都已经上位 来的也只是以雇国君权力架构下的一名大臣 至于还有一个小公主 算了吧 果然还是拒绝了 三太夫紧咬着牙一脸不甘 他也明白木叶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小公主 从风花木韬上夺回政权 在火之国菜宜和一个偏远小国的好感之间该如何权衡 作为曾经雪之国的大臣的他也非常清楚 提出这个请求也只是不甘心国家的政权 就此旁落到暴虐无道的风花木韬身上 希望能够为已故国君报仇 因而心存侥幸而已 原非日展的拒绝 彻底掐灭了他心中仅存的侥幸 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火影大人 我也明白这个请求这实在太难为 但请看在我们雪之国和火之国曾经的交情上 接受我的任务委托 解救我们被风花木韬囚禁的小雪公主 听到三太夫的话 原非日展暂许点头 这个倒是没问题 雪之国原国君和我们火之国大明交情深厚 我们木叶自建立以来一直受火之国援助 于情于礼 我们也应该为大明分忧 三太夫感激道 谢谢火影大人 这就是语言魅力了 要是扯什么雪之国和木叶的交情 那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任务委托的 因为雪之国和木叶没有任何交情 就算真的有 那也是没有 但既然扯到和火之国的交情上 那自然就不同了 当然 要是直接过来发布解救任务 只要不提升复国的要求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接下 但既然说了复国的前提 那为了不让人落下口试 那就需要再谨慎一点了 幸好三太夫不愧是当过大臣的人 这脸弯弯绕绕 还是拿捏得非常到位 只是这个任务 该派谁去呢 待三太夫离开 原非日展却是为这个任务而头疼起来 雪之国有着自己的忍村势力 而通过三太夫的情报 说明新国军已经彻底掌控了雪忍村 这种小忍村 派十个八个上忍过去 轻易就是能覆灭 作为五大国之一 木叶自然是不会将雪忍村放在眼内 只是任务不是战争 他也不可能派这么多上忍过去 无他 任务的酬金有限 一个在内乱中仓促逃出国家的大臣 自然不可能有太多资金发布任务 虽然也勉强达到极任务的基准线 但派出一到两名上忍就最多了 不 两名上忍都多了 最适合的配置是一个上忍带领的人者小队 而要深入敌人的势力范围 成功解救出人质 每个成员需要拥有过硬的实力 少请 原非日展从抽屉中拿出一份人者小队的资料 日光闪烁 可惜日查死了 不然这种解救人质的任务 他这个人者小队最为适合 目光略过日查的资料扫向其余小队成员 白眼侦查血轮眼控制剑术收割 现在倒也还适合 只是实力还不够经验也不足 需要有着最够实力和经验的忍者带队 想到这里 他又从另一的抽屉中拿出一份暗部申请资料 卯月 西岩一直希望能加入暗部 正好这次任务可以作为他的暗部考核任务 月向下已经成为宗家的女仆 未来不太适合执行任务 而宇智拨拳也 该对他做出新的安排了 任务之后小队也该解散了 至于带队上忍 思索良久 原非日展 心中一动 从一堆上忍资料的最下方抽出一份显然已经很久都没有翻阅过的资料 放在了日查小队的资料旁 而后他食指交叉 手被拖着下盒 目光闪烁 不知不觉 已经两年多了 也该看看你的成长了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前往雪之国姐就被囚禁的小雪公主 灵魂空间 正和九星奈研究着日查尸体的佐助收到了包子分身通过心电感应传递给本体的情报 它有着众多包子分身分布在各处 进行着不同的监视 任何不会每天事无巨细地接收分身获得的全部信息 什么原非日展又在用水晶球偷窥女浴室 至村团葬又在偷穿火影袍之类的情报分身会自动过滤 只有重要情报 包子分身才会通过心电感应及时传递给本体 而事关羽智拨拳的情报自然就是重要的情报 因而分身在三代刚坐下决定 还没传照羽智拨拳的时候 就将任务内容和任务成员的情报全部传回 有意思 记得原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也是她吧 只是记得虽然解救出被囚禁的小雪公主 但过程似乎并不是很顺利 如今没有了血纹眼 两年过去啊 也不知道实力如何 火影办公室 原非日展看着眼前身子挺拔 一扫过往的颓废 气质面貌盼若两人的卡卡西感慨道 两年过去啊 如今看到你有这样的变化 我非常欣慰 据说你一直在研究忍术和刀法的结合 不知道如今成效如何 自卡卡西失去了血纹眼后 原非日展也是一直有暗中关注着她的情况 也知道 她为了调整自身状态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不但为了弥补动态视力的缺失而苦练眼睛 还重新拿起了奇目刀法 日复一日地进行的艰苦修行的 同事废寝旺餐的查阅资料 企图将刀数和忍数融合在一起 为此 原非日展内心欣慰的同事并没有给她委派任务 期待有朝一日她能够重回巅峰 重镇往西目叶白亚的荣光 当然 要是能够超越 那就最好不过啊 只是如今两年都过去了 也该是时候检验她的成长了 卡卡戏恭敬道 感谢三代大人的关心和这段时间内放任 才能让属下静下心来思索未来的路 忍数和刀法的融合 如今也已经有所成效 相信三代大人这次传照是有重要的任务交托 属下明白闭门造车的道理 希望能够在实战中检验成果 因而 请三代大人明示 属下一定不负重托 很好 原非日展满一点头 她明白想要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自然不可能一措而就 能够有所成效也已经非常难得 而能够明白闭门造车的道理更是难能可贵 将任务资料递出 她开口道 卡卡西 你先看看 这次任务非常危险 如果你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可以拒绝 千万不要逞强 毕竟你可是村子的未来 三代还是这么会笼落人心呢 自两年多前的遭遇后 隐约明白木叶未来必遭大变 老是也极有可能回来的卡卡西 虽然一直警钟到之努力提升自己 并没有去调查幕后的黑手 但这期间她也想了很多 未来的路又该如何选择 是冷眼旁观 她不知道 甚至还曾生起过逃离木叶 这个漩涡的念头 只是生活了近二十年 寄托着全部回忆 还有着亲旁好友的村子 她怎么可能轻易舍弃 因而问题又回到了最初 内心无法做出抉择的她 开始思索起老师的立场 通过对老师孩子的关注 她明白了未来老师要是真的归来 那么极有可能会成为三代的对立年 因而她的立场开始有了转变 也因为立场的转变 甚至将某个群体当作假想敌后 就会下意识揣夺他们的意图 过往的一些并未在意的关节也会开始涌现 并进行重新推敲 三代为什么要这样对名人 三代为什么要选老师为活役 三人为什么会出走 当初死的为什么是老师 为什么要交出日查 火之意志到底是什么 甚至是 她的父亲真的是自杀的吗 或许这些问题她都并未找到答案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在心中生根发芽 这让她对着当下的木叶高层产生了强烈的戒心 因而原飞日展这么一句在过往 她只会认为是体恤和看重的话 在如今却变成了只是笼络人心的表现 雪治国内乱 解救救国军的小公主 借过任务卷轴 简单扫过内容 卡卡西就下意识眉头紧锁 待全部看完 她在目光从卷轴中移开抬头道 能确定被囚禁的位置吗 原飞日展摇头道 委托任何的三太府 只提供出猜测是囚禁在雪治国的大名府之中 但并不能确定 大名府 卡卡西心念电转 刚刚才政变成功 为了防止前国军旧部残党卷土重来 必然守卫森严 在没有任何足够情报的情况下 深入敌境 查探出目标被囚禁的位置 还要将人解救出来 这个任务可并不简单 收起私信她开口道 三代大人 请问能够联系的上 还折服在雪治国的前国军旧部吗 可以 原飞日展点头道 委托任务的三太夫 是原雪治国大臣 她说过 雪治国还有不少旧部隐藏在各处 只是他们都不是忍者 因此能够提供的帮助威虎其位 卡卡西稍作成英 最后还是决定接下任务 毕竟过往她可没有拒绝过任务的先例 我需要拥有优秀侦察能力的队友辅助 颜飞日展明白卡卡西已经做下决定 便将桌面上的资料递处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这是原日插小队的成员 全员中人且在雷治国边境魔力国 实力非常不错 你看他 集中卯月西岩是暗部的候选人 这次任务也作为他的考核任务 由你充当考官进行评估 日插小队 暗部候选人 卡卡西接过资料 看到小队中的日向一族成员 点了点头 木叶中侦察能力自然是以日向一族为最有之白眼 他自然是信心大增 至于所谓的暗部候选人 精通木叶流剑术 倒是适合暗部的暗杀工作 只是掠过这两人 最后看到最后的成员 他却不由心中一动 竟然是雨之波